第241章 裴渊的队友 乔云熙眼神淡漠 对着红衣男人扣动扳机 碰 红衣男人和他同伴一样 以同样的姿势重担 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剧痛让他眼前发黑 只觉天地都在旋转 他知道有狙击手 但他完全判断不出狙击手所在的具体方位 绿衣男人已经忍过了最初的疼痛 双手压着标写的大腿 对着他大喊 有狙击手 我们被锁定了 怎么办 乔云熙不再管下面重弹崩溃的两人 四五百米的距离 就算他们发现了他的方位 就凭他们的手枪拿他也毫无办法 他不确定这些人还有没有用 但是活着肯定比死了有用 毕竟活得能随时去死 死了的就活不了了 乔云熙继续观察山下情况 以防有漏网之鱼逃走 这是之前和裴渊说好的计划 裴渊负责正面纲 他负责收口 绝对不放过一个人 这也是他要在这件事上插一脚的原因 毕竟是他打乱了裴渊的计划 导致了裴渊没有等到同伴就提前动手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这些文物贩子的位置非常分散 且有讲究 尽可攻退可守 守不住还可以逃 单靠裴渊一人的话 想全面 确实是有难度 他没有办法顺移 过了几分钟 又有一个男人跑到山下 看到两个受伤的同伴时吓了一跳 知道有埋伏 转身就想逃 乔云熙不客气地给他送了一颗子弹 同样击中腿部 此时裴渊那边的枪声停了 乔云熙趴在雪地上 警惕地观察四周 等待裴渊的信号 只是 还没有等到裴渊的信号 远远地就看到密林中 走出一对全副武装的人马 这伙人不多 只有六人 但看他们训练有素的动作 和精良的装备 绝对不简单 乔云熙的眼睛微微眯起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对人马应该就是裴渊的人 他依然潜伏在雪地上 尽量收敛自身的气息 队伍中走在前面的剑手男人 呼地做了一个手势 身后的几人立刻顿住脚步 拿着枪警惕地观察四周 直接远处隐约看到 有两个身影趴在雪地上 正艰难地往他们的方向爬 雪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看着有些像凶案现场 几人表情一速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提前动手了 想到这种可能性 几人都有些急 他们可是知道 几方只有陪运一人 几人快速又谨慎地往前移动 很快就到了 趴在地上的两人身前不远处 此时的他们才发现 趴在地上的不止两人 不远处还有一人 爬行的三人非常凄惨 失血过多 让他们的体温急速下降 此时倒不觉得多疼 身体冻得有些僵硬麻木 脸色苍白如纸 意识模糊 他们只是本能想要逃离这里 那个狙击手 就好似猫戏老鼠一样 把他们打伤了 却不杀他们 任他们在雪地里挣扎求生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几个人影 他们抖着僵硬的手 想要求救 妈的 可算来人了 他们情愿被抓 也好过在这里 被一个变态狙击手扶击 不知子弹何时落下的滋味 实在太难熬了 而且 就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也熬不了多久了 带头的剑兽男人手一挥 立刻有几人快速上前 一脚把他们手里的枪踢开 并把三人控制起来 把三人绑好后 扔到一棵大树下 几人并没有发现其他不妥 继续前进 乔云熙看着几人 毫不恋战的前进 估计不用多久 就会和裴冤会合 他犹豫了一下 决定跟上去看看 虽然这些人 看着应该是裴冤的人 但 万一不是呢 那裴冤不就危险了 这一边 裴冤把人全都解决了 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他现在都没心情理会 他吹响了口哨 之后往乔云熙的方向 急不敢去 他有些担心她 突然眼前 出现几个熟悉的身影 他表情一喜 你们终于来了 六人小队也看到了他 表情终于放松下来 裴队 怎么提前动手了 没事吧 裴冤点头 嗯 一会再和你们说 看向一个方向 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 眼神变得轻柔 小夕 是自己人 六人小队一惊 他们被人跟踪了 顺着裴冤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从一棵大树后 走出一个女孩 女孩戴着帽子和围帽 围帽连同她的小脸一起围住 只露出一双 如水波般烈焰的桃花眼 乔云熙笑着打招呼 大家好 六人小队 木然看着眼前的一切 表情呆滞 所以 他们刚刚被这个女孩跟了一路 而他们竟毫无所觉 想起那三个受伤的男人 六人恍然 看来 那三人应该是这个女孩打的 所以 从那个时候 这个女孩就跟上他们了 裴冤可不管他们的什么想法 快步来到乔云熙身边 怎么样 你没事吧 乔云熙摇头 嗯 没事 都解决了 你这边呢 裴冤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确定他没有任何损伤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都解决了 放心吧 此时他才想起他的队友 对着乔云熙介绍 这几个是我的队友 他指几人给乔云熙一一介绍 六人分别是秦浩林 唐文轩 武叶 严家智 顾兴凯 何阳 乔云熙对着他们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裴冤又对着六人小队介绍 这位是下降到我们 沈家澳大队的知青 姓乔 六人表情都有些怪异 知青 我感觉你在开玩笑 知青什么时候那么厉害了 那他们算什么 六人都非常识趣的没有说话 此时也不是说话的好时机 裴冤开始分配任务 该收尸的收尸 该绑人的绑人 人多好办事 人员分配下去 不过半个小时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 连最开始在斜坡下 被裴冤和乔云熙干掉的四具尸体 都弄了上来 不得不说 这个小队确实是超强的精英团队 总的23人 除了乔云熙这边有六个活口 裴冤那边也留了七个活口 不过都是受伤状态 六人小队中 严家智兼军医职责 他熟练的给伤员做简单的处理 第242章 小夕 我回来了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裴冤看了看时间 已经下午四点了 他对乔云熙说 小夕 我先送你回去 现在的天黑得快 估计还没有到家 就完全黑透了 他实在不放心 他一个人走夜路 又舍不得他在山上过夜 他身体不好 山上那么冷 怎么瘦的了 乔云熙摇头 你这边不是忙吗 我自己回去就行 裴冤却很坚持 天都要黑了 我不放心 走吧我送你 他看了看秦浩零六人 他们今天就在山里过夜吗 裴冤点头 嗯 奇微光的人 可能随时会到 他们要在这里守住待兔 还有审问这些伤员 得到更多的信息 乔云熙抿了抿唇 那你一会 还要回来这里 虽是疑问句 却是肯定的语气 从她的话语中 听出了对她的关心 裴冤内心酥酥麻麻 舔得她心跳的有些快 脸上也有些发烫 她嘴角微微勾起 声音更温柔 嗯 不用担心 这片山 我熟 乔云熙看她坚持 知道反对无效 也不纠结 再说下去 天都黑了 她对着六人小队 打了个招呼 就跟着裴冤下山了 米饭屁颠屁颠的 跟在后面 很是兴奋 她感觉 今天是愉快的一天 看似忙碌的六人小队 实际一直在偷偷关注 裴冤两人说话 并不时眼神交流 此时看着两人 异狗离开的背影 秦浩玲表情复杂 裴队这次估计栽了 午夜笑了 哈哈 栽什么栽 看她不值钱的样子 心里不知道多甜呢 唐文轩摇头 我还以为她不喜欢女人呢 老光棍竟然有春天 午夜逆她一眼 老光棍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比她还大一岁吧 要说老光棍 你不是更老 唐文轩冷哼 我是准备献身 与我们祖国的 可没打算找对象结婚 顾心凯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那个乔知青 虽然脸上蒙着围巾 但看得出很漂亮 你们说陪队 是不是就图人家好看吧 午夜翻了个白眼 你觉得陪队 是那么肤浅的人 说起来 乔知青好厉害 他一路跟着我们 我们竟没发现 听到他的话 众人都沉默了 那一刻 他们其实是有些怀疑 人生的 他们自诩是部队精英中的精英 竟然被一个娇娇弱弱的知青 跟踪而不自知 秦浩玲轻呼一口气 笛声说 行了 干活吧 下山路上 乔云熙好奇地问 就你们几人 就算挖了这批文物 应该也带不下山吧 裴远点头 嗯 已经联系好平和县的武装部 和相关文物专家 我们这边解决了文物贩子 后续的事情 他们会处理的 到家的时候 果然天黑了 好在裴远准备了手电筒 裴远站在院门外 低声交代 那我走了 你记得双好门 万一有事 你记得敲铜锣 夜色朦胧 看着站在门口 担忧嘱咐的高大身影 乔云熙心里 涌起一丝莫名的情绪 裴远 他突然喊他 裴远一愣 他的声音明明和平常一样 却又不太一样 他的心控制不住 快跳了鸡拍 乔云熙对上裴远 那漆黑深邃的眼眸 他抿了抿唇 一时不知要说什么 裴远向前一步 此时 此刻 有那么一瞬间 他很想用他入怀 他用尽全身力气 才克制住这份冲动 声音低哑 怎么了 乔云熙眼下眼眸 长长的睫毛 遮盖住他眼底的情绪 低声说 没事 你 注意安全 裴远的眼眸亮了亮 眼底染上满足和欢喜 声现温柔眷恋 嗯 不用担心我 你回去吧 我看着你关门 乔云熙乖巧点头 轻轻地关上了院门 直到屋内有了光亮 裴远才满心不舍地转身离开 快速往山上奔去 听着离居的脚步声 乔云熙轻轻呼出一口气 刚刚 就在刚刚 他突然就很想给他治腿 不过时间不够 只能等他回来再说 今天碰到的这些文物贩子 虽然他们枪械配备精良 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但对于他来说 对方只能算是二 三流的打手 裴远出任务 肯定碰到过更凶险的情况 不然 他的腿也不可能受伤 而他没有退伍的话 以后肯定也会碰到 比这更恶劣更凶险的环境 如果他的腿的好了 就更有保障 而且 因为他的腿 他很可能转蚊直 裴远这样的人 就像一头桀骜的野狼 狼 就应该在森林里奔跑 雄鹰 就应该在天空翱翔 裴远 他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 狄力前行 搏击长空 才是他应该走的路 第二天 天空又飘起了雪花 米饭懒洋洋的趴在屋檐下 看着雪花一片一片落在院子里 乔云熙坐在炕上发呆 他倒不担心裴远 就他的能力 又有队友在身边 问题应该不大 只是 这样的雪天 肯定会给他们的工作 造成一定的困难 他突然想起他 抱着他滚下山坡时的情景 现在回忆起来 他的身上 应该是有受伤的 当时情况紧急 都忘了 给他拿药油擦一擦 学艺连下了三天 这三天 裴冤家一直没有动静 夕阳洒下最后一抹余灰 暮色渐沉 夜风寒冷 吃得有些撑得乔云熙 在东屋和唐屋之间 转圈消失 突然 米饭狂吠起来 同时乔云熙听到了敲门声 乔云熙一愣 盲套上面大衣出了门 米饭已经在院门后 激动的摇尾巴了 打开院门 就看到门口站着的高大身影 他闻到了男人身上 传来淡淡的青草气息 再看他的头发半干 由于温度太低 头发根根立起 大有结冰的趋势 很显然 男人是刚刚洗漱完 就出门来他家的 裴冤的声音 温柔带着一丝眷恋 小夕 我回来了 他终于懂了 一日不见 如隔三丘这句话的含义 三天不见 就如隔了好几个三丘 此时见到他 他满怀柔情 心也终于安定下来 裴冤处理完文物贩子的事 就匆匆回了家 思念如潮水 无法抑制 本来想立刻来见他 又担心自己三天没洗走 没打理自己 形象太邋遢 吓到他 这才回家 匆匆洗漱一番 换了衣服过来 昏暗的灯光下 眼前女孩的皮肤 显得得更白细细腻 长长的睫毛头下一片阴影 一双桃花眼炼焰水润 让人一不开眼 第243章 你的腿 要治吗 乔云熙唇脚弯起 嗯 吃晚饭了吗 裴冤摸了摸米饭的狗头 不想麻烦他 很想说吃了 但在他的目光下 他诚实交代 没 乔云熙敏唇 进来吧 裴冤表现得很乖巧 嗯 他把院门拴好 跟着乔云熙进了厨房 乔云熙从厨柜拿出包好的饺子 给你煮点饺子 这么晚了 重新蒸饭就太麻烦了 饺子是他空间常备的 现在天气冷温度低 他就放了一些出来备着 好 裴冤接过他手里的饺子 拿着就到灶台边准备煮 看着自己忙活开 不让他沾手的裴冤 乔云熙敏唇 好吧 他就多余 他在餐桌上坐下 双手撑着下巴 看裴冤忙活 他身形高大 站姿鼻挺 在厨房做着普通的一日三餐 却依然身姿灼然 裴冤突然回头 看他 你吃了吗 要给你煮点不 乔云熙摇头 我吃过了 真吃不下 你煮你自己的吧 看着眼前日思夜想的女孩 不知名的情绪在眼底涌动 他压抑住狂跳的心 轻轻嗡了声 不多会 厨房就散发出鲜美的食物香气 淡淡的温馨气息 在厨房弥漫开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享受这一刻的敬礼 直到裴冤把一大碗汤脚端上桌 他笑着问 你确定不要吗 我要吃了 乔云熙坚决摇头 嗯 你吃吧 看他真的不想吃 裴冤这才动筷子 他吃得很快 却不粗鲁 乔云熙有些担忧地问 你这次真没受伤 裴冤眼尾弯了弯 没 不用担心 我很强的 看裴冤不愿意说 乔云熙也不再勉强 吃完后 他很主动去洗碗 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 才坐回到餐桌上 乔云熙给他倒了一杯水 事情都解决了 裴冤握着杯子 手心的暖意蔓延到心里 他按住有些躁动的心 轻声说 嗯 后续他们会处理的 厨房昏黄的灯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五官更立体 眼神如墨 乔云熙低头看向他的腿 裴冤内心一缩 所有的美好 眷恋在这一刻 如潮水般褪去 他忍住把腿往后缩的冲动 僵硬着身体没有动作 残废 是他早已接受的现实 面对他时 他却情窃了 但 这就是他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残废 如果想和他在一起 这是他 也是他要面对的现实 必须直面自己的缺陷 虽然 他自信不比别人差 但他依然觉得 自己很自私 只是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乔云熙抬眸 骤然间对上他漆黑如深潭的铜人 心就如同被什么重击了一下 以丝 顿痛席卷而来 裴渊 我养父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她的研究所 曾经研究出一种药剂 是专门针对筋骨重塑的 裴渊的眼神有些迷茫 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她话里的意思 筋骨重塑 是说她的腿吗 她的腿 在京市找了无数的专家看过 是被最权威的医生 判了死刑的 她也接受了现实 从来没有想过 有志好的一天 所以 此时听到她的话 她懂了 却没有明白 乔云熙继续说 只是 她刚研究出这种药剂 还没有来得及实验 就出事了 研究所什么的都被毁了 好在她把唯一的药剂藏了起来 当年 这只药剂几经周折 到了我养父的手里 而我养父离世的时候 把药剂给了我 她看着裴渊 很认真的问 你的腿 要试试吗 裴渊终于明白了 乔云熙话语里的意思 一向冷静的面容 有了均烈的痕迹 她只觉心跳加速 血液沸腾 她的腿 有治好的可能 那是不是表示 她能站在她的身边 光明正大 明明白白地追求她 她还能再回到 她曾经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为之奋斗 奉献青春血汗 就如在黑暗中 突然燃起的一道光 她的手微微攥紧 好一会才问 真的 真的有这种药剂 乔云熙点头 嗯 不过 有两点 第一 这个药剂还没有来得及 临床实验 不一定百分百成功 第二 筋骨重塑 其中的疼痛无法想象 如果坚持不住 情况可能比你现在还严重 在末世时 她其实是用过一次这种药剂的 那种痛至今响起 依然让她不寒而栗 培渊的呼吸 突然有些急促 她捂着跳得有些快的心脏 迫不及待又坚定无比 药 她突然想起 乔云熙生病时 那一大包配好的中药 那绝对是个厉害的大夫 难道药剂是 这个大夫研究的 还是另有其人 她说那个医生出事了 是出什么事了 不过 出事也正常 在这个特殊时期 越是顶尖的人才 越容易出事 身边不就有大量的例子吗 只是她看乔云熙 没要提起的意思 她也就没有再问 她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有些担忧地问 这么珍贵的药剂 对方能同意给我用吗 乔云熙的表情有些奇怪 想起她空间了那一箱的药剂 珍贵吗 嗯 对于这个年代来说 肯定是珍贵的 为了给她治腿 她绕了那么一大圈 编造了药剂的出身 她容易吗 太难了 浪费了她好多脑细胞 乔云熙严肃连点头 嗯 当初药剂交给我养副时 对方就说了 任她处置 裴渊这才放下心来 她低头凝视乔云熙 小夕 谢谢你 对于裴渊那么快就相信她 乔云熙其实有些意外 你就那么信我 裴渊唇角微钩 眉眼多了几分柔和浅犬 我自然是信你的 总要为自己试一试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坦然接受 乔云熙欲言又止 好一会才再次提醒她 裴渊筋骨重塑会很痛很痛 就像是硬生生打碎筋骨 重新生长重塑 你确定能承受吗 裴渊笑了 痛吗 身体上的痛 哪里比得过心里的痛 只要腿能好 什么痛她都能忍 乔云熙看她坚持又自信的样子 暗暗松口气 不忘给她鼓励和保证 放心 药剂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也一定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 两人又说了一会话 乔云熙就让裴渊回去早点休息 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第二天再用药 躺在床上 裴渊依然觉得像做梦一样 心情激扬 不过 强大的自控力让她快速入眠 这是她八年训练出来的 她必须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第244章 裴渊表白 我喜欢你 你能做我对象吗 乔云熙是睡到自然醒的 时间也才七点多 现在的农村没有什么夜生活 睡得早 起得自然也早 喜说好 她从空间的箱子里 翻出一支筋骨重塑药剂 用一种特制的金属盒子装好 裴渊已经熬好浓稠的肉粥 还摊了几个饼子 裴渊见乔云熙吃得满意 她的眼里染上笑意 有些紧张的心突然就安定下来 她相信自己 也相信她 她一定可以的 今天是乔云熙第一次进裴渊的卧室 一眼就看到 那叠得像个豆腐块的被子 乔云熙的眼尾不由抽了抽 想起她那从来就没叠过的被子 不是 被子有什么好叠的 睡觉时还不是得摊开 何必来回折腾 裴渊耳根泛红 心跳又开始加速 卧室是比较私密的空间 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 她的卧室太简陋了 乔云熙可不知道她的诸多想法 她把金属盒子放到炕桌上 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药剂 她抬眸看向裴渊 就是这个药剂 你准备好了吗 裴渊看着那浅蓝色的药剂 将着手摸了摸 药剂冰凉 她的心却火热无比 她眼神坚定 点了点头 嗯 可以开始了 她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袜子脱下 裤腿拉起 露出那只残废的腿 腿显得有些畸形 特别是脚腕处 整个缩成一团 轻筋凸起 伤痕累累 这些伤痕 有些是手术时留下的 有些是受伤时 被里面断裂的骨头刺穿的 可见当时伤得有多重 乔云熙低头看着她的腿 伸手轻轻抚上 缩成一团的皮肤 问 你这样的伤 应该会痛吧 这个年代 即使是夏天 也是穿着长裤 裴渊作为拖拉机手 不用夏天 加上她有意遮掩 平时穿着鞋袜 她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她这腿 裴渊的身体一僵 她没想到乔云熙会触碰她 这只丑陋的残腿 被她触碰的地方 只觉一阵酥麻 她的喉咙不自觉地滚动 心突然就有些躁动 她的手又白又嫩 和她紫红色满是伤痕的腿 形成鲜明的对比 怎么会不痛呢 她每走一步 都如走在尖锐的刀片上 当时医生是见义截肢的 她没同意 八年的军旅生涯 无数次面临生死 她大大小小受过不知多少伤 加上她的忍耐力和自控力 本身就比常人要强 慢慢的她也就习惯了这种疼痛 她谁也没说 所有人都以为她脚腕以下是无知觉的 连医生都被她糊弄了过去 没想到 竟然被眼前的女孩看穿 她抿着唇没有说话 乔云熙此时却有些后悔 早知道她每天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就应该让她早点用药的 这人也太能忍了 平日里完全看不出 走得飞快 日日如此 大概习惯了疼痛吧 只是 这种痛和重塑的痛比起来 小屋见大屋 乔云熙拿起药剂 声音带着她少有的安慰意味 会很疼 比你这个要痛 不过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 你熬过去就好了 裴云笑了 放心吧 我能行 乔云熙不再说话 把药剂打进裴云的脚腕处 不过一分钟 裴云的表情变了 她有些艰难的 维持着脸上正常的表情 对着乔云熙笑 你 你要不出去等 我 我一个人能行 乔云熙看着她僵硬的笑 知道她不想让她看到 她疼到扭曲的面容 她点点头 我就在屋檐下 你有事叫我 记得一定要坚持 很快的 我相信你 裴云已经说不了话 她真的感觉她腿上的骨头血肉 在被搅碎 然后重组 那种极致的疼 如果不是她坚强的意志支撑 她可能已经晕死过去了 她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 额头满是汗滴 她对着她点了点头 接着就听到她走了出去 乔云熙去厨房拿了一个小板凳 坐在屋檐下 看着刚停了一晚上的雪花 又开始飘落 听着屋内偶尔传来压抑的闷哼声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当她坐的屁股都抹了 想起来活动活动时 就听到房门哐当一声打开了 乔云熙抬头看去 就看到裴云高大的身影站在那里 正眼神灼灼地看着她 乔云熙面上一洗 站起来激动地问 怎么样 说话间 她不由自主地看向她的腿 或许是太激动了 裴云是赤脚走出来的 只见那只丑陋的畸形的腿 已经恢复了正常 甚至看着比另外一只脚还要健硕 充满了爆发力和力量感 裴云没有说话 用她的实际行动回答 她快步走向她 步履稳健 坚定有力 稳稳当当 好了 裴云的腿完全好了 乔云熙还没来得及说出恭喜 裴云已经走到她的身前 她头发半干 衣服几乎被汗水湿透 身上浓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几乎瞬间就把乔云熙包围 裴云的眼里是掩饰不住的激扬和欢喜 胸口也在剧烈起伏 表达着她的澎湃的心情 她秃地抱住乔云熙 犹如拥住了全世界 小心翼翼又强势霸道 乔云熙愣住了 好一会 她才双手还住她的腰 轻轻拍了拍 就如安慰小孩 没事了 好了就好 裴云低沉暗哑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小夕 谢谢你 乔云熙笑了 不用谢 你 盲松开她 耳间微红 眼神闪躲 对 对不起 我 我太激动了 不是故意的 乔云熙不在意的摆手 我理解 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 裴云脸上更是爆红 又推开好几步 我现在就去 说完一溜烟地跑进厨房 呼得又响起 还没有拿衣服 她就跟个愣头轻视地 转身又进了卧室 看着没了平时冷静自食的裴云 乔云熙弯了嘴角 裴云 你没事 我就先回家了 乔云熙回到家不到三十分钟 裴云就来到她家 乔云熙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笑眯眯地问 你的脚还习惯吗 裴云轻轻嗡了一声 她感觉自己的心脏 就要跳出胸腔 紧张地攥紧了手 手心已经渗出薄汗 她深呼一口气 眼神深邃地看着乔云熙 声音暗沉 小夕 我喜欢你 你能做我对象吗 第245章 刚同意做你对象 你就跑了 她一刻也不想等了 小夕那么好 她怕一转眼 她就被人抢走了 这次在吴尾山 她就暗自决定不放手 想着试了 就跟她表明心意 只是没想到 她给了她那么大一个惊喜 那现在就更没有理由放手了 她喜欢她 很喜欢很喜欢 乔云熙眨了两下眼睛 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没有想到裴云那么直接 裴云对她的不同 她自然是感觉得到 她对她也很有好感 甚至有一点点喜欢她 不过没有到非君不嫁的程度 她似笑非笑地问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裴云心中一紧 双手在身侧钻拳 骨节泛着紧绷 眼神却很坚定 那我就在你可接受的范围内 继续追求 小夕 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她坐姿鼻挺 明明在对心爱的女孩表白 却像是对着手掌汇报 说话铿锵有力 表达她保证 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坚持 乔云熙抿唇压下微弯的唇角 她身体前倾 认真看着裴云的眼睛 她看似沉寂的眸里 暗潮汹涌 额头已渗出汗滴 在这个静谧的对视中 她感受到她的紧张和期待 还有让她有些不安的 特属于男人的强势和侵略气息 她的指尖微微蜷缩 心跳有些加速 这个男人是真的很好 乔云熙的耳根有些微红 她一开视线 咳嗽一声 我同意了 裴云耳边就如有烟花绽放 脑袋里一片轰鸣 她说她同意了 同意做她对象 欢喜就像粉丝的泡泡 一层一层蔓延开来 肆无忌惮地抑上她的满眼 满心满世界 她有些语无伦次 你 你同意了 乔云熙弯了唇角 嗯 得到确切答复的裴云 压抑住内心的激动 呼地站起身 跑了出去 跑了出去 乔云熙眨巴了两下眼睛 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是 我同意了 你就跑了 几个意思 她看着裴云轻轻一跃 就跳上她家两米的围墙 再轻轻一跳 消失在她的眼前 乔云熙 很好 腿脚好了 跳得更高了 裴云一阵风势地卷进了她家 又一阵风势地卷了出来 碰 乔云熙看着裴云越上她家围墙 跳进她的院内 大步向着她走来 她抬头 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裴云此时似乎也发现了 刚刚的行为有些不妥 她脸上的通红 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大盒子递给她 她低着头 有些不敢看她 给你 乔云熙眨了两下眼睛 不解地问 这什么 她接过盒子 放到桌子上 打开 一堆钱喷了出来 是真的喷出来 不知 她怎么压得那么实的 乔云熙忍着抽动的嘴角 看了看 但是喷出来的钱 起码有上百张 什么面额的都有 盒子里更是满满当当的全是钱 一眼看过去 起码几千元 下面放着的是存折 你看看 裴云低沉暗雅的声音传来 乔云熙从一堆钱票中翻了翻 终于找到一本存折 里面的余额 简直闪下她的双眼 竟然有14786 35元 再上加上桌子上的一堆现金 总的应该有两万块了吧 在这个年代来说 裴云绝对是妥妥的有钱人 她抬头看向裴云 表情似笑非笑 晃了晃手里的存折 这是你的工资 不是说都寄给老裴家了吗 她当时就知道 裴云不可能那么老实 把钱都寄给老裴家 只是没想到 她存折里还能有那么多钱 裴云笑着解释 我说的那是普通士兵的基本工资 她对老裴家说的 第一年6元 第二年7元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待遇 说的是普通士兵 是在没有突出表现 没有提干的情况下的 而她入伍后表现突出 不多久就提了干 之后更是进入精英部队 接受更年苛 更铁血的训练 执行的也基本 全是高级别的任务 而她的职位和军衔 更是一生再生 到她的腿受伤 离开部队时 她的工资 已经是120元每个月 裴云脸上有着一丝怀念 完成任务 表现突出 一般也有奖金 看情况 多的时候能有上千 少得几十也不一定 在部队 奖金是次要的 军人看中的是国家的荣誉 她看着乔云熙 继续解释 明面上我退伍了 实际上 我的档案是保密的 一直在我原来的部队 乔云熙明白了 也就是说 她的退伍正是真的 毕竟是国家给她做的 但也是假的 上面的资料半真半假 就比如 她退伍的部队 肯定不会写她真正所在的部队 连部队都是假的 职位就更是 这也是当时马搓水 他们没有怀疑 她在工资上作假的原因 对了 我离开部队一年多 乔云熙都不知道说啥了 120元一个月的工资 那应该达到中校军衔 差不多是正团级的待遇了 她突然想起什么 那你腿好了 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回部队了 裴云眼神闪了闪 我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不过 过两天我可能得回部队一趟 文物贩子的是 她毕竟是负责人 加上她的腿 她肯定要回去一趟 乔云熙也不问她 另外一个是什么任务 她其实差不多能猜到 她把存折放回到盒子里 推回给裴云 裴云眉眉毛拧起 有些紧张地问 怎么了 乔云熙一愣 看裴云表情 她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错愕地问 你这些钱准备给我保管 她以为裴云让她看这个 是让她看看她的实力 让她对她更有信心 所以压根就没往保管钱这方面下 毕竟谁没结婚 就把钱给对象保管的 在她的那个时代 就是结婚了 也有很多人实行AA制 裴云点头 理所当然 对啊 你现在是我对象 我的钱交给你 不是应该的吗 乔云熙的表情一言难尽 裴云呀 你知道对象是什么意思吗 裴云耳根微红 知道 你是我未来媳妇 乔云熙 看着装不懂的某人 乔云熙暗暗翻了个白眼 对象就是对象 如果你表现不好 我可不一定嫁给你 裴云连忙保证 我一定表现好 都到了自己碗里了 还能让她跑了 那绝对不能 第246章 我的 全是你的 乔云熙想了想 问 你确定给我保管 这里总的应该有两万块了吧 裴云非常肯定 不但这些 我以后赚的也都给你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她想把自己最好的都给她 不过钱财而已 她其实早就想这样做了 可惜 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她肯定不会收 她也怕自己表现得太激进 吓到她 以前给她送两罐卖乳金 都要想破脑袋想借口 现在好了 能理所当然的对她好 给她买买买 不得不说 此刻的乔云熙 心情是愉悦的 她笑着问 你就没有藏点私房钱 裴云坐直身体 一脸严肃 眼里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 没有 绝对没有 我这辈子都不会有私房钱 我的 全是你的 乔云熙忍着上翘的嘴角 那你身上 总不能没点钱傍身吧 给你点零花钱 裴云勾纯 没眼里都是柔软笑意 好 听你的 裴云倒是想要用钱就跟她拿 这样就有理由和她多接触 但她也知道 这样不现实 两人还没有结婚 过于亲密 肯定要被人说闲话 她自己不在意 但要为她的名声考虑 前方面 她是真的不在意 以她的实力 随便上山搞点业务 也能卖不少钱 她现在腿脚好了 独自去黑市不在话下 乔云熙也不小气 从盒子里抽出大大小小面额 总的五百元 还有里面放着的票也拿了出来 递给裴云 不过你说 不单是你的这些钱 我自己也有钱 你有需要的话 我的钱也可以给你用 她对她好 她也愿意对她好 感情 从来都是相互的 裴云低笑出声 轻轻嗡了声 真而众之接过钱 这可是她对象给她的第一笔零花钱 心里已经盘算要给小夕买什么东西 乔云熙看她有些傻愣愣的样子 不由笑了 你等会 她转身去东屋 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装饼干的空盒子 这个盒子比裴云给她的那个小很多 给她装零花钱刚刚好 看着为她装钱合票的女孩 裴云某底含了温柔甜蜜和炙热情愫 突然想起什么 乔云熙抬头看向裴云 对了 上次滚下山坡 你的伤好了吗 裴云一愣 不在意的说 没事 乔云熙却不信 现在是对象关系了 那她就得多关心一下 她咳嗽两声 哪个 我得检查一下 裴云眨了两下眼睛 又眨了两下眼睛 明白了她的意思 脸突然有些滚烫 不用 真没事 乔云熙眯了眯眼睛 上下打量她 我不能检查 裴云盲解释 不是 能 能检查 她的眼神有些闪躲 耳根帐红 声音低呀 只要你想看 都给你看 乔云熙 不是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暧昧呢 搞得好像她是个流氓似的 她真的是想看看 她身上有没有受伤而已 裴云也不扭捏 把上衣脱下 露出精壮有力的上半身 八块腹肌排列警示 人鱼线性感分明 若隐若现 肌肉线条流畅 没有丝毫坠鱼 背部宽阔厚实 沟壑分明 每一处肌肉 都像是雕刻出来的 完美又充满力量 标准的宽肩窄腰 只是上面大大小小的疤痕 破坏了这份精致美好 却又更显野性桀骜 左肩处更是亲子一片 应该是就是那天抱着她 砸下山坡实撞的 这对于裴云来说的 真的就是小伤 这几天又在山上 忙着处理文物贩子的事 如果不是乔云熙提起 她都要忘了 乔云熙抿着唇 一时情绪复杂 可以想象 裴云这八年过的事 有多惊心动魄 她脸下眼瞼 低声说 我去拿药油给你擦一下 裴云突然拉住她的手 眸底健身 怎么了 是太丑了吗 乔云熙抬头 只是她的眼睛 不是 这些都是你的勋章 我为你自豪 只是 如果可以 以后别受伤了 裴云一愣 眼眶微色 她抓起她柔嫩的小手 把她轻轻按在她的心脏处 声音柔得能滴出水 好 我答应你 感受她强有力的心跳 以及那滚烫的身躯肌肤 乔云熙有些难受的心平复下来 两人的距离很近 她娇小的身躯 几乎贴着她的胸膛 几缕碎发划过她的肌肤 痒痒地 聊到了她的心里 让她浑身一阵站立 乔云熙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些灼热 她抽回手 后退了一步 我去拿药油 你等着 说完 匆匆跑了出去 裴云怅然若失 又暗暗松口气 她深呼几口气 把滚烫的炽热压了下去 不一会 乔云熙就拿着一罐药油 蹭蹭蹭地跑了回来 她到了一些到手心 对着裴云说 可能有些痛 你忍着点 她对擦药油 还是有些惊艳的 在末世时 她这样的孤狼 都是独自疗伤的 她的手法专业 力度适中 刚柔并济 裴云坐姿笔挺 任乔云熙动作 没感觉到痛 只觉得甜 尽管尽力压制 还是控制不住上翘的嘴角 几分钟后 才算擦好 乔云熙嘱咐 快把衣服穿上 厨房有火墙 灶里也烧着火 但温度还是有些低 裴云很乖巧 快速地把衣服穿上 又给乔云熙对了温水洗手 乔云熙把药油递给她 交代 这药油 还得坚持擦几天才好得快 裴云却没有接 抬眸 看了乔云熙一眼 又低下头 小夕 在背后我自己擦不了 下次还得你帮忙 乔云熙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机 她默默把药油收回 又把桌子上的饼干盒子 推给她 开始赶人 拿着回去吧 你这两天 最好是好好休息 筋骨重塑药剂 虽然没什么副作用 但是极致的疼痛 消耗人体大量的体力 裴云腿脚刚好就能活蹦乱跳 也只能说她体质不凡 裴云也知道 虽然不舍 但还是拿着饼干盒子 一步三回头的回家休息了 日子一晃就是两天 裴云终是回了部队 乔云熙也不确定 她几天会回来 内心多少有一点思念 不过她冷心冷肺习惯了 很快就把她抛到脑后 裴云还不知她对象 已经把她丢到呱哇国去了 她正跟陆师长汇报情况 第247章 她这辈子值了 陆师长对于她那么快完成任务 是有些意外的 这批文物上面都准备放弃了 她当时给裴云这个任务 最主要的原因是 担心她休假太闲了 闲了就容易胡思乱想 怕裴云把路走窄了 这可是她带过最优秀的兵 没有之一 裴云的腿伤 她比任何人都要痛 裴云就是天生的战士 有强悍的体质 敏锐的感知力 超强的战斗天赋 她是他们部队的王牌 看着一年多没见的裴云 陆师长的心 还是有些隐隐作疼 但 看着看着 裴云似乎又有哪里不同了 陆师长微微眯起眼睛 裴云也刚好汇报完毕 看了陆师长一眼 她咳嗽了两声 我还有一件事要报告 陆师长立刻挺直了身体 好似刚刚盯着人 直看的不是她一样 一本正经的说 说 裴云直接站直了身体 在办公室走了几步 陆师长开始还有些不明 所以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她呼的站起身 椅子被她撞得哐当 想她也顾不得理会 你 你的腿好了 她不可置信的 看着正常走路的裴云 裴云腿好了以后 不管是在沈家奥 还是回到部队 她依然按腿缺食的样子走路 不等裴云说话 陆师长快步走到裴云身前 蹲下身 拉起她的裤腿 看到如正常一般的脚腕 陆师长激动的不行 差点热泪盈眶 她忍不住上手戳了戳 真的 实实在在的肌肉 裴云内心微色 她这辈子值了 虽然没有父母缘 但她得到的更多 小时候有沈家奥 互相帮衬的兄弟 在部队有生死与共的战友 有爱护 欣赏她的领导 现在更是有了小夕 她当时痛恨她的腿瘸了 此时却又很庆幸 她的腿瘸了 不然她不会回沈家奥 也就碰不到小夕 陆师长站起来 用力拍了拍她的肩膀 觉得不够 又拍了拍 才激动的说 好小子 不错 裴云笑着恩了一声 陆师长好一会 才平复自己的心情 问 快说说怎么回事 从办公室出来 裴云轻轻输了一口气 关于要剂的事 乔云西并不希望有人知道 是她拿出来的 裴云也赞同她的意见 免得后续麻烦 还可能被调查 于是 她就找个合理的借口糊弄过去 只是有些对不起陆师长了 想起乔云西 裴云的脸色露出一丝温柔的笑 午饭也顾不得吃 匆匆去给她发了份电报 乔云西收到电报的时候 有些意外 电报很简洁 已到 误念 注意身体 好好吃饭 想你 虽然觉得裴云发电报没必要 浪费钱 但她心里却是填滋滋的 被人惦记的感觉还不错 想着她可能不用多久就会回来 她也就没有回电报回去 今天是周秀红和会计 去县城交货的日子 然后会再拖一车碎部头回来 按时间算 应该差不多回到了 乔云西起身 准备去厂里看看 她要根据碎部的颜色 给发式搭配颜色 有想法的话 还可以出几个新款 乔云西到的时候 沈大柱和冯玉西 沈小娥几个女工 已经在卸货 把一捆一捆的碎部头 往仓库里搬 看到她来 众人都笑着打招呼 乔云西也上前提了两捆部头 往仓库拿 几人说说笑笑 气氛很是欢乐 搬完后 沈大柱就去骇车了 周秀红到了办公室 给乔云西汇报 这次的出了多少货 收入多少钱 支出多少钱 李主任那边有什么新的要求 其实这些不用给乔云西汇报 毕竟她才是厂子的负责人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厂子是乔云西一手组建创办的 没有乔云西 就没有这个厂子 有乔云西在 得到她的肯定 周秀红才敢到安心 才敢放心大胆地干 所以厂里有什么事 周秀红都忍不住向乔云西汇报 冯玉西等人已经按惯例 抽取了不同色的碎部 来到办公室 把碎部放到桌面 乔云西根据这批碎部的颜色 材质确定要不要重新设计款式 不多会 沈香香周运几人也来了 他们是针织组的 也就是围巾帽子手套的编织 毛线每次回来的 也不一定是一样的颜色 反正有什么原材料 他们就用什么 没条件挑剔 天冷大家回家做工后 每到交货的日子 众人都会来仓库集合 等确定了款式 才好不样再拿回家做 乔云西看了一下这批碎部 有很多和之前的一样 有小量新料 这些按老样子做就行 乔云西指着之前的老廖说 新料他随意在桌面搭配着 不一会就搞了十多个配色出来 这几个按这个配色做0256款 这几个做0276款 他又把新碎部做了安排 为了方便 每个款都是有编号的 众人大声应试 尝到甜头的他们 对乔云西是百分百的信任 和绝对的服从 在周秀红的指挥下 大家动作起来 根据情况开始财部 搬货 分配任务等 沈香香笑嘻嘻的 把这次带回的 两个新色毛线球 放到桌面上 小夕 这次只有两种新色 要开新款吗 下雪的几天 乔云西还真心学了几种新针法 他现场教学 几人都学得很认真 有基础在 不过两分钟就学会了 乔云西又给他们做好配色 分发任务 仓库里一片热闹 其乐融融 只是这份平和 很快被打破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 走进仓库 身后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 正在帮忙裁剪的一个女孩 看到老妇人时 眼神慌乱 她咬了咬唇 低下头 她旁边的沈青桃 用肩部碰了碰她 春喜 你奶怎么来了 沈春喜低着头 好一会才说 不 不知道 周秀红也看到了老妇人 满脸疑惑地问 孙婶子 你怎么来了 孙老婆子对着周秀红笑的满脸折子 秀红呀 婶子找你有事了 周秀红笑着说 有事你说 孙老婆子看了看 坐在一旁的乔云西 和沈香香几人 对着几人扯出一个笑容 算是打过招呼 之后她才叹口气 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 我家春喜不是运气 好在你们这工厂上工吗 我就想着 她那手艺还不如春宴的 你看能不能把春喜的工作 转给春宴 第238章 常理 有人闹事 周秀红颜里闪过了然 都是一个村的 沈春喜家的情况 她是知道的 沈春喜她亲奶 在生她爹沈黑豆时 就难产没了 俗话说的好 有了后娘 就有了后爹 她爷爷再娶了后奶 也就是眼前这个孙老婆子后 就开始经常打骂沈黑豆 特别是孙老婆子 又给她生下几个儿子 这种近乎虐待的打骂 更是家常便饭 后来沈黑豆成了亲 生了娃 在这个家被奴役的人 除了她 又多了她的妻子和儿女 沈春喜是沈黑豆的第一个孩子 很小就帮着家里干活 她很能干 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针线活也做得很好 一大家人的衣服和缝缝补补 基本都是她做的 当初沈春喜面世上女工时 孙老婆子还不太在意 农村开的厂 还是刚办的 谁知道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还难说了 哪知道不过一个月 她就知道了 她错了 错得离谱 工厂不但发了工资 据说最低的都拿了18元 春喜这死丫头 更是拿了21元 那可是21元 她一大家人忙死忙活 这一年也才分了98元 钱虽然都交给她作为家用 但这么好的工作 在春喜手里就是浪费 当然是给春宴这个亲孙女保险 只是 平时看着老实的死丫头 竟然敢不同意 果然不是亲生的 就是养不熟 无论她如何威胁利诱 这死丫头咬死不肯 她只好亲自带着春宴 来找工厂负责人说 周秀红看向低着头的沈春喜 问 春喜 你怎么说 沈春喜抬头有些胆怯的 看了孙老婆子一眼 咬着唇 眼眶里有泪打转 好一会 她才坚定的说 我不同意 她没有想到 后乃尽会闹到厂里 她难堪又害怕 还有些无地自容 觉得自己给厂里惹麻烦了 孙老婆子冷吃一声 我们大人说话 你小孩子别插嘴 说着 她又对着周秀红说 反正这个工卫是我家的 按理说 我想给我家的谁都可以 是这个礼吧 说起来 春喜的针线活 还不如春宴的呢 我也算为常理着想 春宴肯定能做得更好 众人都看着她 表情各异 这么不要脸的话 她是怎么说出来的 工卫明明是沈春喜面试考的 怎么就成了 她家的了 再说了 她的家情况 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沈春宴有手艺这东西吗 整一个好吃懒做的货 周秀红摇头 孙婶子 这个工卫是春喜的 是她凭本事考进来的 上个月她做的也不错 所以我们没有打算开除她 孙老婆子不乐意了 春喜她是我家的人 她的东西 自然就是我家的 人家城里的工作 还可以转换和买卖呢 怎么到了 我家就不行了 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老婆子吗 周秀红不想和她纠缠 她看向沈春喜 春喜 这是你的家事 按理说我不应插手 但 现在你的家人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了 希望你尽快解决好 周秀红做了一段时间的厂长 待人接物 已经有了一定的章程 沈春喜脸上 清白交加 她鼓起勇气 上前拉住孙老婆子胳膊 来 咱们回家再说 孙老婆子一把甩开她 指着她怒骂 你这个白眼狼 忘了 是谁把你养那么大的了 现在长本事了 我的话 也不听了是吧 你这个不孝的玩意 沈春喜被气得胸口不住起伏 这个家什么时候养过她 她还不会走路时 是她娘背着她干活 她四五岁时 就跟着爹娘上工干活 她明明是姐姐 却只能捡沈春宴他们的 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穿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 即使她把工资全都上交了 后来他们 依然要把这份工作抢走 凭什么 愤怒让她有了勇气 她只是孙老婆子 声音响亮了不少 这工作 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走 如果你硬要抢 硬要闹 那我情愿辞工 别说工作了 你以后一分钱都别想得到 乔云西挑眉 这是觉醒了 果然 人有了生存能力 就有了底气 就有了反抗的资本 孙老婆子微张着嘴巴 不可置信地瞪着沈春喜 这是沈春喜长这么大 第一次这样大声跟她说话 就是连沈黑豆在她面前 都跟个安春似的 她在家强势惯了 突然被沈春喜吼懵了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 指着沈春喜大骂 好你个死丫头 破烂货 翅膀硬了是吧 连你奶都敢吼了 看我不撕落你的嘴 她上前两步 伸出手拍向沈春喜 哐当 啊 孙老婆子感觉小腿被什么撞了一下 身体一个不稳往前扑去 裂切了好几步才站稳 惊魂未定的她回头看去 才发现刚刚撞她的是 一张凳子 乔云熙不好意思的笑笑 不好意思 不小心踢了凳子一下 众人这时才反应过来 表情不一 沈春艳忙上前 扶住孙老婆子 奶 奶 你没事吧 沈春喜暗暗松口气 她看向乔云熙 面露感激 又有些羞愧 孙老婆子一阵后怕 她这个岁数 如果真摔了 还不定出什么事 她转身看向乔云熙 见她面上唇凉无害 不是故意的 如果是无心的还好 如果是有意的 是不是就说明 她是站在春喜那边 孙老婆子可不敢小瞧乔云熙 这个下乡一年多的知青 不但给村里建了学校 还凭一己之力建了这个小厂 装装渐渐 全是和村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 毫不客气的说 她为沈家澳大队做的贡献 比沈建军这个做了十多年的大队长还要大 可想而知 乔知青现在在村里的声望有多高 孙老婆子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没事 只是 春喜丫头到底是我家的人 我教训我家小孩而已 希望大家不要插手我家的事 五一了 祝各位宝宝五一快乐 玩得开心哦 下花线 哦 后脸皮求一波五星好评和为爱发电 感谢大家 爱你们 第249章 乔知青说话比我管用 乔云熙点头 沈春喜作为我们美美服饰厂的工人 她的私事我们确实不方便管 但这里是美美服饰厂 你们过来闹事 那就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了 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还有 美美服饰厂指认考核进来的工人 没有所谓的工位传承 也没有转让一说 这点我很早之前就说过 希望大家记住 这不是一句空话 听到她的话 除了沈春喜 还有另外几个女孩 表情都是一喜 就如吃了定心丸 她们看向乔云熙的目光 满是感激 还带着思思崇拜 看来碰到类似问题的 不仅仅是沈春喜一人 也是 这可是一个月二十多元的工作 孙老婆子抖着嘴唇 心里憋屈的不行 但她不敢和乔云熙对上 沈春宴就没那么多顾虑 她瞪着乔云熙 你在场里算什么职位 人家周厂长还没有发话呢 有你说话的份吗 她还自以为聪明的挑拨 离间了周秀红和乔云熙的关系 得意洋洋的瞟向周秀红 她早就看乔云熙不顺眼了 明明和她差不多大 又是见笑 又是见场的 能得她 周秀红冷笑 不好意思 乔知青还真有说话的份 这个场 乔知青说的话比我的管用 沈春宴脸上的笑僵住 什么意思 这周秀红是不是蠢 听不出她在为她说话吗 现在 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说 以后在这个场里 她这个场长 还有什么威严 沈春宴咬着嘴唇 一副渲燃欲气的样子 我也没有说错啊 乔知青她又不是场长 凭什么她说了算 周秀红内心冷笑 就这样似的 还想挑拨离间 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呢 她看了众人一圈 声音铿锵有力 凭这个场是乔知青建起来的 凭款式都是乔知青设计的 凭销售路子是乔知青谈成的 可以说 没有乔知青 就没有这个场 也就没有大家 现在每个月二十多块钱的工作岗位 沈香香冷哼一声 跟着说 就是你沈春宴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来我们场里指手画脚 可不是 苍蝇带网子 好大的面皮 谁给你脸了 冯玉西冷吃 站在他旁边的周运点头赞同 确实 沈春宴同志 你连我们场里的工人岗位都没考上 要说资格 你是最没资格 沈小叶笑着附和 有些人就是这样 没点自知之明 对 沈小娥很想跟着骂两句 但她嘴笨 找不到词 就干脆直接附和一句 以表示她对乔知青的支持 和对沈春宴的鄙视 她这一声说的响亮又突兀 在空旷的仓库 厂房 回荡 众人 硬得很好 下次别硬了 沈小娥也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不是 刚刚明明很多人在说话 怎么到她说话时 突然就没声音了 她偷偷地往后躲了躲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沈春宴气得要吐血 连沈小娥这个劳改犯的家属 也敢对她 想当初 沈小娥连走路都是低着头 微微懦懦的 现在倒是硬气了 敢这样和她说话 她指着众人 你 你们太过分了 呜呜 说着 就她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流 好像大家欺辱了她似的 乔云熙都佩服她了 眼泪说来就来 想当初她很努力憋泪 也没憋成功 也就是和沈春宴关系不好 不然非得问问她这憋泪 有什么技巧 沈香香发了白眼 上去一巴掌 拍开沈春宴指着众人的手 你什么你 别用手指着我 想干架就滑下道来 冯玉熙冷哼 阴阳属性发作 就她这样的白莲花 除了流猫尿 还会干什么 干架 她会吗 她只会甩你一盆眼泪 外加一盆鼻涕 淹死你 信不 乔云熙 她甘拜下风 吵架果然还得看冯玉熙 沈香香 想到她被浇了一盆鼻涕的画面 她打了个冷战 如果真是这样的干架方式 她直接认输 众人 脑海里有画面了 好诡异 仓库突然落针可闻 连沈春宴都惊呆了 忘了哭 一时气氛很尴尬 周运咳嗽两声 努力缓解气氛 嗯 她看着确实不会干架的样子 可能她的能力 都在嘴上和眼睛上吧 呃 还有鼻子 众人 更诡异了 沈小叶看着又开始哭唧唧的沈春宴 补充 那么会哭 今天喝了很多水吧 不然非把自己哭干了 众人终于忍不住 全都哄堂大笑 沈春宴气急 眼泪流得更欢了 还冒了不少 鼻涕泡出来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呜呜 乔云西摇摇头 沈春宴是吧 我们厂里谁说了算 都不可能是你说了算 你一个外人 更没有插手的资格 还有 我们厂里只招有真本事的人 那些只会窃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是绝对不会收的 说着 他又转向周秀红 我们厂里 是不是应该招个保安 不然 谁都能进来 万一东西丢失了 就不好办了 沈春宴更气了 指着乔云西怒吼 你 你你说我是小偷 乔云西还没说话 沈香香啪的一声 拍开沈春宴的手 你什么你 指谁呢 你是不是欠揍 孙老婆子急了 忙上前 忽在沈春宴身前 对着沈香香怒斥 你怎么能打人呢 香香丫头呀 不是大娘说你 女孩就要 有个女孩的样子 你看你像个什么样 人家哪里打人了 沈香香只是把沈春宴 非常没礼貌的手指 挪个位置而已 冯玉西一本正经 重新定义了拍这个动作 扑斥 周运没忍住笑出声 看众人都看向他 他忙收敛笑意 这只手确实没礼貌 该挪 这次笑的人更多了 孙老婆子被对得又羞又怒 终于发现了问题 凭他一人 怎么吵得过这么多人 他眼神阴狠 恶狠狠地撞向周运和冯玉西 沈香香有个队长跌他 不敢对上 你们两个外地来的知青 算什么东西 在村里毫无根基 打了就打了 第250章 121 走 乔云西抬眸 眼神冰冷 脚轻轻一勾 旁边一张凳子 就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凳子砸到孙老婆子膝盖上 哎呀 孙老婆子 只觉被腿上传来剧痛 他一下扑倒在地 沈春宴吓住了 连忙上前 去扶孙老婆子 嘴里大喊 来来 你没事吧 孙老婆子被摔了个七分八速 一时有些猛 倒在地上 哎呦哎呦的叫着 沈春宴抬头满脸 阴狠的瞪着乔云西 乔知青 你怎么可以打人 我乃那么大岁数了 万一出事了 你负责吗 乔云西扯了扯嘴角 打人 我可没有打人 大家都看到了 我离孙大娘 还有鸡米远呢 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凳子 这凳子 也不知是不是太有正义感了 竟然直接跑到你乃脚下去了 说起来 你还应该感谢这凳子 不然 就周知青和冯知青这样的体格 被你奶撞一下 说不得就被撞成几片了 到时候拼都拼不起来 你们能负责吗 惊魂未定的周韵 倒也不必把我说的 跟个快散下的破旧物品 冯玉西却细经上身 拍着胸口后退一步 可吓死我了 我身体差 要真被撞着了 那肯定半条命都没了 说着 他转头对着乔云西郑重感谢 乔知青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不然 我 哎 像我们这样千里迢迢来支持农村建设的知青 就是被撞死了 可能也没人为我们做主 哎 乔云西抽了抽嘴角 这人比他还能扯 不过他的演技也是在线的 接得上戏 他神情很认真 不用谢 就是任何一个人 看到有人气负弱小 都会站出来的 孙老婆子都被说懵了 夸张的疼呼声都忘了喊 一时竟不知要不要用上他的撒泼大法 沈春喜鼓起勇气上前 来 你们不要闹了 求你们回家吧 沈春艳正觉得怒火无处发现 见沈春喜这个时候 还反冒头 他唰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推了他的一把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 还不是因为你奶才摔倒的 你这个不笑的玩意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工作 还是因为 今天大家都帮他说话 给了沈春喜足够的勇气 他做了一个平时不敢做的动作 直接把沈春艳的手挡了回去 还反推了一把 嘴里不客气的回怼 我上个月 可是给奶交了二十多块钱的 我不笑 那你交了多少钱给奶 没进场上工之前 我每天也都是拿八个公分的 你呢 能拿两个公分不 沈春艳被推的一个裂剪 他不可治的看着沈春喜 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不但敢还嘴 还敢还手 他气得上前一巴掌 甩向沈春喜 有了底气的沈春喜 可不惯着他 一把抓住他的手 用力一推 今天我就把话聊这了 这个工作 我就是不要 也不会让给你 沈香香拍掌 好 说得好 早就应该这样了 春喜 我支持你 他以前是看不惯沈春喜的 总是低着头 唯唯诺诺的 被他后来打骂 不敢反抗就算了 被沈春艳这个堂妹欺辱了 也不敢说话 就是个瘦气包 大家成了女工后 同在厂里一起干活 他慢慢的觉得 沈春喜虽然懦弱 但他人是真的好 谁需要大把手 他都愿意帮 性格温和 做事有条理 手脚也麻利 厂里有啥活都抢着干 慢慢的他就理解了沈春喜 父母懦弱 在家完全没有地位 他在这样的环境的中长大 性格被养的软弱很正常 孙老婆子看形势不对 一拍大腿开始哭嚎 天啊天啊 你这个糟雷劈的不笑玩意 连你奶的话都不听了 大家来评评理啊 我把他养那么大我容易吗 我 结果就养出了白眼狼 现在有了工作 翅膀硬了是吧 就不管我这个老婆子了 老天爷啊 你睁开眼看看啊 周秀红一拍桌子 行了 要好回你家好 别在我们厂里闹事 我们还有工作 孙老婆子 一擦不存在的眼泪 指着周秀红 什么你们长 这里明明就是大队部的仓库 我作为大队议员 就有权力待在这里 我呸 谁也别想赶走我 周秀红冷哼一声 懒得再跟他扯 对着众人拾得了眼色 带头往孙老婆子走去 有好几人也跟着上前 有人抬脚 有人抬手 还有人拖住他的脑袋 可谓是服务非常周到 呼啦啦的 就把孙老婆子抬了起来 混乱间 作为抬头的沈香香 暗措措的戳了 孙老婆子的眼睛好几下 疼得孙老婆子 嗷嗷直叫 众人不管他的痛乎 抬着人就往仓库外面走 孙老婆子虽然六十多岁 但干惯了农活的身体 非常不错 缓过神来的他大力挣扎 嘴里还不停地大骂 你们干嘛 干嘛 你们想干嘛 救命呀 杀人了 杀人了 哎呀 我跟你们没完 哎呀 周秀红这些女人 也不是好惹的 看孙老婆子 跟个要翻身的咸鱼的似的 不停扑腾 几人对视一眼 手里暗暗用力一掐 他们都是干惯农活的 力气不小 孙老婆子再也骂不出声 只剩下七粒惨嚎 周秀红领着众人 开始喊口号 一二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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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喊着口号 踩着整齐统一的步伐 硬是走出士兵列队 走正部那位 伴随着口号声和惨嚎声 孙老婆子就像一头猪一样 被抬着就出了仓库 正哭唧唧的沈春艳都懵了 他奶呢 他那么大的一个奶呢 突然就消失了 他哇的一声哭出来 跑着跟在众人后面 嘴里大喊 你们放手 放手 你们要干嘛 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跟你们没完 乌乌乌乔 乔云熙满脸兴奋跟在后面 眼里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村里的这些女人 真的太可爱了 到了仓库大门口 周秀红几人正要把人放下 乔云熙大喊一声 等一下 第251章 走你 刷 众人的视线都看向乔云熙 满脸疑惑 乔云熙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大草垛 把孙大娘放到那里吧 那里软乎 地上太硬了 别弄伤了他老人家 周秀红眼神一亮 跟台人的几人对视一眼 几人立刻心意相通 121 121 整齐滑一的口号再次响起 几人合力把孙老婆子当了起来 越当越高 越当越高 走你 随着周秀红的一声走你 孙老婆子飞了出去 飞了出去 啊 惊句道破音的惨叫声响起 砰 雪渣飞溅 孙老婆子被扔到了大草垛上 摔得七荤八素 只觉眼前全是星星 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夕 不远处听到厂里出事 正匆匆赶来的沈建军几人 顿住脚步 不 准确的说还后退了两步 几人面面相去 表情奇怪又复杂 沈解方弱弱的问 咱们还过去不 好像 可能 或许 他们不需要 我们帮忙 他们是听说 孙老婆子到美美服饰场闹事 担心厂里全是女人解决不了 这才着急忙慌的赶来 没想到 看到竟是这样一个画面 村里的这帮娘们 果然都很虎 沈湛齐咳嗽两声 我觉得不用了吧 他们 自己的是自己处理 哎 冷锁了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他不管几人的什么表情 挥挥手转身走了 沈建军 他没有记错的话 听到厂里出事 最着急的 就是这老头了 现在 村里办厂 最高兴出了他这个大队长 就是沈湛齐这个村之书了 这可是十里八村的头一份 特别是上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看着厂里的女工 人均二十多元的工资 还有一个月几百元的厂里收入 这些收入 属于大队所有成员的 按这个势头发展 到明年分红时 但是厂里的收益 就能给大队的每户家庭 多分十多元钱 再努力一把 一户多分二十元 也不是梦 他当时看到这老头 眼眶都红了 大家的日子都太苦了 他们这些村干部 算不上多正式的官 但既然接了这样的担子 自然是想让自己的大队成员 过上好日子的 这不听到厂里出事 这老头虽怕冷 却啥也顾不得 就火急火燎的一起来了 沈解放看了他爹一眼 建议道 要不咱也回去吧 我看周厂长就处理的挺好的 比你 比咱们男人都给力 差点说漏嘴的沈解放 偷瞄他爹的脸色 万一势头不对 他就立刻逃命 沈建军邪逆他一眼 这臭小子 是嫌弃他处理事情太温和了 他从来不小瞧女人 也坚信 女人能顶半边天 只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沈家傲的女人 不但能顶半边天 只要给他们一个支撑 他们能全顶 此时此刻 他突然觉得可能或许 他平时处理事情 真的太瞻前顾后了 沈建军有那么一刻 陷入自我怀疑中 他叹口气 看到不远处 有不少人往这边来凑热闹 对着几人挥挥手 行了 回吧 乔云西看着远处 转身离开的沈建军几人 嘴角翘起 周秀红拍拍手 行了 就送孙沈子到这了 以后 不经过我们同意就进场的 我们就这样送出来 奶 奶 你没事吧 哎呀 奶 呜 沈春艳这时才从里面跑出来 他一下扑倒正躺在草垛上的孙老婆子身上 大力摇晃孙老婆子身体 孙老婆子 刚刚被当得好晕 现在被晃得更晕 他想吐 孙老婆子呕的一声 真的吐了出来 喷了沈春艳一脸一身 酸臭的气味 一下充满他的鼻尖 沈春艳呆住了 他甚至不敢张嘴 不然 呕 他忍不住干呕起来 本来呕出来舒服一些的孙老婆子 看到满身呕呕 还对着他干呕的沈春艳 他一时没忍住 又开始呕吐 众人都被突然互呕 两人弄猛了 表情一言难尽 沈春喜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也没有上前帮忙 表情有些木然 沈香香拍了拍的他的肩膀 春喜 你看 只要你强硬起来 就没人能欺负你 周秀红也跟着说 嗯 你现在有工作 能养活自己 咱不用靠任何人 那就不用卑躬屈膝地活着 沈春喜点头 对着大家道谢 乔云熙看了沈春喜一眼 只说了一句 当断则断 沈春喜表情一正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咬了咬唇 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滴滴恩了一声 在雪天之前 他和大家在场里一起干活 他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的温满 也第一次知道 女人也可以养活自己的 女人不是赔钱货 耳边也不再是赔钱货 见丫头 养你不如养条狗 你爹就是个扫把星 你也是个扫把星 你们一大家人都是贱命 都靠我们养着 在这里 他帮了忙有人跟他说谢谢 他做的好会有人说你好厉害 做的不好也没有打骂 会耐心的教学讲解 他想 这大概就是别人说的 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 他想做这样的人 所以他很珍惜 很珍惜这份工作 所以天气冷了以后 大家把货品都拿回家做 沈春艳和后奶说要一起做 可以多拿工钱 他人生第一次坚定的拒绝了他们 他们的手艺 他又不是不知道 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做坏他的货 这市场里的货 是属于大队财产 既然是分配给他的任务 他就有义务保护好大队财产 那一次 他娘 一个和他爹一样懦弱的女人 坚定地站到了他身边 跟他一起护住了他的祸 也正是因为这次 后奶才决定 要把他的工作换给沈春艳 可能是觉得 他不可控了 这边 孙老婆子终于吐得差不多了 顶着满身的乌乌 指着周秀红 哎呀 你们 你们这帮贱人 我要杀了你们 周秀红双手插腰 我怕你 来啊 有本事你过来 看我不把你牙拳打掉 厂里其他的女人都满脸不屑 又鄙视地看着他 大有你动手试试的架势 第252章 觉醒的家庭 孙老婆子吓了一跳 他年龄大了 可经不住折腾 他拍着草舵大豪 老天爷啊 还没有天理了 一大帮人欺负我一个老婆子 哎呀 大家来看看呀 来看看这些的糟瘟的玩意 这时 已经有不少村民围了过来看热闹 不用他们开口问 沈香香这些当事人 就把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众人看孙老婆子的眼神都透着古怪 议论纷纷 孙婶子这就是你不厚道了 春喜怎么也是你家的孩子 我可是听说 她上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了 可不是 我家也就是没人考进场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论了 作为家人 怎么还能拖后腿 就是 春喜从小就能干 那真脚细密的 你再瞅瞅你家春艳 她的手工活哪比得上春喜 这不是咱自家招牌吗 哎 后奶就是后奶 这黑豆一家也是 哎 听着众人的话 孙老婆子气疯了 她扑腾了好几下 又见起一片雪花和草墨子 才站起来 她正要指着众人怒对 就听到了一声淒厉的大喊 娘 我的娘嘞 你怎么了 是谁 是谁那么狠心 这样对你老人家 沈春艳的老娘 飞奔着跑了过来 嘴里大喊大叫 好似孙老婆子 已经隔屁了一样 她的后面 还跟着一大群人 有老有少 原来是孙老婆子家人 听说她在场里闹起来了 这才全家出动匆匆过来 春喜也也在其中 她脸上阴沉的可怕 她扫视众人一圈 最后把目光又转向沈春喜 沈春喜身体本能色缩了一下 她身侧的拳头紧紧攥起 深呼一口气 抬头 挺胸 正是她爷爷的目光 不再闪躲 春喜也皱眉 浑浊的三角眼眯起 她想不到 以往见了她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孙女 竟然敢用这样的眼神看她 真是反了天 回家后 看她怎么收拾她 一个丫头赔钱货 家里有她一口吃的 就该感恩戴德了 她转头 看向周秀红 目光很利 就是这些个女人 带头把她家老婆子打了 还教坏了春喜这死丫头 周秀红的男人冷哼一声 悄悄挡在她媳妇前面 眼神和春喜也对视 毫不退让 哼 谁家没个男人似的 有种单挑呀 她能一人干翻她一家 她媳妇可是厂长 一个月拿三十元工资呢 村里的头一份 她在田里一年到头 挣得的公分 还不够她媳妇一个月的 不支持她的工作 才是傻子 和她一样做法 还有不少的女工的家人 想欺负她们的妻子女儿 没门 看着隐隐和她家 形成对抗的众人 春喜也眉头皱得 能夹死苍蝇 她看向自家 满身污垢的老婆子 内心也有些不满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蠢货 她虽然憋屈得要命 但也不敢和那么多人对上 四十个女工 那就是四十个家庭 还有无数个 想进场的家庭 这些人自然会 站在工厂的一边 维护工厂 想清楚的春喜也 努力压下心头的玉器 对着自家人说 行了 回吧 孙老婆子不干了 凭什么 他们全都欺负我一个老婆子 他们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春喜也瞪了她一眼 看不清形式的蠢货 她对着几个儿子挥挥手 带上你们娘 回家 几个儿子听话的上前 抬起孙老婆子 就往家走去 气得孙老婆子不停的怒吼 你们这帮不孝子 放开我 哎呀呀 你们这群闹货 你娘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不懂打回去 哎呀 我养你们有啥用 沈春艳没讨到好处 还被吐了一身污垢 气得咄咄脚 擦着眼泪跟着跑了 春喜爹娘站在春喜的身边 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顺从惯了 第一次没有按春喜也乃的意愿做事 但 他们还是想为自己的闺女争取一下 这可是一个月二十多块钱的工作 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女儿争切 既然考上了 他们做父母的 不知有多高兴 有多自豪 别人看到他们夫妻 也总要夸一夸春喜 他们第一次有了为人父母的骄傲感 也是一次 感觉到 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差 他们也舍不得女儿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在场里上班多好 一个月拿二十多呢 比去田里干活强多了 都是他们夫妻没本事 才让他们的孩子跟着受苦 只是 现在 有些不敢回去面对 不用想都知道 回去后必有一番暴风雨 沈春喜看着站在他身旁的爹娘和弟妹 脸上的神情平静 情况没有他想的那么糟 不是吗 起码父母弟妹是站他这边的 他轻哭一口气 对着众人鞠躬 谢谢大家今天为我说话 我记在心里 众人笑哈哈的安慰他一番 就各自散开了 很快现场只剩下场里的女工 周秀红大声说道 行了 大家赶紧回去干活 不然今天搞不完力 两个小时后 大家各自拿着分配道的任务 准备回家 仓库大门口 沈黑逗夫妻和他们的儿女还没有离开 正缩着脖子迎着寒风站在那里 同样站在门口的 还有柳青川 他看到周运时脸上露出一个清浅的笑容 他上前接过周运手里的材料 我来拿 周运清浅恩了一声 问 你怎么来了 沈香香笑着打去他 西西 肯定怕你拿不动呗 柳之清对媳妇可真好 被他一说 众人都笑着打去他们 这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妻 被众人打去的毫无还手之力 脸红红的 有些不好意思 又有些甜蜜 两人简直是落荒而逃 沈姐放接过沈香香的大包裹 笑嘻嘻的说 没事 你有哥呢 哥给你拿 沈香香毫不客气的 把手里的东西 一股脑的推给沈姐放 哼 你也就这点用处了 沈姐放 这妹妹是白疼了 沈香香回头 对着乔云熙挥挥手 小夕 我回去了 要一起吗 乔云熙笑着摇头 不用 你先回吧 我骑自行车来的 雪虽然有些厚 不过村里的路 大家经常走 踩出来不少痕迹 自行车勉强还能骑 沈香香笑着点头 那你注意安全 骑慢些 乔云熙对着她挥挥手 正准备去骑她的车 周秀红叫住她 小夕 第253章 分家立起来的一家人 乔云熙回头 怎么了 周秀红把她拉到一边 问你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招一个保安 她也是刚刚听乔云熙说起 才想起这一茬 仓库是有仓管员的 只是秋收后 粮食都分了下去 仓库里剩下的东西不多 天气又冷 所以都给放了假 而且仓库的周围有几户人家 真有人到仓库搞动作的话 多少也能留意到 不过 仓管员是管理大队仓库的 忙起来肯定无法兼顾到他们厂里 当然了 最主要的是厂里 效益不错 招个保安 既可以帮忙开门顾获 又可以给村里多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 乔云熙想了想才说 最好是招一个 不过 这样的天气 仓库肯定不能长时间待人 太冷了 等开春后再招吧 周秀红一想 也是这个礼 不过她性子急 拉着乔云熙不放手 那我们现在就去和大队长说说看 先物色好人愿 乔云熙哭笑不得 我就不去了 沈子 你去就行 沈春喜一家留在最后 看着众人离开的背影 她的眼神渐渐坚定 她回头对着父母和弟弟妹妹说 咱们也回吧 沈黑豆欲言又止 眼里都是担忧 不过她什么都没说 跟在女儿后面往家走去 冯玉熙抱着重重的一大包货瓶 跟在周运和柳青川的后面 看着病肩而行的两人 她眼里有羡慕 还有些落寞 她这样的人 很难百分百去相信一个人 所以也很难把自己的感情交付出去 或许 有一天 她会找一个合适的人 搭伙过日子吧 到了一个分岔路口时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停住脚步 等了好一会 才远远看到沈小鹅的身影 冯玉熙小声喊住她 沈小鹅 我有事找你一下 能到那边说说话吗 正和沈小叶说着话的沈小鹅 抬头看到是她 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点头 沈小叶看了冯玉熙一眼 低声对沈小鹅说 我在那边等你 有事你喊我 说着 她接过沈小鹅手里的大包小包 她自己的货都在身后沈康的手里 理论上来说 沈小鹅和冯玉熙算是有仇 她有些担心 沈小鹅已经成长了很多 她也不拖大 笑着道谢 谢谢小叶姐 我很快的 她快步走到冯玉熙不远处 问什么事 冯玉熙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口袋摸出两块钱递给她 你哥 之前确实是帮我干活了 两年时间 我也吃了她偶尔拿来的食物 现在也算不清多少钱了 我想按工钱算给她 就算二十元吧 我上个月领的工资 都用来买了过冬的东西 手里没什么多少剩余 先给你两块钱 下个月领了工资 我再给你其他的 沈小鹅有些意外 她后退了一步 不知道这个钱要不要拿 她低着头 这是你和我哥的事 你 你到时候和她说 冯玉熙不由分说 把钱塞到她的手里 你到时候和她说吧 如果她觉得不应该收 到时你还我就行 说着 她转身就离开了 沈小鹅看着她的背影 又低头看她手里的钱 咬了咬唇 她上个月领了工资 买了布和棉花 做了一件棉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往年猫冬她 因为没有厚棉衣 只能窝在炕上 今年如果不做 她都出不了门来领工作 所以 她发了工资 就麻溜做了一件棉衣 她和娘一起穿 谁出门谁穿 而她家因为她娘的病 至今为止 已经欠下差不多上百元的外债 特别是哥哥 被抓走后的那一个多月 她娘几乎就没有停过药 好在最近可能是看她拿工资了 生活有了盼头 她娘的身体也有所好转 能起来活动活动 有条件的话 她还想给她娘 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 所以 尽管她领工资了 经济上依然很拮据 沈小爷看冯玉西离开了 沈小娥还站着不动 她有些担心的上前 问 怎么了 沈小娥苦笑 把事情说了一遍 沈小爷有些意外 她对冯玉西突然有些改观 二十块钱 其实不少了 沈永强虽说帮她干活 但也只是她忙完后有空时 真正算下来 并不会有太多时间 至于拿吃的就更是了 这年头都困难 自己都吃不饱 又能抠出多少来送给她 她不有感慨 那逢之亲 我看她最近好像改变挺大的 她又看了沈小娥一眼 斟酌了一下 才说 这件事 其实双方都有些问题 钱你需要 就先拿着吧 具体的等你哥 回来再说 如果到时候 她觉得不应该收 这钱就当是借的 等以后 欢愉了再还回去 沈小娥滴滴应了一声 过了两天 周秀红来找乔云西唠嗑 说是保安人员找好了 是沈宝国 沈宝国今年42岁 曾经也是出名的猎手 在一次进山时 碰到了一头老虎 尽管当时 他们一起总了四个猎手 后果依然很惨烈 一死一伤 伤的人正是沈宝国 他硬生生被咬掉一条手臂 和另外两个猎手逃回了家 而死的那人 连尸体都没能带回去 周秀红满脸惆怅 这沈宝国 虽没了一条手臂 干活慢了很多 拿不了多少公分 但他打架挺狠的 对付两个普通人 完全没有问题 主要的是 他养了条猎犬 很厉害 乔云熙对沈宝国 还是有些印象的 这人不怎么说话 闷头干活 四十多岁 还是光棍一条 家里还有一个老娘 对他老娘挺孝顺的 村里对他还算照顾 尽量给他安排单手能干的活 乔云熙点头 嗯 你们商量好就行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周秀红喝了一口温水 继续说 春喜家 昨天分家了 乔云熙眼神一亮 他当时就看出 沈春喜应该会有所动作 只是没想到那么快 周秀红也很感慨 想不到吧 我也想不到 前天春喜一家回家后 据说争吵得很厉害 我听着他们附近的人家说 沈黑豆和他媳妇 第一次开口 反驳他爹和后娘的话 第二天一早 也就是昨天 沈黑豆带着全家人 就去了大队长家 要求分家 第254章 顾兄奏夫的狠人 乔云熙有些好奇 春喜他也乃能同意 沈春喜现在可是 拿着一个月20多工资的工作 周秀红冷吃一生 自然是不同意 不过这次沈黑豆可能有了底气 很硬气 反正到了一个上午 他家的情况 我们大家伙都是知道的 以前沈黑豆自己不争气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现在他立起来了 几个村干部 多少还是偏着他的 在大家的支持下 家还是分了 乔云熙还是很为沈春喜开心的 分了就好 开始可能苦点 以后会好起来的 周秀红满脸赞同 谁说不是呢 春喜爷也是够狠的 每年要沈黑豆 给他50元养老钱 还有一百斤粮食 村里分家的人家 没有特殊情况 养老钱一般也就给个五元的 顶添了十元 春喜爷开始还誓字大开口说 每年要二百元 说是春喜能赚钱 不差这点钱 沈建军几人都看不过去了 合着人家都给你打工了 最后一番交涉下 价格降到了50元 再低 他就不愿意分了 要分就去公社 告沈黑豆不笑 说起这个 周秀红脸上还有些气氛 哼 二百元 亏他敢想 他也不想想他这么些年 是怎么对沈黑豆的 就算去公社 告他也不占领 事情如果闹到公社 春喜爷奶和沈黑豆的名声 都不会太好 傅不辞 子不孝 这个不孝 虽然是建立在傅不辞的前提下 但这个年代 很多人都信奉无不适的父母 孝大于天 春喜爷应该也是 怕自己虐待儿子的名声传出去 才妥协 不然 肯定不会轻易分家 乔云熙笑着问 分家文书签了吗 周秀红点头 那当然签了 白纸黑字 双方才放心 乔云熙笑笑没有说话 过几年改革开放了 钱就不那么值钱了 五十元就不算什么了 早晨的霞光洒满天边 天地间一片素白 村落寂静 偶有行人 赌赌赌 刚吃完早餐的乔云熙 快步去开门 看着眼前的三人 他有些意外 来找他的 竟然是杨红梅 周运和王清代 乔云熙给三人各泡了一杯红糖水 笑着问 你们怎么有空来我家 王清代低着头 感觉有些难以启齿 乔云熙醋眉 不解的 看向杨红梅和周运 眼神示异 怎么回事 周运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是杨红梅忍不住开口解释 是这样的 清代姐想让我们帮个忙 王清代就是几年前 嫁给村里人的知青 上次宋新贵在医院时 她还去照顾了几天 乔云熙看了王清代一眼 问 你们先说说什么事 杨红梅叹口气 脸上有着气氛和无奈 清代姐想让我们帮她 把她男人审风收揍一顿 最好能揍成残废 乔云熙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她满脸问号看向王清代 不是 这什么情况 顾凶杀夫 不对 顾凶奏夫 王清代叹口气 我来说吧 说着 她挽起她有些破旧的棉衣袖子 露出手臂上轻轻子子的心伤家旧伤 看着触目惊心 乔云熙眼里闪过一丝冷光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王清代却很平静 把袖子放下后 自从我生下云云后 沈丰收就暴露她的真面目 开始动手打我 手臂 腿上 身上都有 好在她还有点廉耻心 很少打我的脸 沈云云是王清代和沈丰收的女儿 已经两岁 沈丰收长相普通 不过身材高大 干活也是一把好手 当年追求王清代时 表现良好 王清代的家庭一般 她也知道 家里很难给她弄到回城名额 所以 她很快接受了现实 决定在农村好好干 在那果不是果 农村人那么多 人家都活得好好的 她相信自己也可以 当沈丰收追求她的时候 她也就没有太排斥 既然决定长久在农村 那她肯定是要嫁人的 两人是一个小队的 一起干活 相处了大概一年多 就领了证 白酒结婚了 开始两年 沈丰收确实表现得很好 直到她生下女儿 她才渐渐暴露本性 开始对她动手 开始时打完人 还会道歉保证 为了孩子 王清代也就忍了 只是 她不知道的是 家暴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后来打得越来越严重 她也找过妇联 调解后 人一走 沈丰收更是变本加厉 如此反复循环 她受不了 想离婚又舍不得女儿 不说沈丰收 会不会同意她带孩子走 就算给她带走 她一个本就不太擅长 农活的下乡知青 怎么养孩子 更何况 她下乡到这里 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自己背着孩子 去田里挣公分吗 自己苦也就算了 孩子也要跟着受苦 她舍不得 左右为难 在沈丰收家 起码婆婆 还会帮忙带孩子 虽然重男轻女 虽然不太静心 但孩子 起码能活着不是吗 再说了 万一孩子以后 有个病痛什么的 她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 能怎么办 此来想去 她决定不离了 不就是家暴吗 哼 谁暴谁不是暴 既然这样 不如就把角色 兑换一下好了 王清代大有 破釜沉舟之事 语气坚定 这不是猫冬了吗 我准备把她打残 让她整个冬天 都动不了手 乔云西不由福额 不是 这姑娘那么虎的吗 不过想想 好像又很可行的样子 这还没完 只听王清代继续道 最好是把她打得半残 但不能全残 得让她继续干活养家 乔云西眨白了两下眼睛 是她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王清代郑重点头 对 我要她以后都打不过我 要家暴 也只能我家暴她 全残了 我还得照顾她 所以最好是半残 还能让她去田里干活 少赚点的公分 也无所谓 她一个文化青年 嫁给大字不识一个的沈丰收 本身就是无奈之举 很多观点聊不到一起 两人仅有的一点感情基础 早已在柴米油盐 和一次次的家暴中磨灭 乔云西抽了抽嘴角 这操作 绝了 也是很硬一个 第255章 麻袋又见麻袋 内心也有些感慨 女人的坚韧性 往往比男人强 有时候比男人更能抗拭 她们就像是沙漠里开出的花 不管环境多恶劣 她们依然顽强绽放 就如她碰到的这几个女孩 不说杨红梅这种本身体力不错的 把她撒到农村 她不但很快适应 而且活着的有滋有味 还有周运 沈小叶 沈小娥 沈春喜 用自己的方式向着目标 顽强前进 而王清代 她看错了人 嫁错了人 走到现在两难的境地 她看似残暴的决定 何尝不是她现下最好的选择 有了孩子的女人 离婚 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这个勇气 王清代有 但她没有独自抚养孩子的能力 这才是最致命的 王清代摸着自己的肚子 无奈苦笑 我肚里又有了一个 总要活下去 但我不想那么憋屈地活着 要憋也是她便 我憋够了 她的眼眶微红 抬起头 这个冬天 我好好练练我的手艺 等常理在招工的时候 我去试试 如果能试上 孩子上小学 我就离婚 周运眼眶也红了 握住她的手 给她安慰和力量 清代姐 我教你 我们一起努力 日子肯定能好起来的 王清代是比较早下乡的一批之青 当初周运下乡的时候 王清代已经下乡几年了 对她这个新人很照顾 王清代开始被家暴的时候 她就知道了 也劝过她 但换位思考 如果她碰到这样的事 做任何选择都会很艰难吧 王清代看着乔云熙 请求道 我知道我这样很为难 但我一个人 没有没办法打过审丰收 乔知青 我知道你很厉害 我希望你们能帮帮 我 在这里 我也不知能找谁帮忙 周运和杨红梅都眼眶微红 满脸蜥蜴的 看向乔云熙 虽然不想承认 但又不得不承认 要论打人的专业性 还得看乔云熙 看懂了他们意思的乔云熙 不是 她维持的人设 不是善良小白花吗 什么时候她了 她叹口气 想了想 说 要把人打残 也不是不行 只是你想她怎么个残法 王清代一愣 把人搞残 还有讲究 她把手交叉 放在桌面上 腰背挺直 就如认真上课的小学生 洗耳恭听 周运和杨红梅 也两眼亮晶晶的看着她 乔云熙笑了 简单 要么废她的腿 要么废她的手 这两种最简单 还有难度高些的 那就是废她的腰 王清代眼神一亮 等着她继续 乔云熙一本正经 废妖我就不建议了 难度比较大 一不小心 可能就叹了 她上下打量王清代 眼神意味不明 而且 关系到你以后的幸福 王清代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冷吃一声 哼 有和没有 区别其实不大 乔云熙一愣 不是吧 沈丰收 难道是秒难 或者很短小 难道是皮软无力行 看着不像呀 看她身高 估计有178左右 体格也挺壮实的 没想到进食都不行的 刚刚新婚的周运懂了 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 只有杨红梅 满脸茫然看看这个 又看看哪个 乔云熙有些尴尬的咳嗽两声 还是选择手或脚吧 简单一学 腰搞不好的 就真瘫痪了 王清代想了想 就点头赞同 嗯 听你的 不过就算真瘫了 我也认了 雪亭的几天里 稀稀疏疏的有人 又开始上山巴拉山祸 或是砍柴 王清代跟在一个高大的男人身后 慢慢往山上走去 男人正是沈丰收 他回头不耐的喊 走快点 磨磨蹭蹭的 只会在家里吃白食 娶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他家的柴火还差点 他老娘让他上山弄点 他看闲在一旁的王清代 就拉着他一起 他内心暗暗得意 有文化又怎么样 还不是任他打骂 所以说 女人只要有了孩子 就是再怎么打都打不跑的 何况现在肚子里又揣了一个 想着 他面上露出些嘚瑟笑意 王清代没说话 步子却是快了些 只是山脚下的柴火 都被剪得差不多了 两人只能往更深山的地方去 很快周围就不见什么人影了 两人拿着砍柴刀开始干活 正弯腰砍柴的沈丰收 突然眼前一黑 接着手上一疼 手里的砍柴刀飞了出去 身上立刻传来剧痛 沈丰收淒厉惨叫 每当他想跑时 腿上就会挨上一棍子 让他行动不了 当他想用手扒开套在身上的麻袋时 手臂胳膊就会挨上几棍子 痛得他撕心裂肺 他知道自己被套麻袋了 这种麻袋有很微弱的透光性 他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但适应了一会的他 昏暗中依稀能看到 麻袋那粗糙的纹理 谁 你们是谁 哎呀 救命 救命 来人呀 王清代 清代 救我 然 周围出了噼噼啪啪的木棍 击打身体的声音 再无其他回应 不一会 他就倒在地上 毫无反抗能力 他双手本能护住头部 嘴里还不停地呼喊 哎呀 杀人了 救命呀 你们是谁 哎呀 救命救命 你们为什么打我 哎呀 清代 王清代 你个贱人跑哪去了 快来救我 哎呀 救命 危急时刻不想着 让怀孕的媳妇快跑 竟还想着人家来救他 语言还如此恶劣 真是够扎的 乔云西三人打得更狠了 专往痛的地方招呼 木棍就如雨点落在他的身上 脸上 痛得他开始咒骂 那个王八蛋赶下黑手 哎呀 有本事堂堂正正干一架 啊 救命 王清代你个贱人死那去了 骂过后 又开始求饶 各位好汉 你们也要偿命 哎呀 你们 你们要什么 我都给 给你们 几分钟后 沈丰收整个人 被打得贪软在雪地上 动弹不得 地面已有了不少的红色血液 这时 他终于听到从远而近的脚步声 还有王清代那焦急的喊声 丰收 丰收 你怎么了 啊 你们是谁 你们干嘛打丰收 你们 救命呀 救命 第256章 家暴男的下场 沈丰收精神一震 王清代终于来救他了 他用尽全力大喊 清代 清代 救我 快救我 我要被打死了 快 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 杨红梅又给了他一棍子 接着他听到王清代惊慌的声音 啊 你们要干嘛 哎呀 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啊 我晕了 乔云熙差点一个 裂解 不是 解你的戏过了 那有人晕倒之前来一句 我要晕了 离了个大谱 好在被套在麻袋里的沈丰收 并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 听到王清代没了动静 以为他真被弄晕了 他焦急大喊 清代 清代 你怎么了 快来救我 王清代这个蠢货 早知道他那么弱 就应该让他回去喊人 现在完了 连个帮手都没了 看他还有力气喊叫 杨红没上去 又给了他两棍 乔云熙对着晕倒的 王清代点了点头 至残一击 需要王清代自己下手 这是之前说好的 不是乔云熙小人之心 而是人心一变 这是王清代的丈夫 是他孩子的父亲 按他的计划 就算离婚也是几年后的事 万一两人处着处着又和好了呢 那他们这些敲断他丈夫腿的人 就成了恶人 自己选的路 自己走 他们三人能给他做帮凶 已经很仗义了 特别是他和杨红梅 两人和王清代 只是点头之交 晕倒的王清代 咽了咽口水 握紧手里的棍子 对着沈丰收的膝盖 狠狠砸下 碰 啊 凄厉的惨叫响彻密铃 震下无数血渣 沈家傲又出事了 据说是上山砍柴的沈丰收 被套麻袋了 腿被打折了一条 据说这次动手的是 无声麻袋 因为从动手到结束 对方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所以大家给这个麻袋 组合起了无声这个名字 据说对方非常凶残 逮着人就是一顿狂揍 据说沈丰收牙齿 被敲掉了109颗 眼珠差点飞出眼眶 鼻子被打成了朝天鼻 整个人被揍得整整胖了50斤 据说无声麻袋和粉红麻袋 很可能是一个组织的 只是手段比粉红麻袋更凶残 据说有心村民 还特地去采访了沈铁生 沈铁生根据当初他被揍的经验 从揍人地段 揍人手法 揍人工具等各方面 非常专业的分析 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这伙人和当初的粉红麻袋 非常相似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 众村民的猜想 这两个麻袋 是一个组织的 据说沈丰收的媳妇王清代 想去救他 也被无声麻袋推了一把 当时就晕了过去 可怜呀 王清代都已经有了四个月身孕 这样一摔 也不知道 孩子还能不能保住 好在杨知青和周知青 刚好上山捡山货 发现了他们 这才救了他们一命 外面疯传这些小道消息的时候 乔云熙坐在灶前的小马闸上 灶里捎着几根 带着丝丝血迹的木棍 两次麻袋作案他 都在现场 总感觉不是太好 他就找了个毁尸灭迹借口 先回了家 把救人的功劳 让给了杨红梅和周玉 不知沈丰收 有没有神铁生那么大方 到时候 会不会给他们两人送鸡蛋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说起来 麻袋还是他提供的呢 当然不是他空间里特制的那种 而是在这个年代 买的普通的大麻袋 没有用过的 便宜沈丰收了 想到沈丰收的腿 乔云熙不由勾起嘴角 他那腿 算是如了王清代的意了 说实话 他都要佩服王清代了 力度掌握得刚刚好 绝对是个嘎腿高手 天赋型选手 以他多年的敲骨经验来看 沈丰收这腿 就算是接好了 也会变得非常脆弱 当然了 医生技术好 病气养得好的话 走路应该是不影响的 如果不养好 那变成脖子也有可能 以后沈丰收再敢家暴王清代 带着机会给他的腿来一下就行了 肯定嘎崩萃 王清代算是掌握了必生密码 何况 沈丰收的腿长不长得好 现在全看王清代的心情了 毕竟 沈丰收生病期间 真正照顾他的人 还是他这个妻子 他在狠狠心 让他的腿 还没有长好之前 再断个一次两次的 轻而易举 到时候 就不是跛脚问题 而是能不能走路的问题了 乔云熙对家暴男 可没有任何的同情心 何况是个连妻子怀孕期间 都下了手的人渣 不知是不是闻到了 棍子上的血腥味 米饭有些担忧的 趴在灶火旁 陪着他 乔云熙摸着他毛茸茸的狗头 你今天怎么没有出去玩 米饭 汪汪 乔云熙笑了 我也觉得无聊 不过那也没有办法 血太厚了 近深山太危险 平和县医院 沈丰收的家人 把沈丰收和王清代 送到了医院 王清代情况还好 只是被推倒时擦伤了手 其他没什么大碍 至于晕倒 医生判断 应该是受精过度导致的 沈丰收就不太好了 身上被打的没一块好皮不说 腿端得很彻底 医生的判断 和乔云熙预估的 几乎丝毫不差 这腿就算治好了 对以后的生活也有影响 很可能会跛脚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这个腿会变得很脆弱 受到稍微重些的外力 就容易惯性脱臼 或是骨头错位 当然了 等里面的骨头彻底长好 做些轻生活事 完全不影响的 别让到腿受到重击就行 当沈丰收的家人 听到这些的时候 感觉天都要塌了 丰收才二十多岁啊 以后可怎么办 王清代坐在病床上 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旁边陪着他的 只有两岁的女儿 小小的 瘦瘦的 总是低着头 就算抬头看人时 也是怯怯的 沈丰收家抱他时候 从不避着云云 他记得云云小时候 可喜欢笑了 现在很少见他笑了 两岁了 连话都不会说 只会喊妈妈 喝完水 他把云云抱在怀里 摸着他的小手 轻声问 冷吗 云云不说话 只是往他怀里靠了靠 王清代把病床上 不算厚的被子 往上拉了拉 盖到云云的肩膀上 第257章 裴渊回来了 他装晕 怕被医生发现端倪 所以在来的路上 他就醒过来了 到医院后 家里人都为沈丰收 跑上跑下 村民去派出所报案 他无人问津 好在周运和周鸿英 顾着他 找了医生 把他的情况说了 医生给他做了检查 因为长期遭受家暴 他的精神状态 一直不太好 在家吃的也不好 双重影响之下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胎相也不是很稳 医生检查后 把他没有受到 多大的重击 就晕倒 做了合理解释 说是身体不好 加上受到惊吓 又是孕妇 在这种情况下 晕倒很正常 还贴心地 给他挂了营养水 这时 周鸿英走了进来 语气有些沉重 丰收那边手术很成功 只是 以后可能会有些影响 不过病期照顾好些 问题应该不大 你不用太担心 王清代轻轻嗡了一声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以后该担心的人 应该是沈丰收 周鸿英看他的样子 不由叹口气 沈丰收家暴的事 他是知道的 作为妇女主任 他也上门调解过几次 只是收效甚微 这时 沈丰收的老娘刘红珠 气冲冲走进来 对着王清代斥责 丰收媳妇 你当时怎么不去就丰收 你看看 现在你男人腿都断了 以后你们一家还怎么过 你一个下乡知青 娘家是一点 也帮衬不上就算了 丰收出事 你怎么不上去帮忙 你也不想想 要是没了我家丰收正公分 我看你以后怎么活 王清代内心冷笑 现在说他娘家 早干嘛去了 结婚时不就知道 他是知青 他抬头 满脸无辜 我救了呀娘 我一个女人 我当时就晕了过去 不然我拼死也要救丰收的 他出事了我 比你还着急呢 刘红珠长得圆圆的 脸圆圆 身材也圆圆 笑起来就像弥罗佛 很是慈祥 只是 第一次家报时 刘红珠只轻飘飘地 说了沈丰收几句 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一家人 他都看错了 周红英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以前也觉得 这家人还不错 见人三分笑 但自从沈丰收家报 他去劝过几次后 从这家人的态度 他就看出些端倪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上前一步 挡在病床前面 劝说 丰收娘 我知道 你着急 但这是真怪不了清代 你看他还挂着水呢 刘红珠这才想起 周红英也在 他当当太急了 显得他多刻薄式的 刘红珠压了压心头的玉器 玉器尽量温和 丰收媳妇 你没什么是挂什么水 这医生是怎么做事的 不会是想多额钱吧 周红英心都寒了 当着他这个外人的面 就这样说话 王清代在家的日子 只怕过得比看到的还要艰难 怀着运挂着水 作为家人不关心就算了 还这样恶语相向 他忍了忍还是没忍住 语气有些冷 丰收娘 医生可是说了 清代身体不好 怀向也不好 必须好好保胎 这可是你家丰收的孩子 要我说 不但要挂水 回去以后 还得给他多做些好吃的 你看看 清代都受脱象了 刘红珠一噎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妇女主任的心 是偏倒王清代身上去了 他扯出一个假笑 这不是现在丰收住院 需要一大笔钱 我着急啊 可不是不关心清代 说着 他又转向王清代 开口说 清代啊 你把你的钱拿出来吧 现在丰收伤得那么严重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你可不能再藏私房钱了 王清代冷笑 私房钱 这年头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什么钱 基本都靠秋收分粮后的结余 结婚的这几年 钱都是按户口给大家掌领了 他是一分也没见着 哪来的私房钱 他面上不显 装着懵懂的样子 话却是不客气 娘 每年分的钱 不是都是你和爹拿着吗 我什么时候见过钱 也就是现在怀孕了 之前连买月事代的钱 都要跟你拿呢 你忘了 刘洪珠又被噎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 这几年 他没有拿家里的钱 但不是还有他做姑娘实存的钱吗 说不定他家里 也给他寄过钱吗 周洪英虽然看不过 这都到底是人家的家事 他不好多说 只建议到 费用如果实在不够的话 可以跟大队借钱 由于大队办了场 现在的大队 多少是有点积蓄的 刘洪珠 看向一再替王清代说话的周洪英 他就不明白了 这妇女主任 怎么老是帮着外人呢 他忍了忍 有周洪英在 他不能把事情做得太难看 他扯出一个笑 那行 麻烦周主任帮我看顾着清代 丰收那边 实在离不得人 刘洪珠走了不多久 周运就打了三分饭回来 同时跟着来的 还有派出所的两位同志 面对公安同志 第一次做坏事的周运很紧张 只是看到缩在王清代怀里 小小的云运 他又平静下来 他没有错 他只是打了二十多棍而已 其他都是小夕和红眉打的 他最多就是帮凶的帮凶的帮凶 自我催眠一番 周运的脸色彻底平静下来 王清代发挥很稳定 对于一个已经豁出去的人 没有什么好怕的 关于口供 有乔云熙这个军事在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公安并没有怀疑两人 只是正常询问当时情况 公安从医院出来后 又匆匆去了沈家奥 他们在山上勘查一番 不过什么都没发现 因为沈丰说的是 大家都有些担心 就怕碰到揍人狂魔无声麻袋 所以第二天开始 几乎没有什么人上山 日子悠闲 一晃又是几天 乔云熙在厨房做着午饭 不管别人猫东时 一天吃一餐还是两餐 反正他是要吃三餐的 偶尔还吃个夜宵 这几天 他把之前猎到的那头小野牛处理了 今天做了一个牛肉萝卜包 正吃着呢 就听到了敲门声 乔云熙擦了擦嘴 才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 豁然是裴云 他满眼含笑 小夕 我回来了 第二百五十八章 是时候宣告主权了 乔云熙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他还有个对象来着 脸上也染上欢喜 你回来了 裴云看着乔云熙的欢喜 他嘴角上扬 眸子就如圣满星辰 嗯 我很想你 你 你想我不 乔云熙被他直白的话语 弄一时也有些脸红 他轻轻点头 嗯 想 偶尔还是会想一下的 也不算骗他 看他大包小包的样子 应该是刚到还没有回家 就先到他这里了 他上前想搭把手 裴云轻轻避开 不用 不中 你双好门就成 乔云熙也不和他抢 很听话的双好门 问 你吃饭没有 裴云诚实摇头 没 说着话 两人就到了厨房 看着餐桌上的饭菜 裴云笑着说 手艺很好 很香 乔云熙有些小得意 作为七龄桥 有那么多的食材给他造 一年多时间 多少练了点技术在身 他洗了个碗给他盛饭 那你尝尝我的手艺 吃起来更香 看着有些傲娇的自家对象 正为他忙碌 裴云只觉整个心都是飘的 周围都是粉色的泡泡 甜 乔云熙把盛的满满的一碗饭 递给裴云 又给他拿了一双筷子 快尝尝 不知道 你回来 今天只做了一个菜 裴云看了看锅里蒸的饭 量还挺多的 只以为他是连晚饭一起蒸的 也就不客气地接过碗筷 他笑着夸奖 你做的都好吃 乔云熙笑弯了眉 看他吃下第一口 听着他毫不吝啬的夸张赞叹 好好吃 我对象的厨艺真好 色香味俱全 牛肉嫩滑 汤汁鲜香 萝卜软糯 一切都恰到好处 乔云熙抿着唇 压住上翘的嘴角 很是谦虚 不至于不至于 那你吃多点 两人边吃边说着近况 厨房里一时暖意融融 吃完饭 自然是裴云熙碗整理厨房的 他在的时候 一般都不用乔云熙动手 裴云擦了擦手 才打开他的包裹 把给乔云熙买的东西 都拿了出来 两罐卖乳精 十多盒大大小小的巧克力 十多盒各种饼干 还有几十包各种糕点糖果 他严重怀疑 他把店铺里的糕点和糖果 所有品类都包圆了 厨房的桌子完全摆不下 也不知 他怎么塞到包里去的 这家伙收纳方面 也是个好手 这还没完 只见裴云又拿出一双带绒的靴子 一件绿色的泥大衣 一件羊绒衫 都是平和线没有的款式 他看着乔云熙 眼神温柔 要现在试试衣服鞋子吗 也不知尺寸合不合适 乔云熙人都骂了 要论购物 男人疯狂起来 就没女人什么事了 他摇摇头 不用 我看尺寸应该没有问题 裴云有些失望 他还想自家对象 穿上他买的衣服呢 肯定很好看 不过他也不勉强 从包里摸出一叠钱 递给乔云熙 这是之前没领的工资 都在这了 结果前 乔云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问 你买那么多东西 之前的五百还有剩吗 裴云笑得一脸满足 还有好几十呢 衣服鞋子巧克力 都是有一商店买的 价格不便宜 特别是你大衣 一件就一百多了 乔云熙福额 别人家是败家老娘们 他家是败家老爷们 看着还笑得 跟个傻子似的的某人 乔云熙把不赞同的话 默默咽下 从刚到手的一堆钱里 又抽出总二百元递给他 这货的零花钱 还是要管制一下 不能一下给太多了 不过他还是说了句 衣服那些不用给我买 我有 买吃的他没有意见 衣服就算了 他空间了大把衣服 总能扒拉出 和这个年代 类似又舒服的款式 乔云熙对时尚对搭配 没有太多的要求 他的穿衣风格 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 实用 方便 裴云乖巧点头 好 听你的 至于做不做 嗯 再看吧 实在是看到适合他的 他就忍不住想给他买买买 他又从包里 拿出一个大大的信封 递给乔云熙 说 对了 这次你帮忙一起 打击文物贩子 上面也有你的奖励 本来是需要乔云熙本人去领的 只是距离太远了 就让裴云带了回来 乔云熙面上一洗 接过后打开 里面是一本荣誉证书 和一个保护国家财产的勋章 以及八百元的奖励 他抬头就看到 裴云正满脸 温柔地看着他 乔云熙耳间微红 被他灼热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恼羞成怒的瞪他眼 裴云闷笑出声 只觉小夕怎么看怎么可爱 乔云熙想起他背上的伤 关心地问 对了 你背上的伤好了没 裴云唇角染上一丝浅浅的笑意 嗯 都好了 你要检查吗 乔云熙 不用了 怎么感觉自己被调戏了 裴云笑容更胜 乔云熙看他脸上有些疲惫的样子 应该是匆忙赶回来 不由催促 你先回去休息吧 晚上再过来吃饭 裴云虽然不想走 但也知道 不能一直赖在这里 他点头 晚饭我来做 晚上裴云不但过来做饭 还带了他家的一些存货食材 乔云熙吃得很满足 裴云的手艺是真的没得说 晚饭后 两人在餐桌上坐着休息聊天 乔云熙问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裴云眼神闪动 到春庚吧 他的腿好了 再放在沈家傲 就大财小用了 上面是想他立刻归队 不过他以腿没好 全争取了几个月的时间 乔云熙一点也不意外 没多少天就过年了 时间还是很快的 裴云听出了 他思思的不舍 心里就跟吃了蜜一样甜 我到时候有空就回来看你 你在这里照顾好自己就行 乔云熙挑眉一笑 好 对了 明天要不要去 咕咚湖弄点鱼回来 前两天 杨红梅就来找他去咕咚湖捞鱼 只是当时 他刚好是月经期 身体不是太舒服 加上他空间 现在囤了大量的食物 对粮食 没了之前的强烈追求 也就拒绝了 现在裴云回来了 闲着也闲着 不如出去搞点鱼肉回来 这可是现成的劳动力 裴云自然是乔云熙说啥就是啥 而且不出去 怎么宣告主权 求一波为爱发电和催更 谢谢各位宝宝 爱你们哦 下华线 哦 第259章 你们出对象了 沈家奥明面上 没人打他对象的主意 事实乔云熙在村里 很多年轻小伙的心中 那是女神的存在 只是 乔云熙在沈家奥的地位太特殊了 大家都自残行贿 不敢行动而已 但也不排除 有沈积极这样的人 实在是他对象太漂亮 太优秀了 第二天 两人带着米饭到咕咚湖的时候 沈家奥的人已经到了不守 看到他们 意外又惊喜 立刻就有几个裴云的好兄弟围了过来 沈姐放激动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咋不说一声 我们好去接你 裴云回部队之前 和沈建军是打过招呼的 沈姐放几个兄弟 也是知道的 不过他只是说 有私事要处理 并没有说回部队 目前沈家奥知道 他没有退伍的人 只有乔云熙 而他因为还有一个任务在跟进 以防有变故 他的腿依然和之前一样 瘸着走路 沈大柱也拍了拍他肩膀 事情都解决了吧 裴云笑着点头 嗯 都解决了 昨天刚回来 沈姐放拉住裴云的胳膊 就要往他们的冰冻处走 走走 你来了 刚好看看 在什么地方 再凿躲两个冰冻 然 裴云纹丝不动 他往远处被知青们围住的 乔云熙方向看了一眼 轻声说 今天 我和小溪组队 几人一愣 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 又转头看向裴云 不对 情况不对 不对 裴云的眼神不对 沈姐放上下打量裴云 问 不是 往年不是都我们几个兄弟组队的吗 怎么今年和乔治青组队了 裴云邪腻他一眼 嗯 今年不一样 沈大柱作为过来人 立刻想到一个可能 他压低声音 迟疑着问 你 你不会是和乔治青谈对象了吧 不然 以裴云那谨慎 要避嫌的性格 不可能单独跟任一个女孩组队 裴云压了压上翘的嘴角 滴滴的硬了声 嗯 沈姐放道西 一口凉气 不是吧 你 乔治青成了你对象 不对 你成了乔治青的对象 啊 呸不对 你们出对象了 其他小伙伴也满脸惊讶 那乔治青 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女孩 竟然成了自家兄弟的对象 沈大柱倒没有太多的意外 他反而觉得两人挺配的 他用力拍拍裴云的肩膀 好样的 沈姐放还有些不可置信 不是 乔治青怎么就成了我嫂子了 一生嫂子彻底取悦了裴云 他给予沈姐放最温和的鼓励 你也加油 下次再有相亲 就别叫我了 免得你嫂子不开心 被插了一刀的沈姐放 不是 你确定这是鼓励 而不是炫耀 众人可不管沈姐放的郁闷 笑呵呵对着裴云又是恭贺 又是打趣 裴云尽量保持着脸上的矜持 只是嘴角的笑 怎么压都压不住 当面可不能叫嫂子 还没结婚呢 他脸皮薄 沈大柱感觉手都有些痒了 他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也没裴云这样得瑟的 其他小伙伴则是开始起哄 就连被插了一刀的沈姐放 也跟着打去 他本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 几人说笑一番 裴云挥挥手准备干活 不和你们说了 我看看哪个地方于多险 一会得凿兵 沈姐放几人忙问 要不要帮忙 裴云自然拒绝了 他和乔云熙单独相处的机会 本就不多 这些碍眼的就算了 乔云熙这边 杨红梅关心的问 小夕 你身体好了 乔云熙点头 嗯 你们这几天捞了多少 说起这个 杨红梅就挺开心 我们几个人组队 忙了几天了 每人应该能分到三十来斤 今年 他们虽然挖了两个冰洞 但分的人也多 自然比不上去年 他和乔云熙 两人分的余多 好在去年跟乔云熙 学了冰钓的法子 他自己也钓上来不少 乔云熙笑着说 那不错哦 今年好像少了不少人 杨红梅点头 可不是 周韵姐和冯玉熙 他们都在家做工吗 连香香都没来 杨红梅这样一说 乔云熙还真发现 厂里的女工 没一个来捞鱼的 想想也对 零下几十度捞鱼 又冷又累 哪有在家做工轻松 乔云熙了然 怪不得 那你们忙去 我看看 哪里有好位置 杨红梅 你一个人吗 我帮你一起凿兵 他想让乔云熙 加入他们的队伍 但冰洞是他们之前凿好的 就怕其他人有意见 不过现在是下网等待时间 他去帮忙 别人就说不了什么 乔云熙摇头 不是 我和裴云一起组队 红梅姐你忙你的 围着他的知青们 都吃了一惊 有些不明所以 杨红梅更是恶人 你和他组队 他把乔云熙拉到一边 低声说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乔云熙笑得眉眼弯弯 大大方方的解释 红梅姐没事的 我现在和裴云再出对象了 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 杨红梅睁大了双眼 好一会才呆愣愣的问 你 你和他出对象了 啥时候的事 乔云熙解释 嗯 没有多久 行了 你赶紧去忙吧 这时裴云走了过来 对着杨红梅点了点头 之后 看向乔云熙 温生说 我们去找找看 哪里有好位置 看着同行离开的乔云熙和裴云 杨红梅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怎么就出对象了呢 小夕比他还小呢 赵人成和其他知青 都未到杨红梅身边询问情况 裴云很快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他先是给他凿了一个小冰冻 还非常贴心的带了一个小马扎 给乔云熙做着掀冰掉 他力气大 又有乔云熙带的三棱冰窜 凿起冰冻来特别快 再加上自家对象在旁边不时看过来 给予表现的裴云 就跟装了马达似的 马力十足 干净满满 一时之间冰渣飞溅 不过一个多小时 就凿了一个合适大小的冰冻 撒下雨往后 他又开始凿第二个冰冻 沈解放几人排排 蹲在自家的冰冻前 看着远处冰渣乱飞 几乎快看不到人影的凿冰作业 目光是统一的呆滞 第260章 渊子没救了 彻底栽了 沈解放嘴角抽搐 不是 渊子是力气大 但干活也没有这样 呃 这样的激情澎湃 沈大柱表情一言难尽 唉 渊子没救了 彻底栽了 沈解放狠是不解 找到对象就会这样吗 大柱哥 你当初好像也没这样啊 沈大柱 他和他媳妇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见了几次面 觉得何眼缘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真正的感情还是婚后相处出来的 这年头的婚姻模式大多是他这样的 所以 他其实也理解不了 陪渊娜炙热到有些疯狂的情感 不过 作为已经结婚有娃的过来人 他必须保持一贯稳妥的形象 他拍了拍了沈解放的肩膀 意味深长的说 解放呀 这就是成熟男人 和不成熟男人之间的区别了 渊子他 唉 还是不够稳重 沈解放 你这话敢当着渊子的面说不 他虽然性格直爽 但他不傻 沈大柱一夜 此时此刻 他竟无言以对 因为 他还真不敢 乔芸汐看着火力全开的陪渊 觉得有些好笑 男人有时候 真的挺幼稚的 他这边的收获也不错 已经钓了几条鱼上来 乔芝青 你也在呢 我还以为你今年不来捞鱼了 乔芸汐抬头看去 远远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正快不向他走来 他想了好一会才想起 这人不就是去年捞鱼时 被抬着走的男人吗 好像叫李大鹏 他还没说话呢 裴渊已经拿着冰窗走了过来 小夕 怎么 这男人他知道 对他对象虎视眈眈 李大鹏看到裴渊 眉头不由皱的死警 这男人他知道 当初蒸水的时候 那是大显神威 我跟乔芝青说话 关你什么事 裴渊邪腻他一眼 扯了扯嘴角 你跟我对象说话 你说有没有关系 李大鹏愕然 你 你说什么 你对象 你可别败坏人家乔芝青名声 说完他看向乔芸汐 乔芝青 他说谎对不对 乔芸汐暗暗翻白眼 这裴渊动作好快 刚刚还冰扎四箭 转眼就到了他身边 果然幼稚 瞎担心 就李大鹏这样的他 能单手 把他垂进冰面 重起来 不过 谁让他是他对象呢 自己的选的 偶尔宠一下 也不是不行 他依然坐在小马闸上 抬头看了李大鹏一眼 他没说谎 他是我对象 李大鹏好似被打击到了 亮腔着后退了两步 你 你怎么跟出对象了 乔芸汐 这戏过了 搞得好像他是负心汉似的 事实上 两人压根不认识 嗯 要说认识的话也认识 两次都是对立面 沈大柱和沈姐放他们 已经围了过来 还有杨红梅这些知青 也跑了过来 乔芸汐和裴渊在村里的人员都非常好 加上两人刚公布恋爱关系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两人身上 见有人似乎想找茬 大家自然是麻溜的过来支持了 论打架 他们沈家澳还没怕过谁 不管单挑还是群殴 还不等乔芸汐说话 沈姐放已经开队 李大鹏你个闹祸想干嘛 敢欺负我们沈家澳人 活腻了你 李大鹏被呼啦啦 突然围过来的几十号人吓了一跳 他再投铁 也不敢对上那么多人 他焦急回头看向自己村人 结果 妈的 竟没一人来帮他的 全都远远的看戏 他不知道的是 秀丰村的人不是不想帮他 而是不敢帮 不过 他们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的 已经有人去找他老娘了 之前争水一战 沈家澳的名声算是打出去了 那绝对是最不能惹的大队 没有之一 李大鹏退也不是 不退也不是 他只是想过来 和漂亮的乔芝青说说话而已 怎么就上升到群殴的地步 他硬的头皮抖着声音说 你们 你们可别冤枉我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们村的人了 我 我只是过来和乔芝青说说话 我和他认识的 乔芝青 还记得我吧 杨洪梅呸他一口 我呸 就你这个丑样 谁认识你 他还记得 这个男人当初想占他们的冰冻来着 还说他丑 说他的脸像被门夹过 李大鹏一噎 他哪里丑了 他浓眉大眼 长相鹦鹉 他瞪了杨洪梅一眼 忍不住嘴见回队 我和乔芝青说话 关你屁事 杨洪梅毫不示弱 哼 当然关我的事 想欺负我们的知青就是不行 你个丑东西 沈解放跟着附和 就是 丑东西 看着瞬间吵成一片众人 乔芸西人都骂了 不是 他都没还说话呢 怎么事情就闹成这样了 裴渊也很无奈 他本来想在对象面前好好表现 结果 完全没有自己发挥的余地 这时蹭蹭蹭的跑来两个女人 他们一把 挡在李大鹏身边 其中年长的妇女 对着众人怒吼 你们干嘛 人多欺负我们 人少是吧 我告诉你们 我们秀丰村 也不是好惹的 对 你们敢动我男人一个手指头试试 另一个年轻的高条女人 跟着附和 众人视线刷的全都看向这个女人 内心对李大鹏充满鄙视 妈的 都有媳妇了 竟然还敢来看乔芝青 这是妥妥作风问题 可以去告他 李大鹏却一把推开高条女人 你可别乱说 谁是你男人 高条女人很委屈 家人都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就等日子到了结婚 我说 你是我男人 哪里错了 李大鹏冷吃 你们都同意了 我可没同意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高条女人怒瞪着她 手指向乔芸汐 问 你就是为了这个女人 才不肯娶我的对吧 乔芸汐 不是 你们两口子吵架 关我什么事 可别到时候传出 两年争一女 或是两女争 一男的狗血八卦 她真的会写 然这还没完 高条女人继续输出 她有什么好的 除了长得好看 她有什么 跟个小土豆似的 就那么一丁点大 一看就干不了活 哪里比得上我 女人好看有什么用 看她那个样子 除了勾搭男人她 还能做什么 天生的狐狸精 啊 她话还没有说完 不知哪里飞来一块冰渣 砸进她的嘴里 一瞬间 血花飞溅 第261章 裴渊霸气护七 阿巫 高条女人痛得捂住嘴巴 喉咙里发出痛苦的闷横声 血从她的指缝间渗出 滴答滴答落到冰面上 溅起一片血花 很快又被冻成红色的冰花 只见裴渊放下微抬起的腿 用手轻轻拍了拍 并没有褶皱的军大衣 她抬眸 看向高条女人 眼神冰冷 理论上来说 我不打女人 但欺负我对象的除外 她环视众人一圈 眼神如刀 具有极大的微魄力 不管是谁 不管男女 不管老弱 只要欺负了我对象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她手里的 冰窗狠狠往冰面砸下 随着砰的一声沉闷巨响 冰面震战了一下 犹如万军之力 冰花飞溅 冰窜直入冰面几十厘米 咔嚓咔嚓咔嚓 冰面上立刻传来 冰层破裂的声音 众人一惊 低头看去 果然 冰面上以裴渊为中心 无数大大小小的裂纹 往四周扩散 直到几十米开外才停止 好大的力气 好恐怖的实力 好霸气的宣言 这是人类能有的能力 场面一时寂静无声 落真可闻 高条女人捂着嘴巴 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 咬紧牙关 连一丝声音都不敢发出 连乔云戏都睁大了眼睛 说实话 现场效果真的很炸裂 这可不是电影特效 是实实在在 靠一己之力做到的 偏塌力度掌握得非常精准 既达到了震慑效果 又不至于冰层完全断裂 裴渊站在裂纹的中心 面容轻俊 英姿鼻挺 军人的铁蟹气势 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绽放 这是他第一次对众人显露 独属于他的霸道狠力 和柔情互端 不说外村人 就是沈大助沈解放这些 和他一起长大的兄弟 在此刻 同样被惊得目瞪口呆 裴渊冷哼一声 看向李大鹏 语气平静 却压迫感十足 管好你的女人 他又转向高调女人 语气冰冷 管好你的男人 还有 管好你的嘴 此刻的裴渊 其实是无奈的 他很想揍李大鹏一顿 但在对象面前 他必须保持 自己有原则 有温和的一面 事情虽是因李大鹏而起 但理论上来说 他确实只是过来打了个招呼 揍人都不好找理由 想想还真是有点憋屈 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李大鹏这回是真的吓怕了 看着这样的裴渊 他感觉他 如果再说多一句话 他这辈子就要玩完 他维持着面上的镇定 声音却有些发颤 我 我没有其他意思 既然 既然你们在谈对象 那我 那我就走了 李大鹏他娘 也被吓得够呛 他儿子 看上沈家傲的一个知青 他是知道的 只是他早就看好了 而媳妇的人选 自然是不同意儿子 去找什么知青 好在儿子也算听话 这么久都没有去找那个知青 当然了 以他对儿子的了解 他没有去找人家的一大原因 应该是他有些自卑 他这个傻儿子 还在努力转三转一响呢 他以为有了三转一响作为聘礼 才有资格上门提亲 这让他对这个知青更加不喜 还没有进门呢 就搅得的自己儿子那么谦卑 真要去进门 那儿子不得供着他 那他这个做娘的 在儿子的心中 还能有什么地位 更别提拿捏儿媳妇了 他刚刚其实也想骂来着 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而已 此时他一阵庆幸 好在 好在他没骂 不然 现在被砸烂嘴巴 就可能是他了 这男人太可怕了 他扯开一个僵硬的笑 拉着李大鹏和高条女人 灰溜溜的走了 态度有多谦卑 就多谦卑 至于医药费 提都不敢提 杨红梅两眼亮晶晶的看着裴渊 他刚刚听到那女人骂小夕时 他就想上去揍她了 只是裴渊动作更快 现在想想 自己揍人最多也就是 扇扇巴掌 揪揪头发 哪比得过裴渊的这一手 这样说起来 小夕找到裴渊这个对象 还真是不错 沈家傲众人也终于回过神来 想法和杨红梅差不多 刚刚那女人骂人时 他们也想上手来着 这可是乔知青 为村里做了那么多贡献的乔知青 怎么能让人欺负了去 只是还没来得及动手 裴渊就出手了 快很准 最后那一手 简直震撼他们一百年 裴渊 真的 太男人了 等等 刚刚好像说 两人谈对象了 现场除了沈大柱杨红梅 这些知情人外 其他人都沸腾了 裴渊看向乔云熙 见她也正笑眯眯的看着她 眼里有欣赏和赞叹 还有一丝少有的情愫 裴渊心跳加速 泛起一阵甜 心间都在发痒 小夕肯定又更喜欢她一点了 乔云熙对着众人感谢 谢谢大家过来帮忙 没什么事了 都忙去吧 刚吃到瓜的众人 自然是不肯离去 七嘴八舌的询问 乔治清 你和裴渊出对象了 对啊对啊 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总不知道 乔云熙也不藏着掖着 大方承认 嗯 不久前的事 裴渊已站到乔云熙身边 看着她的目光 满是温柔 此时看着有点憨 可刚刚判若两人 裴渊可不管众人的想法 她把视线转向众人 特别是看热闹的一些外村人 她嘴角勾起 眉眼恢复了她 一贯的亲吻 乔治清现在是我对象 你们可别欺负她 不然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冰窜 意思不言而喻 众人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是吧是吧 外村众人 就你那刚刚凶残的样子 我们敢欺负吗 沈家傲众人 你是对我们有误解 还是对乔治清有误解 不管众人内心怎么想的 听到确定答案 又有刚刚培渊的震慑在 众人纷纷送上祝贺后 就三三两两的散开了 一个长相清秀的外村小姑娘 一步三回头 低声嘻喃 这个男人真的好强 可惜有对象了 站在他旁边 一个四十多岁的绿豆眼女人 撩了撩头发 感叹 我也就是早生了二十年 不然 哪轮得到这个小知青 众人 第262章 八卦就如龙卷风 现场终于只剩下 乔云熙和裴渊两人 还有米饭 米饭表示很不开心 他每次想出手 呃 想出口 都被裴渊抢先了 这个男人抢他的活 乔云熙拍了拍裴渊身上 被见到的冰渣 笑着给予男朋友鼓励 裴渊 有你在真好 我很喜欢 这样的事 他虽然能自己解决 但有人护着的感觉 挺好的 裴渊仿佛被一道电流击中 酥酥麻麻 跳动的心脏 快要跳出胸腔 他压抑住快要溢出来的情愫 脸有些烫 声音低沉 小夕 我也很喜欢 喜欢你 乔云熙低笑出声 轻轻嗚了一声 两人相视一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很快 两人就分开 一个继续钓鱼 一个继续凿兵 这边两人忙着凿洞钓鱼的时候 另外一边 两人出对象的消息 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不过一个上午 不但在咕咚湖的沈家傲人 几乎都知道了这事 就是外村人 也大多都知道了 这种人反应不一 大多比较看好 也有不少人酸溜溜的 知青院这边 曹小卿满脸羡慕 真好 裴同志虽然腿有些问题 但他实力好强大 主要是对乔知青好好 通过刚刚的事 杨洪梅也是赞同曹小卿的 不过他面上不显 有些傲娇 小夕那么好 裴同志 对他再怎么好都不过分 要是他腿没问题就好了 不然我还是觉得小夕委屈了 更远些的沈国富八兄弟 缩着脖子 目光有些呆滞 看着自家的冰冻 他们很清楚 自家妹子的心事 这要是知道了 裴云已经和乔知青厨对象了 不知道会不会闹起来 不行 这是得瞒着他 但 瞒得住吗 裴云对于看哪里鱼 比较多确实有一手 光是冰冻里往上来鱼 就有120斤左右 加上乔云熙掉的 总的差不多弄了140斤左右 他力气大 一个人就轻易背起 连米饭都不用帮忙 乔云熙就更是只负责 好好走路就行 一连三天 两人都去孤东湖网鱼 搞了400多斤的鱼 而两人出对象的事 就如龙卷风 直接席卷了整个沈家傲 再加上那天裴云的霸气护漆 更是给这件事 增加了一丝粉红色的奇幻色彩 裴云是懂人心的 现在的沈家傲名面上 确实没人敢追求乔云熙 但事实上 沈家傲有适临男青年的家庭 有哪个不想把他娶进门 他长得漂亮 想想以后他生的孩子 那得多可爱漂亮 他还有补贴 有工资 有大房子 有自行车 建树超强能打练 最主要的是 他给村里建了学校 建了厂 这可是实实在在 立国立民的时事 说出去 人家都要高看一眼 这样的女孩 是他们不想娶吗 不 是他们不配 是他们不敢 结果 竟然被裴云这个狼仔子叼走了 两人直接上了沈家傲的头版头条 几天了 热度依然不减 看这架势能火到年后去 沈建军坐在炕上 巴唧巴唧地抽着烟 神情放松又惬意 周桂花拿着一件衣服正在缝补 脸上满是笑容 挺好 两个都是好孩子 也算是苦尽甘来 沈建军点头 没有说话 周桂花突然停下手里动作 叹口气 可惜小西丫头 还有一年采满二十 还不能拿正呢 村里也有不少人是不拿正 就直接办婚礼的 但裴云和乔云西 两人肯定不会这样做 沈建军邪腻他一眼 急什么 好饭不怕晚 慢慢相处 感情更深厚 这点周桂花也是赞同的 说的也是 裴云这孩子 虽然腿瘸了 有点配不上小西丫头 不过他的腿完全不影响生活 走路比我们都快 又有打猎手艺 做饭又好吃 以后肯定苦不着小西 沈姐放想起裴云那狗腿样 内心翻了个白眼 就裴云那稀罕样 苦谁也不可能苦巧之轻 沈香香冷哼 哼 我就觉得裴云配不上小西 不用他小西照样够的好 那天也就是我没去 不然 非要做的那什么 李大鹏跪地求饶 周桂花瞪他一眼 盖你的活 沈香香撇撇嘴 虽然不服 但没有再反驳 低头乖乖干活 周桂花冷哼一声 还治不了你 他看向沈姐放 那天兵面针裂开了几百米 沈姐放盲白手 没有没有 就几十米了 娘你别听其他人乱说 周桂花点头 也是 怎么可能几百米呢 不过我觉得 上百米还是有的 肯定是你没有看清楚 裴云这孩子真厉害 不愧是从部队回来的呢 当了八年兵呢 沈姐放 不是 我说 实话咋没人信呢 老裴家 马丑水今天挺开心的 之前好久没来往的老姐妹 又来找他聊天了 只是 他们看他的眼神 都有些奇怪 果然 没说几句 话题就被引到这几天的大新闻上 姐妹一 说起来 你家 哎 你说 要是那裴云没分出去 那乔知青 可就是你家媳妇了 姐妹二 什么分出去 明明就断绝关系了 哎 可惜了 不然就凭乔知青 现在村里的声望 作为一家人 走出去也有面子 姐妹三 可不是 乔知青名声好就算了 人家有补贴呢 厂里 每个月也能拿不少钱 姐妹四 嗨 不说乔知青 就是那裴云 人家开拖拉机 也是拿得满公分 姐妹三 对对 裴云还能打猎力 现在这两人凑一对 那叫什么 哦 对 强强联合 这夫妻不得了了 姐妹一 呸呸 别败坏乔知青的名声 两人还没有结婚呢 什么夫妻 姐妹三 哎呀 看我嘴太快了 不过他们两人还挺般配的 裴云虽然老了点 又有残疾 但我听说 姐妹二 还有你听说 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一兵穿下去 冰面裂开了上千米 我的娘类 那是什么力气 姐妹三 就是 什么残不残的 完全不影响 她拿公分 哎 你们老裴家 就是太急分家了 裴云多好的孩子呀 姐妹一 是啊 裴云互短得很 还没结婚呢 人家说了两句不中听的 裴云就上去把人嘴巴打成筛子 要是没有分家 你们作为她的父母 谁要敢欺负你们 裴云肯定一兵穿下去 马秋水直接被说自闭了 差点被气吐血 陆视着这些所谓的好姐妹 怒吼 给我滚 第263章 又被扎刀子的老裴家 她算是明白了 这几人乃是来找她聊天的 分明就是来给她添堵 给她新窝子扎刀的 当初和裴云断绝关系 又因为要肉的事 他们家的名声 在沈家澳彻底坏了 这些好久没上门的姐妹们来找她 原来在这等着呢 全都是恶毒贱人 姐妹一不乐意了 你看你 性子还是这么急 说话也难听 怪不得有好的福气 你也留不住 姐妹两点头 就是呀 你们老裴家还真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哦 目光短浅 姐妹三表示赞同 对对 你呀 就是 哎哎 你干嘛 只见马丘水从门后拿出一个大扫把 冷着脸对着几个好姐妹冲了过去 姐妹1234吓了一跳 这马丘水不行啊 这才哪到哪啊 他们的重点还没有说呢 他们忙起身四处逃窜 一瞬间陪家鸡飞狗跳 热闹非凡 姐妹四绕着院子跑 边跑边拱火 马丘水你个老货 我们好心来找你聊天 你咋这样呢 马丘水举着扫把 追在姐妹四的身后 放你娘的屁 好心 好你妈 扫把上还沾着不少鸡份灰尘 全掉她头上身上 她也顾不上 只想把这几个老贱人狠狠揍一顿 姐妹三跟着马丘水后面 一时也不知谁追谁了 她嘴里还在劝 哎呀 马姐姐 你别动干火啊 我们这不是怕你不知道 陪约人家过得怎么样吗 说到底 也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又被扎了一刀马丘水 心更痛了 她转身 对着姐妹三 就是一扫把砸了下去 姐妹三下的尖叫一声 好在姐妹二和四 已经拉住马丘水 扫把没落到她身上 马丘水这次是发了狠 不管不顾 手里的扫把 被她甩得像个风火轮 大有鲁之身 道把锤杨柳的气势 刹那间 扫把上的鸡份满天飞 姐妹1234 被不同程度的鸡份击中 一时还真招架不住 纷纷逃离 把几人轰走后 马丘水喘着粗气 对着他们的背影 呸了好几口 她怒气冲冲 转身回了院子 院门被她关得砰砰响 落下一层又一层的积雪 她把扫把往地上一扔 溅起无数雪花 吓得家里儿子儿媳 孙子孙女们 全都缩在自家屋里 完全不敢露头 马丘水更气了 简直要呕雪 她对着几个屋子怒吼 全是窝囊废 就看着你们老娘给人欺负 窝囊废 我养你们有啥用 今天全都不准吃饭 又想起刚刚那些好姐妹的话 她不得不承认 他们有一点没有说错 陪冤 她很护短 如果她在 这些人根本不用她出手 她直接就能扔出去 想着想着 心更痛了 马丘水蹭蹭蹭进了屋 越想越憋火 又满心不甘 她把炕桌上的茶缸子 一把摔到地上 发出哐当的一声响 陪方海脸色也不好看 邪腻他一眼 低声呵斥 拿茶缸撒什么火 收起你的小心思 别去惹那两人 马丘水咬牙切齿 那个讨债鬼 天生就是克我的 我 我咋那么命苦 说着 她忍不住落下泪来 只是她到底被陪冤打击得怕了 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就怕被人听到 传到陪冤的耳里 到时候说不得 又会被怎么报复 这一年多 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往年这个时候 家里已经购买大量的年货了 新衣服不说人人有 起码孩子和他老两口是有的 上次家里被偷个金光 一分余钱都没有 到了买盐都没钱的地步 更别说买新衣服了 三个儿子家的私房钱 被他全都耗了出来做家用 但这也远远不够的 全家人也只分了不到一百元 再一还钱也就没剩下多少了 裴方海也憋屈的不行 那可是乔知青 给村里办了场的乔知青 还是劣势遗孤的身份 作为亲家也是很光荣的 还有不说他每个月有多少补贴 就单是厂里 每个月据说他也能拿几十块钱 那可比裴员退伍之前拿的都多了 可他们现在敢有动作吗 不敢 不说乔知青本身就不好惹 就单是那个狼崽子就狠着呢 那狼崽子的运气 怎么就那么好 明明残废了 还能找着乔知青做对象 正是因为不敢动 才觉得更憋屈 如果 如果没有断绝关系 这些都是自家的 王大凤家 沈秀易也扔了枕头 为什么 为什么裴员要和乔知青在一起 那乔知青凭什么 沈秀易对乔云熙 一直是不喜的 也是嫉妒的 乔云熙没来沈家澳之前 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乔云熙来了以后 她这个头衔就没了 更主要的是 乔云熙在沈家澳的名声非常好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她 现在连裴员也喜欢她 凭什么 如果 如果乔云熙不来沈家澳 裴员就应该是她的 那被她宠护着的 就应该是她 在孤东湖冲冠一怒 也应该是为她 如此强大 又护着妻子的裴员 就应该是她的 看着发脾气的女儿 王大凤第一次没有哄 而是严厉的警告 秀易 乔知青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不准去找她的麻烦 沈秀易抬起一双泪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娘 这是她长那么大 王大凤第一次对着她那么严厉 娘 你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 谁知道 她用了什么手段 才和裴员处上对象的 王大凤第一次对这个女儿 产生失望的情绪 就是眼在瞎的人都看得出 明明是裴员上赶着乔知青 再说了 就乔知青那条件 她需要用手段 王大凤摇头 内心无奈 也只能耐心劝斗 秀易 你现在已经定亲了 就不要想这些了 新明这孩子挺好的 在县城的梁站上班 以后你跟她好好过 大概半个月前 沈秀易的亲事已经定了 对象是在梁站上班的 名叫田新明 比沈秀易大两岁 长相还行 就是不太高 大概171左右 沈秀易哭得更伤心了 她就是不甘心 那田新明怎么能跟裴员比 王大凤不再管她 而是交代八个儿子 你们几个 不准去找裴员的麻烦 也不准去找乔知青的麻烦 听到没有 第264章 违反纪律的裴员 八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在外人面前凶得很 在自家老娘面前 乖得像个鞍蠢 他们动作统一的点头 如果说 之前他们看不起裴员的战力 认为她是个残废 不堪一击 那争水事件中 裴员一棍沦飞一串的战绩 已深入他们的脑海 对他的战力早已重新定义 那时起 他们就没了和他干家的勇气 孤东胡纳 极致恐怖的一兵窜 更是让他们不寒而栗 想起那咔嚓咔嚓的 兵面破裂声 就如敲在他们的骨头上 想着 八人都打了个寒战 真的 太恐怖了 何况 他们有八兄弟 但人裴员也不是只有一人 他那些一父一母的兄弟 沈大助沈姐放他们 哪个不是干家的好手 第四天 乔云熙和裴员 就没有再去孤东胡了 鱼太多了 要吃不完 两人又花了两天时间 把这四百多斤鱼全处理了 一小部分做成腊鱼 一小部分做成炸鱼 现在正是北省最冷的时候 零下几十度 留一大部分 放在屋檐下的大缸里 冻着慢慢吃 不用担心坏的问题 这些全是裴员一人处理的 怕鱼味腥臭 冲到乔云熙 又怕她的手冻伤了 乔云熙都被整无语了 不过心里又觉得欲贴 男人嘛 可不就得主动承担家里的累活重活 不然要她何用 乔云熙和裴员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王清代家出事了 马上要过年了 沈丰收申请出院回家养伤 由于伤处经常疼痛 她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 刚到家 她说就想喝水 让王清代去给她倒水 王清代很听话 给她倒了一杯水 沈丰收又嫌弃她 动作太慢 直接就把水连同茶缸 摔到她的身上 好在她倒的是温水 不然非得烫伤不可 她低着头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把衣服换了 不多久 沈丰收又说要拉尿 王清代依然非常听话 把尿桶提到了炕边 帮扶着沈丰收方便 只是不知怎么的手一滑 沈丰收砰的一声 从炕上摔了下去 凄厉的惨嚎 滑破寒冬的空气 响彻天际 沈丰收接好的腿 再次被摔断了 沈丰收的家人 匆匆忙忙的 又来找大队长 申请用拖拉机 送沈丰收去医院 沈建军人都骂了 这不是上午刚回来吗 现在还没到午饭时间呢 就又断了 有俩小时吗 不是 沈丰收现在这么脆皮的吗 也就是现在天气冷 不然刚接他们回来的拖拉机 可能连发动机 还没来得及冷却 村里的纷纷扰扰 影响不了乔云熙和裴渊 两人此时正在吃 刚刚炸好的炸鱼 裴渊的手艺好的不行 比他去年做的要好太多 乔云熙表示 他一天能干掉两斤 晚上 裴渊又做了一道水煮鱼 一道糖醋鱼 配上香喷喷的大米饭 味道真的 绝了 洗好碗筷的裴渊 转身就看到乔云熙 如一只慵懒的猫 正眯着眼睛 斜靠在餐椅上 闭目养神 他的眼神变得温柔 满满的诠释 对他的爱意和纵容 他缓缓的坐到他的对面 柔声问 是不是累了 要不今天早点休息 吃的有些撑得乔云熙 确实有点饭困的感觉 他懒洋洋的打来的喝歉 不用 主要是吃太饱了 一会就好了 现在也才晚上七点左右 时间还早 嗯 裴渊也不勉强 他目光灼灼看着乔云熙 觉得怎么都看都看不够 乔云熙被他看烦了 狠狠瞪他一眼 裴渊愉悦的弯起嘴角 转移话题 你是不是又长高了 说起这个 乔云熙就有了精神 嗯 我现在应该有163了 长高可太难了 之前长了两厘米 这差不多一年就只长了一厘米 他猜测他的身高 应该就定格在这里了 不过作为南方人 在这个年代来说 163算不错了 他的身材很好 体重在92到95之间浮动 看着偏娇弱 但该长的地方长 该瘦的地方瘦 不是夸张的那种 但相当的有料 比例又好 他自己是很满意的 这个话裴渊就不太好接了 他当年吃不饱猪不好 身高却是蹭蹭往上涨 真没觉得多难 他笑着安慰 你这个身高很好 我觉得很好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时间很快就到了九点多 裴渊准备回家 乔云熙把人送到门口 裴渊有些不舍 和他在一起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他低声嘱咐 记得拴好门 有事吹口哨 我都在的 听着男人叙叙叨叨的交代 乔云熙感觉到了思思 被关心的甜蜜 笑弯了没 乖巧听着 女孩微微抬头 歪着脑袋 满眼含笑的看着他 裴渊停住说话 有些呆愣的看着他 特别是那微弯的粉红唇瓣 看着 就 很美味 他眸色微暗 身体变得有些燥热 被他温柔又灼热的眼神看着 乔云熙有些不自在的一开视线 心想 他不会是想图谋不轨吧 看着一直盯着他的裴渊 乔云熙不知怎么的就问了句 你不会是想亲我吧 裴渊的喉结又滚动了一下 语气却很肯定 不 不行 违反纪律 乔云熙扑斥一声笑了 裴渊有时候看着啥都懂 有时候又像得愣头青 裴渊脸上立刻变得滚烫 战术性咳嗽两声 移开了视线 那个 我回去了 乔云熙收敛了脸上的笑 轻轻恩了一声 裴渊走了两步 呼的回身 问 能亲吗 乔云熙一愣 抿了抿唇 你不是说违反纪律吗 裴渊咳嗽两声 一本正经的说着大逆不道的话 偶尔可以违反一下 说起来 两人确定 关系也有半个多月了 他连他的手 都没有正经的拉过 乔云熙 很有道理 只是 不知道 你的领导听到这样的话 会不会抓你 去上思想教育课 裴渊突然俯身上前 低头看着乔云熙 此时 两人的距离很近 他清晰看到 他那浓密如扇子一样的睫毛 还有那双金热的水润桃花眼 他的呼吸变得极粗 眼尾泛红 低头就吻了上去 第265章 裴渊 你怎么咬人 男人身上浓郁的荷尔蒙气息 夹杂着淡淡的冷木香 侵入鼻息 乔云熙瞪大了眼睛 脑海有片刻的空白 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乔云熙闷哼一声 用力推开裴渊 裴渊你怎么咬人 脑袋有些昏沉的裴渊 终于回过神来 他的眼里还有些迷茫 看着眼前那唇瓣 似乎更水润了 乔云熙都无语了 还以为这男人啥都会呢 原来也有不懂的 呃 他好像也不会 但再不会 也不至于咬人 他摸了一下被咬的唇 好在没破皮 但还是挺疼的 他情绪复杂 都不知道说啥了 不是说 男人接吻 都是无视自通的吗 裴渊终于反应过来 脸上红得要滴血 他刚刚脑子如烟花绽放 整个人都要燃烧起来 只顾贪婪吸取他的美好 已是失控了 看着被他咬得红了一片的粉唇 他又心痛又自责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炙热 我 我看看有没有破皮 说着 他低下头就要检查 乔云熙却是推开他 还后退了几步 瞪了他一眼 转身就要回屋 裴渊急得正要跟上去 乔云熙转身又回来 对着在他的脚面 狠狠踩了一脚 他甜甜的初吻呀 实在是 幻面 裴渊看着气鼓鼓的自家对象 好笑又无奈 更有对自己糟糕表现的懊恼 他拉住正要回屋的乔云熙 低声认错 我错了 你别生气 乔云熙抬头看他 错哪了 裴渊抿唇 迟疑了一下才不确定的说 错在违反纪律 乔云熙暗暗翻了个白眼 又跺了他的脚面一脚 他现在的力气也不算小 裴渊感觉到脚面传来的疼痛 心里却甜的要命 很想用他入怀 但刚刚惹他生气 此时不敢乱动 继续认错 我那都错了 他其实也有些尴尬 以前不是训练 就是出任务 这亲吻 别说练了 就是想也没有想过 再说了 这能找谁去练 裴渊又看向他的红唇 声音暗哑 要不 我们以后多练练 我学东西很快的 他的喉结缓慢地滚动了一下 补充 下次我保证不咬你 他刚刚其实 应该是没咬的 只是力气大了点 乔云熙 我再跟你多说 两句我就是狗 他扯了扯 被裴渊拉住的胳膊 示意放手 裴渊哪里肯放 他虽然知道 自家对象没有真生气 但假生气也得哄 没哄好的话 他今晚肯定得失眠 自己失眠不要紧 就怕小夕因为自己没哄 他真生气了 他本来身子就不好 可受不得任何气 他轻轻摇了摇他的胳膊 眨着眼睛 带上点撒娇意味 小夕 别生气了 我明天 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平时冷峻自吃的男人 突然化身小狼狗的既视感 有点萌到他了 乔云熙压下上翘的嘴角 傲娇地说 现在不也是你做饭 能有什么区别 陪圆面上一洗 忙保证 我家里 还有一只完整地 处理好的野山羊 明天我们做火锅吃 也可以做香辣羊棒骨 焖羊肉 羊骨汤 总之 炸溜 爆 烧 炖 焖 焖 微 炒都行 只要你喜欢 怎么做都行 做全羊宴都行 乔云熙本也没真生气 作为单纯的小青涩 不会接吻很正常 要是那种一上来 就能把人舌头缩掉的 他才要怀疑 他冷哼一声傲娇地说 看着羊的份上 还有你认错态度 良好的份上 就原谅你这次吧 看着他娇憨的样子 裴云心头炙热 低哑着声音问 那 我们继续 砰 咔嚓咔嚓 回应他的是 关闭的大门 和双重拴门的声音 差点被门撞到鼻子裴云 转眼就到了年三十 今年唯一的不同 就是乔云熙和裴云两人一起过的 两个孤家寡人不再孤单 他穿上了他送的泥大衣和羊绒衫 还有靴子 再配上他搭配的毛绒微薄 时尚又好看 更显得他腹白貌美 像个雌娃娃 裴云眼睛都要粘在他身上了 觉得以后 还是要给自家对象买买买 乔云熙也在空间里翻了半天 终于翻出一套深喀色的泥大衣 款式和这个年代的将校泥大衣 有些类似 裴云身形高大 宽肩窄腰 站姿鼻挺 这款大衣 简直为他量身定做的 再配上一顶杨俭容的帽子 还有军靴 硬朗帅气中 又有军人的铁血气质 简直不要太帅气 颜色和他的绿色的泥大衣 算是一个系列 他笑眯眯的说 咱俩这也算是情侣装了 裴云还是第一次听说情侣装 心里胀胀的 又甜又满 乔云熙拿出他从大黑狗处逃来的相机 以及三脚架 话说 这年头相机挺贵的 花了他不少钱 裴云很欣喜 拿着相机 一个劲的给乔云熙拍照 东屋 厨房 院里 院外都留下乔云熙的影子 乔云熙也不厚此薄笔 给他也拍了不少单人照 裴云很配合 对象要求的基本照做 他买的这个相机 是有自拍功能的 两人又用三脚架 拍了几张合影 杨洪梅刚好上来给他送年礼 乔云熙拉着他两人 拍了一张合影 又给他拍了一张单人照 杨洪梅高兴的不行 让乔云熙单人照 洗多一张出来 他要寄给家里 乔云熙笑眯眯的答应 好呀 要过速不 杨洪梅狠狠点头 要 小夕谢谢你 多少钱我给你 乔云熙也不和他客气 笑着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 到时候去相馆 洗好照片后 我再告诉你 杨洪梅又说了 要多大尺寸的 两人聊了一会 他就拿着乔云熙给他回礼 回了知情愿 裴云清静的脸上 带着浅浅的笑意 小夕 今天我们一起 去给大队长家送年礼吧 身着情侣装的两人 在村里出现时 简直闪瞎村里众人的眼睛 大家相互打过招呼 聊了一会 乔云熙和裴云 就继续往沈建军家走去 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 众人低声一轮 这两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比我之前在电影上看的人 还要好看 可不是 两人平时就很好看 现在穿上这大衣 更是好看 这衣服好像是叫什么 哦 角泥大衣 听说挺贵的 这有啥 乔治清有补贴 还有厂里的什么设计费 听说不老少呢 死 那乔治清不是要倒贴赔渊 第266章 吃软饭的赔渊 我听说 他们上次抓人贩子和通缉贩 还有奖金呢 虽然不知道有多少 但买件大衣 还是够的吧 说的是 村里办了场 那些女工也有钱呢 今天我看到 村里有不少人穿着新棉衣 嘿嘿 我觉得裴云再有钱 也没有乔治清有钱 他除了拿的奖金 平时也就只能靠赚公分了 说的也是 那裴云岂不是吃乔治清软饭 哎呀 说啥呢 反正我觉得 两人好颁配 对对 可不能说他吃软饭 他这方面可能软 但在其他方面肯定不软 哪方面不软 展开说说 我可去你的 我说的是咕咚湖那次 一兵窜下去 兵面裂开了上千米 硬得很 裴云还不知道 自己被传承了吃软饭的硬汉 此时正和乔云西两人 准备给沈建军他们 拍一张全家服 这可把沈建军一家人高兴坏了 这年头很少拍照 就是拍一般也要去照相馆 他们一家人 都还没有拍过全家服呢 富婆沈香香非常大气 又拍了一张单人照 一张和乔云西的合照 考虑到过年花销大 由乔云西提议 大队部拍板决定 女工在年前可预支 最高三十元的工资 沈香香预支了二十元 除了交加用十元 加上个月的工资 她手里还有二十元的存款 妥妥的小富婆一枚 这钱她本来准备 给自己添剑大红棉衣 结果她娘周桂花 非常大气的给她做了 她的钱也就省了下来 沈姐放就没她的待遇了 只能自己 给自己做新棉衣 她原来那件 都穿了好几年了 缝补都不好下针 现在手头 只剩下五元三毛的私房钱 穷鬼沈姐放咬咬牙 也拍了一张单人照 一张和裴云的合影 沈胜利看媳妇羡慕的目光 也咬咬牙 拍了一张 他们三口之家的合影 不对 刘春宁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算是四口之家 最后三兄妹重筹 用他们的私房钱 给他们的老父母 沈建军夫妻 拍了一张合照 沈建军夫妻 自然不缺这一张照片的钱 只是他们节俭惯了 加上年龄大了 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儿女有孝心 起哄着让他们夫妻合照 两人面上虽不显 心里却甜滋滋的 周桂花算是很开明的家长 并没有要在经济上 完全把控自家孩子的想法 所以家里的三兄妹 包括系刘春宁 手里多少是有些私房钱的 沈姐放这个 憨憨征求了乔云熙的同意后 去把沈大住几个好兄的 喊了出来 吼着大家来个大合影 相机在这个年代是稀罕物 大家都很兴奋 叽叽喳喳的议论个不停 合影后 这些兄弟都咬咬牙 几乎都有拍了全家福 好在乔云熙在大黑狗那里 买了不少的胶卷 不然还真不够造的 他也很乐意给他们拍照 反正又不是不给钱 这都是他们的青春回忆 总之 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 有瓜有乐 美酒但有故事 除了少数人 大家都很开心 大年初时 裴云逮着个机会 把裴新国和裴新华 两人揍了一顿 两人被揍得鼻青脸肿 毫无反抗能力 重点是 他们还不知道为啥被揍了 他们这一年 看到裴云都是绕道走的 没得罪他 裴云看揍得差不多了 才停手 问 知道我为啥揍你们不 裴新国挂着两管鼻血 哭丧着脸摇头 不 不知道呀 裴云扯了扯嘴角 乔知青现在 是我对象了 这个你们知道吧 裴新国忙不住的点头 知 知道 不是 你谈对象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揍我们一顿 难道是为了庆祝 两人满头问号 百思不得其解 却不敢提出异议 裴云嘴角弯起一个清冷的弧度 回去告诉裴大叔和马大婶 如果敢找乔知青麻烦 会比找我麻烦时更麻烦 嗯 麻烦百倍 裴新国和裴新华两人 微张着嘴巴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这是怕他们爹娘 以长辈的身份 去找乔知青麻烦 所以 就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不是 你是不是对乔知青 有什么误解 找乔知青的麻烦 他们敢吗 沈家傲几千村民的口水 就能把他们淹死 别说行动了 就是想一下都不敢 裴云看着两人的怂样 不由又踢了两人一脚 滚 两人如蒙大射 麻溜的滚了 马秋水看到两个 像个猪头一样的儿子时 也被吓了一跳 忙上前扶着他们 问 怎么回事 谁打的 死 裴新国被马秋水 不小心碰到伤口 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 他委屈的不行 娘 呜呜是裴云 是裴云打的 马口水听到裴云的名字时 吓了一跳 差点把眼前的儿子扔出去 就怕被他们牵连上 他抖着声音 有些结巴的问 他 他他他为啥打你 兄弟两人 把裴云的意思 复述了一遍 马秋水气的心丹都在痛 孽子 他这是 这是大逆不道 话是这样说 声音却压得极低 就怕被人听了去 缩在角落的裴新鸣 暗暗庆幸 好在今天没和大哥二哥出去 不然 他也得挨这顿揍 太他妈凶惨了 裴方海也气得要吐血 但又有什么办法 再气也只能憋着 那可是一兵窜下去 能裂兵千米的狠人 他们够他几兵窜呢 他深呼吸几口气 才把那股憋屈压下 满脸疲惫说 行了 以后看到 他就绕道走吧 看到乔知青也绕着走 时间转眼又过了十天 乔云熙收到了一封 意想不到的信 信是何小北转寄的 他在信中 说他收到一封 给秦一封的信 秦一封不在了 信他原封不动的 转寄给他这个养女处理 看完何小北的说明 乔云熙不由醋眉 秦一封离世 已经两年多了 寄信人竟然不知道 可见应该不是 什么相熟的好友 按理说 这信是他的隐私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决定打开看看 他有种直觉 这封信很可能 和他有些关系 如果信只是秦一封的私事 那他就对着秦一封的照片 给他道个歉 做好心理建设的乔云熙 拆开了信封 只是越看 他的眉头皱得越紧 这是一封 求救信 第267章 来自南省的求救信 是南省一位 名叫月春寒的人 写给秦一封的求救信 但求救人不是月春寒本人 而是月春寒 为温宇书写的求救信 而温宇书 正是原主的外公 信中的大概意思是 温宇书在下方的地方 摔断了腿 由于没有得到好的治疗 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希望秦一封这个好友 能去看他最后一面 通篇没有写明求救 乍一看整一个废话文学 没个重点 认真琢磨 就发现内容中 隐隐透着一点 温宇书遇到麻烦了 生死攸关 乔云熙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月春寒 被人监视了 需要把信写得那么隐晦 还是他本身 就是一个废话文学爱好者 看写信的落款日期 是在两个月之前 这个年代寄信速度很慢 加上过年邮局 可能放假了 而且信是先寄到柳氏 何小北签收后 才转寄给他 所以这封信 辗转了两个月 才到他的手上 信中说 温宇书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受伤的 也就是说 温宇书受伤一个月多后 月春寒才提笔写信 这样算下来 温宇书受伤到现在 就有三个多月了 乔云熙陷入沉思 月春寒 为什么在温宇书受伤 一个多月后才写信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既然是温宇书遇到了危险 为什么写信的是月春寒 如果温宇书真的发生性命攸关的事 至今三个多月 他是否还活着 据他所知 秦一峰和温宇书 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缘由骂 乔云熙多少也猜到一点 第二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就是温宇书夫妇 也就是园主的外公外婆 按理说 园主应该是跟他们生活才对 然而并没有 温宇书夫妇 参加完园主父母的葬礼后 不多久 就离开了 那是64年的冬天 距离特殊时期还有一年多 但局势已经有些紧张了 温宇书应该是预感到了什么 所以才没有带园主离开 不过当时他和秦一峰见了一面 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 之后 他就在秦一峰的收养意见书上签了字 在园主的记忆中 刚开始那两年 秦一峰和温宇书偶尔还有书信往来 之后就完全断了 而秦一峰也没有在园主面前 提过温宇书夫妇 直到他离世时都没有说 不知是故意为之 还是忘了 当年园主八岁 和父母住在军大院 一年虽然见不了几次外公外婆 但他对他们是有印象的 他记得两位老人对他很好 很慈祥 每次见面总要给他好多吃的 穿的 玩的 在园主的记忆中 他问过秦一峰 关于外公外婆的事 是他在大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园主病得很重 浑身难受 要很苦 小小的他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不来看他 明明他们是他的亲人 明明他们以前对他那么好 这段记忆有些模糊 他忘了秦一峰 当时是什么神情 只记得那个高大的男人 摸着他的头 声音很温柔 你只要知道 他们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的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好好养病 之后 园主的生活里 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们 他也没有再跟秦一峰 提起关于他们的事 这也是乔云熙这么久 没有想起 园主还有外公外婆的原因 他手里拿着信 一时有些纠结 不知道要不要管这件事 他倒不是对这份血缘 看得有多重 而是威语书本身 就是一个值得 让人尊重的学者 何况他对秦一峰 对园主父母这些为国 奉献青春和生命的英雄 是敬佩的 威语书夫妇 作为烈士的父母 他同样尊重 威语书当年是 今世某所高校的教授 是一位有自己 政治观点的教授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出事的 看着信封上留下的地址 乔云熙沉思良久 最终还是决定去看看 他套上棉外套 戴上帽子围巾 准备出门 去找沈建军开介绍信 男省可不禁 需要坐几天的火车 这个时候的火车票 估计不太好买 他要早做准备 刚到门口 就碰到裴渊来找他 裴渊看他穿的 后实全副武装的样子 不由地问 小夕 你这是准备去哪 乔云熙看到裴渊时才想起 作为对象 乔云熙一愣 他靠近 他低声询问 你不是说 你在沈家澳 还有一个任务吗 能离开 裴渊笑着点头 嗯 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的 裴渊熙有些迟疑 这一去一回的 起码半个月时间 你确定没有问题 其实我自己去就可以的 他独立惯了 很少依赖别人 这也是裴渊不在眼前 他就容易把他这个对象 给忘了的原因 裴渊内心叹气 别的女孩碰到问题 恨不得自家对象男人 在身边陪着 他家的道后 完全就没想过找他帮忙 裴渊低头看他 神情无奈 小夕 试着偶尔依赖一下我 好不好 他对乔云熙 那是一腔热血 一眼万年 心心念念 非清不去 可他很清楚 乔云熙对他只能说有些喜欢 他对他的感情远没有 他对他的那般炙热 他太独立了 也太强了 这种强大 不单只物理上 更是心理上的 他几乎不需要别人 他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他本能的知道 作为他的对象 如果完全不被需要 那他在他心里 可能也是可有可无的 他死皮赖连 努力争取了这几个月时间 不就是想 两人多相处相处 争取在他的心里 能多点位置的吗 他希望他在他的心里 有一点喜欢 变成两点 变成三点 何况 南省长途跋涉 未知的危险 他怎么放心他一个人去 乔云熙一愣 看着裴渊 他突然发现了自身的问题 他虽然同意做他对象 但他确实 在心理上从来没有想过 要依赖他 遇事也从来没想过 两人商量解决方案 一次都没有 第268章 出发南省 在两性关系中 偶尔的依赖 不代表弱小 被依赖 也不代表就是强大 这是男女之间的情感互动 和情感需求 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这些都有利于 双方的感情升温 和感情稳定 在他和裴渊 两人的感情中 裴渊的情感浓烈又炙热 他应该是有一点点 没有安全感的 乔云熙内心无奈 看来在感情方面 他要学的东西挺多的 想清楚的他也不纠结 点头同意了 两人先去找沈建军 开了介绍信 订火车票的事 裴渊说交给他 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 很快就订好了 两张卧铺票 知道他急 时间是第二天下午 乔云熙看着米饭犯了难 死去不知会碰到什么危机 所以他没有打算带米饭去 米饭表示很不开心 不过在乔云熙坚持下 米饭只能妥协 时间紧急 他先是去了周秀红家 说了要出门的是 交代他后面款式的一些相关事宜 接着他又去了一趟沈建军家 让沈湘湘帮忙照顾米饭一段时间 他本来想究竟找杨红梅的 不过考虑到他在知青院 几个人睡一个屋 怕其他人有意见 沈湘湘非常乐意帮忙 保证一定把米饭照顾好 乔云熙很感激 拿了大概够二十天米饭 吃的各种粗粮 又给他送了吉尺步做谢礼 去火车站 是沈大柱开拖拉机送的 沈姐放也在 裴云已经让沈大柱 开始教沈谢放开拖拉机 相信不用多久他就能学会 到春耕农忙时 应该就可以上手了 看着两人近战的背影 沈姐放很惆怅 当年他入伍时 我们就是在火车站送他的 转眼九年过去 那时没有拖拉机 也没钱坐牛车 他们几个小伙半天 没亮就起来 他错过时间 十多公里 硬是小跑着过来的 沈大柱轻轻喷了一声 当年我记得你还哭鼻子了 沈姐放笑了 也不尴尬 神情还有些怀念 是啊 战争多残酷 我挠补了他的很多种死法 害怕再再也见不到他 那时 我还做了几天噩梦 沈大柱也笑了 他没有挠补裴云的死法 但他挠补了他到部队后 被其他兵犹子欺负 那时候 裴云才十五岁 比他还小一岁 没到入伍年龄 其他兵都比他大不少 加上他性子温和 很容易被人欺压 那时 其实他也经常做噩梦 直到半年后 他们收到裴云给他们寄的第一封信 信中裴云给他们报了平安 说了 在部队的一些趣事 反正中心思想就是 他在部队过得很好 大家都对他很好 还学了文化认了字 梁九 沈姐放财轻叹一声 我有感觉 渊子应该很快 就会离开沈家傲了 沈大柱没有说话 从裴云让他交沈谢放开拖拉机 他就预感到了什么 兄弟之间 大多数时候不需要言语 火车上 乔云西心情还不错 身边有个健壮男人的好处 显而易见 最起码 他不再被被人抬着上车了 有裴云这个大高个在 把他护得滴水不漏 稳稳当当地进了卧铺车厢 进了站上了车 裴云就恢复了正常走路 不再是瘸着腿了 知道乔云西爱干净 裴云很贴心地 带了两床薄被子 把上下铺整理一下后 就重新垫上自己的被子 接着 他拿出一个长长的布帘 也不知他怎么弄的 三两下就挂到了上铺 布帘很长 连同下铺一起挡住 挂好后 他把帘子拉到一边 睡觉时再拉上 隐私贼好 乔云西忍不住扶鹅 问 这你做的 裴云点头 这是 他把自家窗帘拆了 昨天连夜改动了一下赶出来的 手工不是太好 将就着用几天 在火车上要待几天 就怕他休息不好 弄个布帘挡挡光 应该会好些 再说了 自己媳妇 睡觉不能让人看了去 隐私还是要的 乔云西都不知道说啥 所以说 男人贤惠起来 就没女人什么事了 一路上 他只夸着他的保温水壶 和一个放钱票 等贵重物品的背包 其他大包小包的行李 都被裴云承包了 看着忙碌的裴云 乔云西真心觉得 有个对象还真挺好 他笑着说 带那么多东西 也不怕重 裴云看着他 眼神温柔 没事 我力气大 你要不要躺着休息一下 乔云西摇头 在裴云铺好的下铺坐下 不用 还不累 裴云在他旁边坐下 从包里翻出肉干 糕点等零食 那你吃点东西 对了 你水壶里的水够不 他也夸着乔云西之前 送给他的保温水壶 这可是小夕送他的第一件礼物 现在两人夸一样的水壶 用小夕的话说 这也叫情侣装 是情侣水壶 情侣 他喜欢这个词 乔云西笑了 这才刚上车呢 你别忙活了 休息一下 感受着对象对他的关心 裴云眼里情绪慢慢变浓 心里甜甜的 他在乔云西的旁边坐下 笑着硬了声 好 乔云西叹口气 也不知米饭怎么样了 今天没让他来送 估计生气了 早上拖拉机来接时 米饭动作最快跳上车 天气冷 加上他担心米饭到了火车站 要搞什么幺蛾子 所以他并没有打算让米饭送 严厉的让他下了车 拖拉机离开时 米饭夸张的伸出一只耳康爪 前找 狗眼流出了眼泪 当时乔云西差点都心软了 现在想想 特么的全是戏 差点被一条狗套路 想起米饭 裴云忍不住轻笑出声 没事 到时候给他带些吃的回来就行 是这里吧 此时有两个男人 走进他们这个车厢 前面的轻秀男人拿着票 对着卧铺号看了看 确定无误后 才看向对面铺位的乔云西两人 看到乔云西时 轻秀男人眼神一亮 好漂亮的女孩 裴云微眯眼睛 身体微侧深 挡住男人的视线 要不是这男人的眼神 没有任何邪念 他高低的得揍他一顿 轻秀男人感受到裴云的敌意 他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扑斥一声笑了 这位小弟弟你放心 我纯欣赏 没有其他意思 第一次被叫小弟弟的裴云 我哪里小了 乔云西敏纯 看裴云一言难尽的吃别表情 感觉还挺新奇 行了 把包放下来整理一下 男人的身后 响起低沉又粗犷的声音 最近好多宝宝要求爆羹 说实话我也很想爆 呜呜 可我爆不了 我是兼职写作 忙完工作后才有空写 一天四千已经很努力了 大家见谅哈 继续求一波为爱发电和催更 爱你们 第269章 他对于你来说太大了 乔云西这才留意到另一个男人 这男人身材高大 皮肤有黑 长相和他的声音一样很粗犷 表情看着有些桀骜 清秀男人回头撑了他一眼 急什么 你自己不会整理啊 粗狂男人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越过他把行李包在下铺放下 自顾自的整理 脾气看着挺好 和他桀骜的外表完全不服 清秀男人翻了个白眼 跟着男人在下铺坐下 看着对付的乔云西两人 他很自来熟的自我介绍 你们好 我叫宁云 他又指了指粗狂男人 说他叫吴天虎 相识即是缘 希望这几天我们能好好相处 裴员扯开一个职业微笑 宁同志 你好 我姓裴 宁云也不介意他的态度冷淡 看向乔云西 小妹妹 你长可真好看 乔云西笑得一脸真诚 嗯 我知道 宁云一愣 接着哈哈大笑 笑得花枝乱颤 是真的乱颤 不一会就笑谈到吴天虎的身上 吴天虎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还有一丝宠蜜 他轻轻扶住凝云的 妖 乔云西挑眉 眼神一亮 这两人竟是一对 这可是 他在这个世界见到的第一对男男 同性恋自古就有 只是一直不为大众所接受 这一对倒是坦然 也不怕被当作典型抓起来 不过 只要表现得不那么明显 一般也不会被怀疑 只以为是兄弟间感情好 毕竟这个年代 不是几十年后的信息大爆炸时期 大部分人并没有男男 女女的概念 也就不会往这个方面想 裴云眼神闪动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凝云笑了一阵 终于停了下来 他擦着眼角笑出的眼泪 哎呀 小妹妹 你真是可爱 乔云西露出他的标准笑容 我姓乔 你可以叫我乔同志 小妹妹这个称呼真的是 他感受到了 小这个字对他的深深恶意 就如裴云刚刚的心情 凝云笑着点头 从善如流 好的 乔小妹妹 你们也是去男生吗 乔云西 是的 凝云看了裴云一眼 问 这位裴小弟弟是你对象 裴云再次强调 请叫我裴同志 凝云又是无嘴偷笑 叫同志多生疏呀 我今年都29岁了 你可不就是小弟弟吗 乔云西有些意外 凝云看着也就23 4岁的样子 没想到已经29了 他看向正认真整理 行李的吴天虎 看来这是个疼媳妇的男人 把凝云养得那么滋润 呃 也可能是疼老公 关于男男谁上谁下的问题 这个事情非常值得探讨 毕竟娇小的不一定就是瘦 粗狂的不一定是弓 也不知道是谁弄弯了谁 还是两人本来就是弯的 乔云西面上不显 礼貌回应他之前的问题 嗯 他是我对象 凝云挑眉一笑 你们挺配的 就是吧 他对于你来说 太大了些 吴天虎整理行李的动作一顿 太大 他怎么知道别人的大 乔云西不赞同 大 不大啊 六岁还好吧 年龄大些的 不是会照顾人吗 吴天虎抹了一把不存在的汗 原来说的是年龄啊 裴云额头青筋直跳 直觉告诉 他这场聊天必须要结束了 这位姓宁的很可能会交坏消息 他扯了扯乔云西的袖子 问 你要不要喝杯麦乳精 乔云西眼神一亮 你还带了麦乳精 裴云笑得一脸温和 嗯 知道你喜欢喝 我带了小半罐 我给你泡一杯 乔云西笑弯了眼 好 你对着我真好 泡两杯被你也喝 裴云嘴角上扬 我对你好 不是应该的吗 我就不喝了 说着他就从包里翻出一个杯子 保温壶里的水还很烫 泡麦乳精完全没有问题 车厢里很快就飘起浓郁的麦乳精香味 宁瑜目瞪口呆 这男人好贴心 怪不得能找到那么漂亮的媳妇 他不由看向吴天虎 眼神有些优越 自己家的就没那么贴心 哎 这时火车哐当哐当启动了 窗外是白雪矮矮 也好在是绿皮火车 不然就这冰天雪地的 车还行驶不了 就这车外的景色 乔云熙美滋滋地喝着麦乳精 感觉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 接着他拿出相机 咔咔咔的就是拍 这种万里冰封的景象 真的很壮观 接着又拉着裴渊 拍了张合照 话说 这个相机完全坐实了 他败家娘们的名声 过年时 他给沈建军沈大助他们拍了照 村里人自然就知道 他有相机 村里很快就流传出 他把当初抓通鸡饭 拿的奖金全花完了 就为买一台相机 众人都痛心疾首 觉得他和裴渊不会过日子 刚有点钱就花出去了 以后两人结婚 生娃可怎么办 对此 乔云熙哭笑不得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都知道 他又没钱了 时间很快到了半下午 有列车员来车厢点餐 各位旅客 大家好 餐车为大家准备了晚餐 主食有大米饭 面条 面片 一串主食菜色报完 列车员开始让大家准备好零钱 准备买票 火车上一般有两种吃饭形式 一种在推着小餐车 到车厢里售卖的盒饭 这种便宜些 一种是要到餐车用餐的 这种可以点菜 但要提前买票 也贵很多 裴云转头问乔云熙 你想吃什么 乔云熙吃了不少零食 又喝了麦乳精 这会不太饿 他摇摇头 我不想吃 你买你自己的吧 裴云笑着建议 多少吃点 不然晚上肚子饿 没事 一会可以要少点饭 吃不完的还可以给我 乔云熙想了想 觉得也行 就点了一份青椒肉丝 裴云又点了一份辣子鸡 一份闷排骨 都是乔云熙爱吃的 乔云熙内心涌起一丝甜 眉眼弯弯的问 你怎么不点你 喜欢吃的 裴云一边给钱 一边笑着说 我不挑食 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列车员扑斥笑了 打句道 这位男同志可真疼媳妇 裴云尔跟微红解释 还没结婚呢 第270章 再敢看 我就轻蔑 没有结婚 也就是还在出对象了 列车员也不意外 这位女同志 一看就年龄不大 他一边收钱 一边笑眯眯的 又打去了他几句 这边宁云两人也订了餐 能订卧铺的人 一般都是不差钱的 到饭点时 广播准时响起 本次列车 为广大旅客 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需要用餐的旅客 请前往餐车用餐 餐车位于列车中部的 裴云把布莲拉上 就带着乔云熙去了餐车 傍晚 夕阳西斜 给白茫茫的世界 染上一层金光 乔云熙坐在窗边 金黄的余灰 照在他的脸上 给他的肌肤 镀上了一层柔光 宛如画卷 裴云看吃了 眼眸里竟是浅犬神情 还隐藏着 不易察觉的炙热暗芒 有时候 他真的很想 很想把他藏起来 让他只读属于他 乔云熙暗暗翻了个白眼 裴云见些信看他发呆 他都快习惯了 裴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妥 耳根微红 有些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乔云熙低头准备 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裴云 他今天确实有些饱 吃不完 不能浪费了 裴云挡住自己的饭盒 脸张得有些红 不用 你先吃 一会吃不完再给我 乔云熙皱眉 那你不就吃我剩饭了 想起什么 他笑着靠近裴云 低声打趣 我听说 吃了谁的剩饭 就要听谁的话哦 裴云一愣 眼底很快一满笑意 身子前倾 更靠近乔云熙 呼吸交缠 声音暗哑 你是我对象 吃你剩饭 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 不吃你剩饭 我也听你的 听一辈子 不是情话的情话 让乔云熙全身一阵酥麻 这男人 越来越会了 两人靠得很近 他漆黑的眸里 只映着他的身影 眸底除了深情眷恋 还有一丝独属于男人的强势侵略 乔云熙只觉脸上一烫 敬拜下阵来 他一开了视线 内心暗暗怀疑 裴云可能偷偷去上了恋爱补习班 裴云难得看到他的修奶 抿着唇压下笑意 饭菜要凉了 吃吧 不得不说 在火车上 在这样的环境中用餐 别有一番风味 加上两人温馨又甜蜜的氛围 感觉温度都升了几度 吃完回到车厢时 宁云两人还没回来 裴云看了看布莲和行李包 确定没人动过 才拉开布莲 晚上 随着火车的哐当声 乔云熙慢慢进入梦乡 迷迷糊糊间 他似是听到有什么声音 嘶 你别乱动 烦死了 都说了我睡上破 你偏不让 嗯 嗯 什么 好姐 你别乱动 嗯 哎呀 你干嘛 要死了你 这在火车上 对面还有人呢 乔云熙呼的睁开眼睛 眼里已是一片清明 他把布莲拉开一条小缝隙 准备看看啥情况 内心暗道 这两人不会想在火车上来一发吧 不能吧 那一回会不会有气味 这可是空气不怎么流通的车厢 他可不想闻到奇奇怪怪的气味 要是这两人真要干什么 他就发出声音阻止他们 通过布莲小小的缝隙 看到对面的下铺鼓鼓囊囊的 应该躺着两个人 只是盖着被子里面啥情况 就看不到了 只感觉两人似乎睡得很挤 似乎是一人压着一人 谁在上谁在下 不得而知 躺着下铺的裴云 无奈有好笑 乔云熙正要再看清楚些 眼前就被一道黑影挡住了视线 乔云熙眨巴了两下眼睛 满脸无辜 声音压得很低 你怎么还没睡 裴云对他的转移话题无动于衷 不准看 乖乖睡觉 乔云熙躺在上铺 裴云站着 两人的脸挨得很近 有种呼吸交缠的感觉 裴云熙嘀嘀 哦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你赶紧睡吧 别挡我视线 裴云窥然不动 看着两眼还在放光的乔云熙 他的眼里一片清明 没有任何的欲念 只有纯纯的好奇 他呼的贴近了他的耳朵 声音低沉暗哑 再敢看 我就亲你 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他的耳朵里 引起他的一阵酥麻战力 反应过来的乔云熙 暗暗翻了个白眼 这裴云肯定去补习了 动不动就聊他 想起那不美好的初吻 乔云熙默默翻了个身 背对着裴云 坚决表示了拒绝 裴云 躺回下铺 裴云咳嗽两声 表示这是车厢 注意影响 凝云两人动作一顿 终于停了小动作 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事 只是睡在一起而已 裴云此时却没了睡意 他现在和他挂着同一个布帘 和他在一个空间 相距一米左右 也算 睡在一起 想着 他嘴角控制不住弯起 脸有些烫 火车坐了四天三夜 总算到了南省的雾市 出了火车站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两人在雾市找了个招待所 开了两个房 准备第二天再坐车前往乌云县 没想到第二天 在开往乌云县的汽车上 又碰到了宁云两人 真的 巧得让乔云熙都觉得有些阴谋论了 宁云看到乔云熙两人时 也很意外 笑着打招呼 坐到了两人的前面 汽车晃晃悠悠的在土路上行驶 从雾市到乌云县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乔云熙和裴云坐在最后面一排 车内的空气并不好 加上土路坑洼 晃得他有些不舒服 裴云有些心疼 往他身边靠了靠 低声问 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靠我身上睡一会 到了我叫你 乔云熙昨天晚上在招待所 是直接进空间洗漱休息的 睡眠质量其实还可以 困是不困的 不过他 还是把头靠在裴云的肩膀上 轻声说 嗯 可能是晕车 你呢 会不会不舒服吗 裴云低头看着靠在自己身上的娇小女孩 眼神温柔 我能适应任何交通工具 不用担心我 你好好睡一下 睡着就不会晕车了 乔云熙轻轻的嗡了一声 可能是裴云的气息让他安心 他慢慢竟真的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摇晃的车子停了下来 乔云熙睁开迷茫的眼睛 声音有些慵懒 到了吗 裴云见他的粉嫩的脸上 有被衣服压出的红痕 他的眼神柔和下来 轻声说 没有 他把视线转向窗外 继续说道 不过 车好像遇到麻烦了 第271章 抢劫 乔云熙顺着他的视线看出去 好家伙 只见路中间躺着一个男人 地上一大滩的血 那血多得有些夸张 按这个血量 这个人估计已经嘎了 但看他不时抽动的身体 应该还没嘎成 男人的旁边 还跪着一个15、6岁的少年 少年不停地摇着地上的男人 哭得撕心裂肺 眼泪鼻涕横流 爹 爹 你怎么了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爹 爹 你没了 让我怎么活 呜 爹你醒醒你醒醒 呜 谁来救救我爹 不知是被少年摇的 还是男人受伤太重 他又喷出一口血 之后头一歪 脚一蹬 彻底没了动静 司机吓得瑟瑟发抖 一时不知要不要下车查看 据他所知 这一段路 由于非常偏僻 偶尔有抢劫的 但看那血量 那抽动身体的幅度 还有那血喷的 那头歪的 都不像是眼的 再看那少年 那焦急的神情 紧绷的身体 无不再述说他此时的焦急无助 可能 或许 他真的撞到人了 车内众人此时也有些紧张 看着窗外 指指点点意润纷纷 这这这可怎么办 司机是不是应该赶紧送医院救人 立刻就有人反驳 不行 我听说这附近有劫匪出没 谁知道 他们是不是装的 有人附和 对对 明明是他突然从路边跑出来 这谁能杀得住车 谁说不是 师父我们赶紧走吧 别被讹上了 你们怎么那么冷血 这可是人命 司机 你赶紧开门救人 听着众人的议论 乔云熙眨了两下眼睛 靠近裴渊 低声问 你怎么看 裴渊把视线从窗外收回 低头看向乔云熙 同样压低声音说 不重要 乔云熙愣了一下 嘴角露出微妙的笑意 确实 对于裴渊来说 不重要 宁云和吴天虎 看前面一位妇女的肩 低声问 这路上以前有抢劫的 本就有些紧张的妇女吓了一跳 回头看到 是后排这个长得很清秀的男人 他暗暗松口气 拍了拍胸口解释 是有的 不过有大半年没有了 而且不是这一段路 还得往前走走 宁云倒吸一口凉气 不解 公安不抓吗 妇女探口气 哪是那么好抓的 我听说抢劫的都是蒙着脸的力 抢完往山里一躲 谁知道是谁 宁云看向路中的两人 松了一口气 没蒙脸应该不是劫匪 妇女也赞同 我也觉得不是劫匪 哎 可怜哪 那么多血 估计没救了 车内众人吵成一片的时候 少年呼的站起来 跑到汽车前面 拍着车门大喊 开门开门 救救我爹 快 车门被拍得砰砰砰响 伴随着少年那隔了车门 变得有些奇怪的求救声 快开门 我爹流了好多血 快帮我送去医院 可是你撞的 快点 求求你了 再等下去 我爹就要没了 呜 司机本就慌乱的心 变得更慌乱 他撞人后 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完了 碰到抢劫的了 为了车内众人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他没有第一时间下车 查看情况 此时再想想 又觉得不太可能是劫匪 据他所知 这条路上的几次抢劫 劫匪都是蒙着脸的 手法也简单粗暴 利用山上滚石树木 造成自然灾害的路障 等车停下来 查看情况时 再一窝蜂地冲出来 所以此时 他更偏向于 对方只是附近的居民 真被他撞了 他如果现在离开就是逃逸 是要判刑的 何况 这是一条人命 他刚刚是实实在在感觉 有撞到东西的 少年还在拍着车门 神情彷徨又焦急 声泪俱下 苦苦哀求 司机咬咬牙 回头对着车里人说 是这个人直接撞过来的 但咱不能见死不救 晚点到了派出所 大家要为我作证呀 众人看着不远处 躺在血泊中不动的男人 又看向彷徨无助 拍着门的少年 有泪点滴的人 已经开始共情 让司机快点开门救人 就连刚刚不赞同的人 此时也没了生命 实在是少年哭得 完全不像眼的 太情真意切了 司机不再犹豫 迅速开了车门 起身出了驾驶位 就要下车查看男人情况 哭得满脸泪痕求救的少年 看到门开了 好似愣了一下 呼得他的脸上 咧开一个得逞的笑 配上他那满脸的泪痕 显得诡异又阴森 司机抬起了腿 呼得僵住 一股凉气从他的脚底 瞬间拌上他的天灵盖 完了 他判断失误 不过眨眼间 他就挠补了 自己和车内乘客的 几十种死法 他后退了两步 正要去关车门 少年哪里会给他机会 已经快速窜上车 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把刀 压在司机的脖子上 躺在血泊中 蹬了腿的男人 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大胯几步 就跟着上了车 手里同样拿着刀 指向车内的众人 同时 路边树林里 窜出四道身影 呼啦啦的上了车 别说司机了 就是车内众人 都被突然的变故瞎猛了 司机好歹还有些专业素养 抖着声音问 你你你你们想 想干嘛 少年阴冷一笑 想干嘛 这还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 抢劫了 说完 他转头 看像站在正中的一个 微胖男人 表情切换到讨好模式 老大 妥了 微胖男人点头 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目光 不错 有长进 少年黑黑笑了两声 都是老大教得好 为了这一场哭戏 他整整练了两个月 还特地跑到死了 亲人做白事的人家 观摩他们的表情 浑身还带着血的男人 忙挤到微胖男人身前 笑着问 老大老大 我呢 我表现也不错吧 他演的虽然是一个 没有台词的配角 但他那抽搐的身体 那喷血的角度 血量 都是有讲究的 就连那一歪头 一闭眼一蹬腿 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简直天衣无缝 第272章 报告抢劫的 微胖男人 也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眼神 老竹头 你也做得很好 之后 他才看向车内众人 轻了轻嗓子 大喊 各位乘客们 各位同志们 我们要开始抢劫了 不过 大家不用惊慌 不用害怕 我们是友好抢劫 文明抢劫 实行四步政策 不骂人 不打人 不伤人 不死人 尽量不伤筋 不动骨 就把钱给收了 希望大家好好配合 也务必好好配合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也出钱 总之 就是出钱出钱 哦对了 票也行 总之就是把你们身上的 钱票都拿出来 别逼我们搜身 别逼我们违反四步政策 明白了吗 车内众人 好别致 又有格调的抢劫犯 司机则是暗暗松口气 看样子 这些人只求财 只要配合 命应该能保住吧 乔云西的眼睛墨地睁大 这伙人是抢劫的 他不意外 但 碰上这么一群 看着有些不靠谱 又自带喜剧效果的劫匪 他有些意外 他看向裴渊 裴渊也正好看向他 眼神有些一言难尽 他跟无数的罪犯打过交道 也是第一次碰到 如此 别具一格的罪犯 宁云有些紧张 他抓住吴天虎的胳膊 手有些抖 吴天虎眉头微皱 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他握住宁云抓他胳膊的手 轻声安慰 没事 一切由我 宁云有些慌乱的心 莫名的就安定下来 他低声交代 嗯 只是抢钱的话 咱就给他们 不要起冲突 吴天虎是混过的 有一定的武力值 但劫匪人多 还有刀 真要打起来 只怕拼命还不够的 这边 抢劫团伙已经开始行动了 只见微胖男人 对着坐在前排 靠门边座位的两人 礼貌笑了笑 声音温和 把钱拿出来吧 靠过道坐着的 是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 她紧紧护住怀里的包裹 抖着声音说 我我我 我没钱 微胖男人 脸上礼貌的笑容 立刻收脸 瞇了瞇眼 手里的刀晃晃 你确定没钱 我友情提示一下 我很闻名 但 我的刀可不闻名 站在微胖男人身边的 是一个壮士男人 他跟着大声威吓 对 快把钱交出来 别逼我们解色 粗壮妇女 下的双手 捂住鼓鼓的胸口 他知道 他长得一斑斑 但他身材好 他家男人就很喜欢 果然 这就有人打他主意了 怎么办怎么办 看到他的动作的壮士男人 这位大神 我就是嘴嗨而已 你是不是过于自信了 微胖男人 可不管其他人的想法 把刀往粗壮妇女脖子上一压 快点 不然这刀可不长眼 粗壮妇女吓得一哆嗦 抖着手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 里面有几十块钱 他万分不舍 抖着声音商量 能交一半吗 微胖男人 扯开一个恶劣的笑 你说呢 壮士男人很有眼色的 把手里拿着的小麻袋敞开 对到妇女前面 快点 把钱放进袋子里 粗壮妇女又拒又气 咬咬牙 眼一闭 把小布包扔下了麻袋 壮士男人瞪他一眼 你他妈的什么态度 损失了几十块钱的粗壮妇人 心里正疼的滴血 看他收了钱还唧唧歪歪的 心里那股火就冒了起来 也不怕了 我什么态度 钱都给你 还想我怎么样 我一个被抢钱 难得还要三口九败 谢谢你抢我的钱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现在收钱的是你 态度有问题的是你 还文明抢劫呢 我呸 一点也不文明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有问题 一点都不专业 壮士男人背对的哑口无言 想了一下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他善笑几声 行吧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说着 他把麻包带 对到粗壮妇女临座的高大男人身前 到你了 快点 高大男人握紧了拳头 心里天人交战 未胖男人四早就知道 会碰到这种情况 把手里刀顶在高大男人的脖子处 你可以反抗试试 我可是见过血的 别逼我 脖子上传来刺疼 血珠立刻渗出 男人额头上冒出冷汗 他抖着声音说 我骄 我骄 其他劫匪也开始开展业务 呃 就是抢钱 裴渊低头看着乔云熙 低语 我去去就来 很快的 乔云熙乖巧点头 有裴渊在 这种程度的 基本不用他动手 只是还不等裴渊动作 就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劫匪 两眼放光的 向他们这个方向走来 这个劫匪最特别的就是 他穿着的那一身棉衣 采用了非常前卫的拼色设计 偏颜色还拼得一言难尽 红拼绿 绿拼史黄 史黄拼粉子 粉子又拼绿 总之眼花缭乱 百花争艳 让人目不暇接 不知该看史黄 还是该看绿红 裴渊看向劫匪 不动了 等着他的后续 劫匪停在裴渊不远处 看向裴渊 又好似看着乔云熙 目光灼灼 裴渊的眼睛危险的眯起 神情冰冷 这人想打小夕的主意 找死 就在乔云熙也在这样想的时候 劫匪的声音响起 小伙子 你结婚没有 不如给我做个上门女婿 瞧云熙 她有些木然地看向裴渊 她脸上神情同样一言难尽 就连坐在前面的凝云和吴都微张着嘴巴 一脸呆滞 劫匪可不管他们的反应 还在继续 我女儿二十有六 长得浓眉大眼 身体圆润 主要是好生养 只要你给力 她肯定能三年爆俩 主要她性格还好 上山能体柴 夏天能插秧 回家能做饭 拿针能缝衣 说着 她很自豪地指了指她穿着的衣服 说 你看 这是我女儿给我做的衣服 不错吧 看着她那一言难尽的拼色棉衣 周围的人都沉默了 乔云熙忍着抽动的眼尾 按道 这些劫匪果然不太正经 而且就这手艺 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 比她还不如 还想抢她男人 她又看向身边的裴渊 见她面容冷峻 坐姿如松 即使在破旧的汽车上 也无法掩盖她身上 独特的硬朗帅气 乔云熙不由点头 笑眯了眼 这个男人 现在是她的 她看向还要在推销的劫匪 举起了手 报告抢劫的 她不能给你做上门女婿 第273章 乔云熙又被人身攻击 劫匪一愣 看向乔云熙 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么有礼貌的被劫者 长得也好看 可惜自己没有儿子 她皱眉 不悦地问 为啥 报告抢劫的 因为她有对象了 这次报告的 竟然是坐在前面的凝云 吴天虎眼里 闪过一丝无奈 身体却紧绷起来 就怕劫匪突然爆起 乔云熙抽了抽嘴角 这货 刚刚好像还挺紧张的 这回不怕了 劫匪眨巴了两下 她有些浑浊的眼睛 问 啥 她有对象 谁 乔云熙忙举手宣告主权 报告抢劫的 是我 我 我呀 看着两眼冒光的乔云熙 裴云勾了勾嘴角 冰冷的眼神 变得柔软了许多 劫匪用挑剔的眼神 上下打量乔云熙一番 转而对裴云说 小伙子 你对象虽然长得跟天仙似的 但她一看就瘦弱 不好生养 不能干重活 中看不中用 找婆娘 还是得找个壮实的 能干又能生 乔云熙 这是人身攻击了吧 不好生养就算了 还中看不中用 裴云眼里闪过一丝冷光 这人看着就很好揍的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她一拳 这时 微胖男人走了过来 老冬瓜 怎么回事 赶紧干活呀 这里虽然偏僻 但也不是没有行人和车辆经过的 被称为老冬瓜的劫匪 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嘿嘿 我家大鸭二十六了 还没对象 我急呀 这不碰上好货我就 我就忍不住了 嘿嘿 老大 你看 你看看这男的 你看他这长相 你看他这腰 你再看他这大长腿 我家大鸭肯定满意 微胖男人看向裴云 果然是有颜有身材 怪不得老冬瓜看上了 他不由暗暗点头 只是头彩点在一半 突然想起 特么的 现在可是在抢劫 他转头怒斥 你是不是傻 这抢回去的男人 能安心在你家跟你打压 别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 干正事要紧 有钱了 随便你给他十个八人男人都行 说着 他晃了晃手里的刀 进入打劫业务 指着裴云几人 你们几个 快点把钱都拿出来 裴云抬眸看他 眼神冷漠 呼得伸出他的大长腿 一脚踹出 碰 微胖男人被他踹得到 飞出去两米 撞倒站在过道上 正办业务的老厨头 和另外一个瘦小的劫匪 瘦小劫匪 直接做了微胖男人的肉垫 只听咔嚓一声 不知身上哪根骨头断了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就晕死过去 老厨头幸运些 被撞得摔倒在过道上 手里的刀框当一声掉了 一瞬间 除了突然倒地的三人 还搞不清状况的 车内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裴云站起 高大的身形 在狭窄的车内 非常具有压迫感 他一拳轰向老冬瓜 砰的一声 老冬瓜直挺挺倒下 车子不堪重负 摇晃了几下 哐当 老冬瓜手里的刀 跟着掉落在车厢内 裴云大胯部 越过晕死过去的老冬瓜 对着还捂着肚子 起不来的微胖男人 就是一技重拳 微胖男人 由于有瘦小劫匪这个肉垫 虽然被揣得腹部 撕心裂肺的痛 但人还在肩挺 他还没反应过来 老冬瓜已经倒在他的身前 接着感觉有进风袭来 身上再次传来剧痛 他两眼一闭 双腿一蹬 终于舒服地晕了过去 壮士男人 由于站得靠前门的地方 并没有被微胖男人波及到 此时他终于回过神来 把收钱的麻包带一扔 挥着刀就冲向裴云 啊 小心 车内响起惊呼声 裴云轻测身体 避开男人的刀 同时反手抓着男人拿刀的手 用力一压 只听咔嚓一声 男人的手腕 被弯曲成诡异的角度 不见裴云怎么动作的 又是咔嚓咔嚓两声 男人的胳膊软了下去 他的两个胳膊都被歇了 疼得壮士男人面容扭曲 恨不得在地上打滚 哎呀 我跟你拼了 老锄头缓过最初摔倒的疼痛和眩晕 捡起地上的刀 就对着裴云砍来 裴云拎着痛不欲生的壮士男人 腰身微弯 避开老锄头的攻击 老锄头刹车不急 越过裴云往车头方向冲去 与此同时 裴云一脚 踹向老锄头的背部 本就刹车不住的老锄头 更是被踹得 裂窃着往前扑去 砰的一声 摔倒在车门阶梯处 又顺着阶梯 砰砰的滚下车 头先着地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地面立刻渗出不少血液 这回 是真的血 被裴云拎着的壮士男人 看着同伴被摔下车 生死不知 又惊又惧又急 只觉一阵眩晕 裴云面无表情 对着他的腹部 就是一拳 壮士男人眼神大害 腹部传来剧痛 他感觉他飞了起来 车内的座位在倒退 砰 壮士男人被裴云一拳 轰飞了机密 砸到微胖男人的身上 没了动静 至此 车内的劫匪 只剩下还呆愣愣 用刀压在司机脖子上的少年 少年目光呆滞 不明白刚刚刚还在 乐呵和文明抢劫的同伴 怎么突然就都倒下了 车内众人也全都目瞪口呆 有些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 实在是速度太快了 从开始到结束 有一分钟吗 这个男人 好强大 裴云可不管众人的想法 他对着少年的视线 眉眼间竟是冰亡 少年吓得心中一颤 本能后退一步 但他的身后是车子操作台 退无可退 他抖着声音喊 你 你别过来 不然 不然我就杀了他 说着他把刀往司机的脖子上压了压 司机吓得大气 都不敢喘 眼巴巴地看着裴云 希望这个强大的男人救救他 裴云无所谓 反正天色还早 他气定神闲地问 一愣神什么 他的意思是 他按你说的不过去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乔云西开口给裴云做翻译 他有时候真觉得裴云说话太简短了 明明和他说话是不这样的 少年眨白了两下眼睛 是啊 他要干嘛来着 第274章 小朋友 你要成为杀人凶手吗 逃命 不行 他同伴还在车上呢 想起同伴 他才记起 他的同伴大哥们都被干趴下了 生死不知 不行 他要救他们 对 他要救人 他现在可是抢劫团队的 紧剩的毒秒秒了 他不救他们 他们就都没了 少年只觉肩上担子重了 责任感瞬间爆棚 他振作起来 你们 你们帮我把我大哥们搬下车 快 乔云西摇头 眼神带着思思怜悯和同情 小朋友 你看到 车下你的老厨头跌了吗 他的头在流血 你再看看车内几位你的大哥 不是有这样 就是有那样的伤 且伤情都比较严重 我们就算帮你把人搬下车 你能把昏迷的他们 都送到医院吗 少年被问猛了 不 不能 他确实不能 别说五个了 就是一个他这小身板也背不动了 乔云西摊摊手 所以 如果现在 我们帮你把他们搬下车 这荒山野岭的 他们肯定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那你的大哥们 基本就没救了 特别是你的老厨头跌 你看他血流的嘎嘎的 再耽误下去 他身上的血都流没了 你就成了杀人凶手 你要杀了你厨头跌 和几个对你那么好的大哥们吗 车内众人总觉得 这话说的有怪怪的 但有好有道理 为了抢劫时不被打扰 这伙人选的这个地方非常偏僻 前不着村后不垫 想到附近找人帮忙 都找不到人 至于医院 距离最近的 就是乌云县医院 还有五十多公里路 显然少年此时 也想到这些问题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有些焦急地问 那怎么办 我不要杀他们 我不要做杀人凶手 我要他们都活着 乔云西神情很认真 这不巧了吗 这车刚好去乌云县 让司机大哥顺道送你们 去医院不就得了 性命攸关 相信司机大哥 一定肯帮这个忙的 不信你问问他 众人这逻辑没错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少年面上一喜 蜥蜴地看向司机 问司机大叔 你能帮我把他们 都送到乌云县医院吗 司机人都猛了 刚刚还在担心小命不保 现在就 就能脱身了 他忙不迭地点头 肯定能 我开车可稳了 放心 保证安全送到 司机壮着胆子 轻轻碰了碰 夹在脖子上的刀 就是 就是 你这刀 刀 原点 少年条件反射的 把刀移开了些 只是立刻 又把刀压回去 众人一惊 这时又反悔了 只听少年的声音传来 你们 给几个人去帮我 把地上的老锄头抬上来 车内的众人对视一眼 全都看向裴渊 经过刚刚的事件 裴渊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裴渊点点头 立刻有几个年轻男人 麻溜地下车 把老锄头抬上车 还非常贴心地轻拿轻放 温柔地把老锄头 垒到老冬瓜的身上 实在是过道都躺满了人 已经没有空位置了 乔云熙适时开口 小朋友 你快放开司机大哥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你看你老锄头 跌着血流的 再晚点 说不定就真没救了 少年被吓了一跳 忙放开司机 还很礼貌地道了歉 司机大叔 刚刚不好意思了 你现在赶紧开车 送我大哥们去医院 拜托了 脱险的司机 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暗暗看向裴渊和乔云熙 这个男人好强大 有他在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总之听他的总没错 那个女孩也厉害 空口白牙 就让人把刀给卸了 裴渊对着他点了点头 得到指示的司机 这才坐回驾驶位 尽量平复紧张的心绪 抖着手 先是关了车门 接着慢慢启动车子 少年正要蹲下身去看 还在流血的老厨头 裴渊已经走到身边 面无表情非常淡定地 把他手里的刀卸了 然后 把他的手反压在身后 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拿的绳子 开始绑人 少年都猛了 他抬起满是迷茫的眼睛 问 不是 你干嘛绑我 裴渊手上动作不停 你是不是忘了你什么身份 少年一乐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卧槽 我他妈的 现在是抢劫犯 我刚刚在干嘛 我在哪 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 裴渊可不管他崩溃的情绪 对着众人说 谁能让个座位 我要把他绑在座位上 坐在前排的粗壮大婶立刻喊 这里 我这里 说着他就站起身 把座位让了出来 裴渊动作麻利 不一会就把少年固定在座位上 完全动弹不了的那种 少年终于怕了 焦急大喊 放开我 放开我 我 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 我不救人了 我要下车 粗壮女人一巴掌拍他头上 叫什么叫 刚刚不是神气的狠妈 小猫还好得不学 学人抢劫 烂心烂肺的东西 还不救人了 你这几个大哥 如果醒着 非要给你几个大巴掌 少年欲哭无泪 还要说话 裴渊已经把一块擦车玻璃的破布 塞进她的嘴里 裴渊看了看车过道上 横七竖八躺着的五人 抬头问 各位 有人带了绳子吗 这些人也要绑起来 以防他们醒过来 粗壮妇女立刻举手 积极发言 我有 说着 她就从她的包里翻压翻 翻出一大捆绳子 递给裴渊 裴渊接过后 道了一声谢 粗壮妇女盲白手 我要谢谢你 不然这些人劫财后 可能还要劫色 到时我都没法活了 裴渊 她竟无言以对 车内其他人 纷纷跟裴渊道谢 又对着乔云熙道谢 乔云熙笑眯眯的回应 粗壮妇女这时弱弱的问 那个 我能把我的钱拿回来吗 车上的其他乘客 也眼神灼灼的看着裴渊 裴渊点头 可以 只能拿自己的东西 就怕这些人 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那份 到时候又要闹起来 毕竟钱妈都涨样 众人欢呼一声 忙捡起麻包带 开始拿回各自的钱财 裴渊把人绑好后 才对着司机嘱咐 一踩油门 车子开得飞快 第275章 不 他只是老了 裴渊回到座位 看到乔云熙正 两眼亮晶晶的看着他 他装着不在意的问 怎么了 内心有一丝暗喜 小夕看到 他刚刚的表现 对他的喜欢 是不是又多了一点 乔云熙笑弯了眉眼 你好厉害 裴渊忍住上敲的嘴角 嗯 那也没有对象厉害 这时 宁云回头看向乔云熙和裴渊 满脸赞叹 你们两人都好厉害 裴同志 你身手太好了 好强 见识了裴渊的强大 那句裴小弟弟 他终是喊不出口 实在是太违和了 裴渊笑了笑 没有说话 宁云好奇地问 你这身手跟谁学的 从几岁开始练 不怪他看不出 裴渊是部队出来的 实在是裴渊伪装得太好了 裴渊因为经常要执行特殊任务 需要变换身份 如果让对方一眼 就看出他是军人 那他还怎么混 所以 他从走路姿势 说话神情 身体习惯等 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当他不是军人模式时 几乎很难有人 能看出他的伪装 他刚刚打斗时 看着强大无比 事实上 他也只用了点技巧和蛮力 毕竟就几个小劫匪而已 对于宁云的问题 裴渊回答得很官方 跟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学的 没练多久 主要是我力气大 宁云一愣 接着好似想起什么 激动的低声追问 白胡子老爷爷 是不是武术世家的传人大隐隐于世 你肯定是碰到先锋倒鼓的高手了 裴渊一本正经摇头 不 他只是老了 宁云脸上激动的神情僵住了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他话里的意思 因为老了 所以就有了胡子 因为老了 所以胡子白了 刚刚还兴奋以为 能听到高手的传奇故事的宁云 就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他感觉裴同志在敷衍他 还要再问 坐在他旁边的吴天虎 一把把他的头转回来 好好坐车 宁云 这个醋坛子 乔云溪看着醋意大发的吴天虎 不由抽了抽嘴角 太卷了 他又看向身边的裴渊 男人太优秀了 他也有点愁 突然想起什么 他低声问 你平时出 呃 工作 就没有碰到女的跟你表白啥的 这可是能把劫匪直接看上头 差点抢回去 做压债女婿的男人 裴渊眨了下眼睛 小夕这是在意他 怕他被人抢走 他只觉心跳加速 又甜又酥 立刻表态 没有 绝对没有 想了想 他凑近乔云溪耳边 低语 只有在你身边 我才厉害 他的意思是 只有在他身边 他想表现给他看 才会散发出男人独特魅力 乔云溪明白他的意思 不知为啥 就想到求偶的孔雀开屏 他压了压微弯的嘴角 嗯 继续保持 裴渊笑弯了眼 坐直身体 咳嗽两声 累不累 要不靠我身上再休息一下 不知道是因为抢劫犯的事太刺激了 还是心情好了 乔云溪此时也不觉得不舒服了 不过裴渊把肩膀都递过来了 对象的这点小心思 他还是可以满足一下的 就靠一靠吧 他把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上 闭上了眼睛假妹 裴渊眼里的粉色泡泡 简直要溢出他的眼眶 心里甜得要命 恨不得大吼两声 表达他此刻激扬的心情 车内被抢的众人 终于各自拿回自己的产物 裴渊担心的多拿没有出现 众人终于放松下来 这时有心情互相聊天了 他们最想聊 就是救了他们的恩人 回头一看 就看到刚刚还冷静自持 彪悍勇猛的小伙子 此时一脸温和柔情似水坐着 身体绷得笔直 看着有点憨傻 众人抽了抽嘴角 很想提醒他 小伙子 你这样绷着身体 你对象会靠得不舒服的 因为太硬了 再看他身旁靠着他睡的 一脸甜美的女孩 众人沉默 算了 或许这女孩睡惯了石板床 大家非常时序地不打扰两人 连私自说话的声音 都压得极地 乔云熙靠得确实有些不舒服 裴员的肌肉太紧实 又是紧绷状态 搁着他了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一会 他就会慢慢放松下来 乌云县是一个很小的县城 派出所的人员也不多 平时大多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很少碰到几名抢劫犯 同时落网的事情 一时有些忙乱 压人的压人 给犯人看伤的看伤 伤重的还要送去医院 做笔录的做笔录 安抚群众情绪的安抚情绪 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见义勇为的乔云熙和裴员两人 公安自然是大力表扬了一番 至于其他奖励 暂时没说 两人从派出所出来时 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好在裴员出门准备得充分 肉干糕点之类的干粮 是备得足足的 不至于让乔云熙饿着 虽然过了饭点 也吃了零食垫了肚子 两人还是找到乌云县的国营饭店 点了一份面吃 另一边 凝云和吴天虎 已经坐上了去石沟镇的汽车 吴天虎看凝云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不由安慰 没事的 凝云轻轻嗚了一声 好一会才叹了一口气 他低声说 小双都下乡三年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怪我们当初让他下乡 凝争是他妹妹 三年前下乡到石沟镇的麻布村做知青 自从下乡后 就很少写信回家 几乎断了联系 吴天虎嘴笨 不会安慰人 他偷偷握住凝云的手 没事的 一会见了就知道了 凝云任他握着他的手 看窗外景色不停地后退 嘴里嘞喃 他太过分了 连娘的最后一面都不回来见 他娘的情况 在去年下半年就不太好了 他当时就给妹妹凝霜写了信 然 妹妹并没有回信 他接着又给妹妹发了电报 依然如石沉大海 直到年前才收到妹妹的一封回信 只说请不到假 怎么会请不到假呢 知青下乡后第二年开始 就有年假的 而且是见亲妈临终之前的最后一面 不说刚好过年有年假 就是农忙抢收时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请假的 他娘终是没能等到妹妹的最后一面 在年前就没了 临终前还在不停地念叨他的小双 第276章 月春寒 他比宁霜大了八岁 他下乡的时候 他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他们兄妹感情其实很好 当初有指标下来 宁霜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并没有什么不满 他不信乖巧孝顺的妹妹 会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狠心不见 同时 他的心里又隐隐地不安 担心妹妹出了什么事 不然 他怎么可能不回家 所以他要来看看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要亲自问问他什么情况 从国营饭店出来 乔云熙和裴云根据信里提供的地址 找到月春寒家 月春寒今天刚好没有上班 看到站在自家门口的两人 他就没问 你们找谁 乔云熙笑着说 你好 我是收到你的信才过来的 月春寒满脸茫然 什么信 他什么时候写过信给年轻女孩 而且 这女孩他也不认识 乔云熙提醒 秦一峰 月春寒表情一正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他表情复杂 说 进来吧 月春寒的房子不大 里面家具摆设也很简陋 看起来生活过得比较拮据 月春寒给两人各到了一杯水 在两人对面坐下 沉默了一会 他看了看裴冤 才开口问 秦一峰应该没有那么年轻吧 乔云熙把信拿出 递给他 解释 我姓乔 这位是我对象 姓裴 秦一峰是我养父 我养父在两年多前就过世了 这封信几番周转 才到我的手上 我也是 最近才收到信 立刻就赶来了 月春寒一愣 他想过秦一峰收到信的集中反应 却没想到 他竟然离世了 他看向乔云熙 迟疑着问 那你是因为温宇书来的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据他所知 秦一峰和温宇书 也只是不经常联系的朋友关系 作为秦一峰的养女 按理说 不可能为了养父这样 不算亲密的朋友 而特地过来 除非 这个女孩本身就和温宇书认识 是为了他才来的 乔云熙犹豫了一下 才开口说 他有亲人 而温教授自己 也从来没提过 再一想 又理解 就这几年这样的局势 如果知道温教授身边还有亲属 那被下乡批斗的 很可能就不止他们夫妻两人了 乔云熙直入主题 问 我想知道 温宇书现在是什么情况 希望你能如实相告 月春寒表情有些复杂 梁九才探口气说 目前还活着 不过情况不是太好 乔云熙皱眉 那他现在哪里 在县城医院疗伤吗 他其实完全不知道温宇书的情况 也不知道他被下放的地方 而月春寒在信里也只说了他自己的地址 所以他猜测 温宇书下放的地方应该就在乌云县 月春寒摇头 他还在他下放的地方 乔云熙眉眉毛皱得更紧 就算他是下放的 伤情严重到危及性命 应该也会被送到医院治疗吧 月春寒欲言又止 好一会才说 温教授的情况有些复杂 乔云熙面上表情不变 心里却已经了然 温宇书应该被特殊对待了 只是不知道针对他的人是谁 是他下放到这里后 得罪了这里的人 还是他下放之前在京市得罪的人 如果是后者 那这人就有些厉害了 竟然能把手伸那么长 更或者 温宇书被下放 也可能是这人的手笔 他继续询问 你和温宇书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信 给我养父 月春寒敏纯 好一会才说 温教授是我老师的老师 我老师在前几年被批斗 人就没了 不过他可能预感了什么 在被批斗之前 把他是温教授学生的事 偷偷告知了我 希望我能多看顾些 同时给了我秦一封的地址 说是 如果温教授遇到生命危险时 可以给他传信 说着 他低下头 脸上有愧疚之色 温教授其实是三个多月前 就 就断了腿 我 我 乔云熙在信中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 此时听他说起 倒也没有太多的意外 而他犹豫了那么久才决定写信 应该是在忌惮什么 难道针对温宇书的人 是这里的人 还是高层 不然这月春寒 也不会那么畏首畏脚 连写封信都怕被监测 写得那么语言不详 乔云熙苦笑 岳同志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你能帮忙写这一封信 已经帮了大忙了 我真心的感谢你 这是他真实的心理话 因为老师的一句交代 就冒险帮忙传递信息 确实做得够可以了 称得上一生有情有义 乔云熙态度更温和 我想知道 温宇书被下放的地方在哪里 岳春寒敏纯 好一会才说 温先生被下放到石沟镇的麻布村 乔云熙看他神情 就知道情况有些不对 不解的问 这个地方有问题 岳春寒叹口气 解释 麻布村曾经是一个土匪村 解放后不多久 麻布村也跟着被政府接管了 只是 这个村子的人 明面上是归顺了 实际上依然保留了不少的土匪习性 不过 他们也不敢做得太过 没有闹出太大的事 加上地处偏僻 进一次山都不容易 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了 是进山不容易才睁只眼闭只眼 还是因为其他的 他就不方便透露了 乔云熙对乌云县完全不了解 不过裴员这个人做事谨慎 在出发之前打了几个电话 查了一下乌云县 这是一个民风有些彪悍的地方 解放之前 这里土匪伶俐 解放后 这些土匪要么背脚 要么归顺 麻布村曾经是一个土匪村 这在乌云县来说 不算是特例 而现在 岳春寒特地强调 麻布村保留土匪习性这件事 就有些刻意了 而政府对于麻布村的不管不顾 到底是因为没闹出大事 还是因为有一包庇 就不好说了 看岳春寒的表情 并没有要告知他的意思 当然了 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乔云熙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问 麻布村距离乌云县多远 我如果以亲戚的身份 去能把我外公外婆 带出来治疗吗 第277章 麻布村 岳春寒看了他一眼 表情严肃 我建议你 还是别去了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进了那个狼窝 后果他都不敢想象 老实说 秦一峰是个退伍军人 曾经还是个军官 说温教授有生命危险时 可以找他 他以为秦一峰能有办法 毕竟 就算他退伍了 应该还有不少人脉 不行还可以找老部队 找老领导 他留了自己真实姓名和地址 本来也是希望秦一峰行动时 能给他提供些信息 乌云县的局势非常复杂 且很混乱 他担心惹上麻烦 本不想管这个事情 但想到老师的临终交代 想到麻布村那些无辜的人 他犹豫了很久 最终决定写这封信 进人事 看天命 也算他为那些受苦的人 做得一件善事吧 只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来的人竟是个小姑娘 虽然这位信陪的男人 看着高大建树 但就凭两个普通人 根本就不可能把人救出来 而且 就算就出来 出了麻布村 也出不了乌云县 乔云溪皱眉 很远还是路不好走 月春寒探口气 远也是远的 石沟镇距离县城 大概20公里左右 麻布村距离石沟镇 还有十多公里 最主要的是 麻布村在山里 车根本就进不了 到了石沟镇就需要步行进山 大概要走三四个小时左右 乔云溪敏纯 问 自行车也不行吗 月春寒摇头 山路崎岖 自行车不好走 一般都是不行 乔云溪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开始询问麻布村的具体情况 麻布村确实是个小村 只有几十户人家 大概几百口人 就这样的一个小村 下放的竟然有三人 除了温宇叔夫妇 另一个也是娇叔的老先生 除了下放的三人 还有插队知青总五人 其中 女知青四人 男知青一人 不管是下乡之青 还是下放的这几个学者 到了麻布村后 就没有一个出来过 月春寒之所以能知道这些信息 是因为 他有一个熟人 在乌云县的民兵队 这个熟人所在的 民兵小组负责的地区 刚好就有麻布村 他也是死皮赖脸 外加花了不少的好东西 才让这位熟人 偶尔透露些信息给他 同时 他也让这位熟人 帮忙偷偷送过几次东西 给温宇叔 他能力有限 就不了温宇叔 也只能偶尔给他送点生活物资 他的这位熟人 虽然帮了他的忙 但也警告他 不要搞事情 不然可能要没命 还会连累他 当然了 月春寒没和乔云县说熟人的事情 只说了乌云县民兵数量可观 乔云县好奇地问 这里的民兵都配备了枪线 月春寒摇头 那倒没有 武装民兵大概占三成吧 由于乌云县民风相对彪悍 所以 乌云县的民兵队 比其他县城要多些 总得达到上千人 麻布村所在的乌宋公社 就有民兵67人 其中配备了枪械的武装民兵 大概有23人 想起麻布村的温宇叔等人 乔云熙不解地问 知青家下方的总的8人 一个都没有出来 就没人怀疑过什么 停顿了一下 他又补充 就算人没了 也总要上报通知家属的吧 月春寒语气有些惆怅 没 人都活着呢 只是 哎 具体的 我不便多说 如果只是你们两人 我建议你们赶紧离开吧 别贪这趟浑水 你既然是温教授的外孙女 他没有向你求救 就表示 他不希望你插手 乔云熙抬眸看他 抓住重点 温宇叔 他能向外求救 月春寒的话乍一听合理 但仔细一琢磨 就自相矛盾 8人都没下过山 但都还活着 很显然 这8人都被人控制了 那他们肯定不能跟外界联系 而从月春寒刚刚的话中 却透露出 温宇叔是可以向他求救的 也就是说 温宇叔有自己的求救渠道 另外一点就更奇怪了 总的8个人 在下乡后失联他们的家人 就没人怀疑 月春寒闽唇不说话了 这个女孩太聪明了 不小心就被套取了信息 他其实也是 最近才知道 温宇叔在麻布村 有人在帮他的 因为那人在温宇叔腿断后 找过他 让他帮忙搞了点药物 见他不回答 乔云熙也不逼他 转移话题问 麻布村的人 应该会和外界的人沟通交流的吧 比如走亲戚什么的 月春寒这次没有回避问题 嗯 当然 他们有多少枪 乔云熙继续追问 麻布村曾经是土匪村 不说他们之前的存货 就是这种深山里的村子 一般都有猎枪防身 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月春寒眼神复杂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女孩根本就没有 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他不由看向陪渊 希望这个男人能劝一劝 陪渊对着他笑了一下 我听他的 月春寒 他无奈 低声说 猎枪有十多把把 至于其他的枪行 就不确定了 一直到下午五点 乔云熙和陪渊 才从月春寒家出来 两人先去乌云县的招待所 开了两个房间 之后才去国英饭店吃晚饭 在乔云熙和陪渊吃晚饭的时候 宁云两人 终于到了他妹妹下乡的村子 看着远处的房子 宁云松了一口气 可算到了 累死我了 吴天虎脸上 也露出一丝放松的笑意 这一路确实不容易 全是曲折的山路 路面还有不少的藤蔓树根之类的 一不小心就办了 这时 远处走来几个男人 带头的是个三十多岁 面旁有黑的青瘦男人 他上下打量两人 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警惕 他面上不显 问 你们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宁云上前 脸上带着笑 问 这里是麻布村吗 青瘦男人瞇了瞇眼 点头 不错 这里是麻布村 你们来我们村做什么 宁云面上一喜 太好了 找你们村可这不容易 我是来看我妹妹的 她是下乡到 你们这里的知青 青瘦男人瞳孔微缩 问 你妹妹叫什么 第278章 我现在可是你妹夫 宁霜 她叫宁霜 你们知道她吗 她住哪 宁云忙把她妹妹的名字 报了出来 听了她的话 麻布村的几人 全都看向 站在青瘦男人身旁的 壮士男人身上 表情古怪 青瘦男人还没有说话 壮士男人就开口了 你是她什么人 宁云眉头微微促起 她总算从激动喜悦中 冷静下来 这些人的态度 有些不太对劲 好似很冷淡 甚至对他们有些敌意 总之感觉非常怪异 不过都到了这里 也不可能退缩 这些人很显然是认识她妹妹的 她礼貌道 我是她哥哥 最近我刚好有空 就过来看看她 请问她现在住哪里 给我指个路就行 壮士男人扯出一个笑 这不巧了 你妹妹现在刚好住我家 我给你带路吧 宁云有些迟疑 她在迟钝 也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她回头看向吴天虎 吴天虎犹豫了一瞬 按理说 知青不应该住知青院吗 怎么会住你家 壮士男人笑了一下 眼神异味不明 我们村穷 见不起知青院 所以知青都是分配到乡亲们家借助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吴天虎不再说话 他对着宁云轻微的点了点头 宁云立刻换上笑容 好 那麻烦你带路了 壮士男人对着青瘦男人挤人 暗暗交流了一个眼色 就带着宁云和吴天虎走了 路上 壮士男人笑眯眯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伍德 不知你们叫什么 宁云看他态度还行 也礼貌回应 我叫宁云 他是吴天虎 张伍德笑着点头 你们兄妹感情不错 那么大老远的来看他 这个时候应该不好请假吧 宁云笑了一下 嗯 还行 张伍德挑眉 准备在这里待几天呀 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可以请那么久的假期吗 宁云正要说话 吴天虎扯了一下他的衣服 宁云不解 转头看向他 吴天虎眼神闪动 对着宁云轻轻摇头 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张伍德看似在闲聊 但他感觉他在套话 张伍德没听到回复 回头就看到 宁云两人已落后了他几步 他笑着问 怎么了 宁云忙笑着说 没事没事 走了大概十分钟 就到了一个破旧的土坯房前面 房子四周 有大概半人高的篱笆围墙 张伍德直接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对着屋内喊 我回来了 屋内没有回应 张伍德也不在意 带着宁云两人 推开侧边厨房的房门 屋内光线有些暗 宁云适应了一会 才看清眼前场景 之前造前 有个瘦削的女人 正蹲着网造里家柴火 宁云先是愣了一下 好一会才认出 这个瘦得有些脱形的女人 是宁霜 她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女人 抖着嘴唇喊了一声 小霜 是你吗 女人网造里塞木柴的动作一顿 她麻木的眼里满是迷茫 抬起头看向宁云 几秒后 她的眼神才了聚焦 她呼地站起身 对着宁云激动地喊 哥 你 你怎么来了 宁云这才注意到 她的肚子 大的有些不正常 看着像是怀孕了五六个月似的 她张着嘴巴 指着她的肚子 你 你 你这怎么回事 宁霜顺着她的视线 看向自己的肚子 突然她好像才想起什么 亮腔的后退一步 她抬头看向宁云 对着她怒吼 你来这里做什么 赶紧走 赶紧回去 说着 她就上前推着宁云往外走 嘴里还喊着 赶紧走 赶紧走 我不要你看 我好得很 不用你来看 宁云被推得亮腔后退了几步 撞到吴天虎的身上 她有些猛地看着 突然好似有些发疯的妹妹 你哥哥既然来了 怎么也得住两天再走 宁霜的眼里闪过一丝惊锯 身体色缩了一下 宁云反应过来 大跨一步上前去推张伍德 嘴里怒喝 你干嘛 你放开我妹妹 张伍德快速避开 毫不在意的说 呵呵 我能干吗 说起来 我现在可是你妹夫 你妹妹怀了我的仔 等孩子生下来 你就是我孩子的舅舅 看到妹妹的大肚子时 宁云就有了预感 张伍德的话 更是证实了她的猜想 她转头看向宁霜 大声质问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宁霜的眼泪 刷的就流了下来 她盲低下头眼下眼里的情绪 尽量吻着声音说 是 我在这里嫁人安家了 你赶紧回去吧 宁云崩溃摇头 不可能 你就算要结婚 也应该通知家里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突然想起什么 她眼神凶利的看向张伍德 是不是你强迫她的 宁云好似明白了 看向宁霜 对 一定是他们强迫你的 不然 就算你要结婚 不可能不告诉家里的 走 你现在跟我走 说着 她就要上前去拉宁霜 宁霜却后退了一步 表情变得猙獰 你滚 听不懂人话吗 当初如果不是你自私 让我下乡做知青 我会因为吃不了苦 随便找个人嫁了吗 都是你的错的 我不想见到你 你滚 你滚 宁云不可置信地看着宁霜 她什么时候逼她了 她还要上前问了明白 身后的吴天虎拉住她 在她耳边低语 情况不对 先离开 宁云被愤怒冲昏的头脑 终于清醒了一些 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她胸口起伏 做了几个深呼吸 抬眸看向宁霜 看到她眼里的绝望和恐惧 一瞬间 她的脑海里 闪过无数念头 拐卖 强辱 生育工具 监禁 殴打 她的心也一阵顿痛 咬着牙后退了两步 天虎说得对 这里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不然以小双的性格 不可能会留在这里 她要先离开这里 出去了才能去报案 不然就凭他们两人 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吴天虎扶着宁云 慢慢退出厨房 张武德却是似笑非笑地 看着两人 没有动作 退到院子里的宁云 两人才发现 院子外 已经围了十多个青壮年 有几个手里还拿着猎枪 此时正眼神戏血 又冰冷地看着他们两人 第279章 两人进村 回到招待所 裴员习惯性在房内房外 勘查一番 确定没人跟踪和窃听 踩在凳子上坐下 乔云熙喝了一口 背着的保温壶里的水 叹口气 感觉有些麻烦呢 不但麻布村有问题 恐怕乌云县也有问题 裴员笑着安慰 没事 有我呢 不过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明天我们要小心些 她倒是想 自己独自行动 先去探查情况 但也知道 她不会同意 她的对象可不是普通女孩 她不但要爱她 还要遵她重她 乔亦熙知道她是担心她 虽然觉得 男人就是瞎操心 心里还是有些甜 她笑着说 嗯 放心吧 早点洗澡休息 明天 我们早点出发 裴员看了看手表 嗯 那你早点休息 我出去打个电话 乔云熙看了她一眼 眼神闪动 是为了麻布村的事 裴员也不隐瞒 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毒瘤 现在知道了 自然要除掉 当然了 具体要我们明天 去了解过情况再说 只是 我必须要做好准备 有备无患 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两人都很敏锐 已经大概猜出 麻布村的情况 只是此时的两人 怎么都没有想到 麻布村的恶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 庆竹难输的地步 裴员有官方身份 有责任和义务 清理社会毒瘤 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安定 乔云熙醋梅 这个点邮局 应该下班了吧 裴员心中有数 轻声道 没事 我有渠道 放心吧 乔云熙点头 那你注意安全 回来后 说一下 不然我会担心你的 她知道 她这样做 不但是因为她的身份 更是为了两个人的安全着想 多一重保险 没什么不好的 何况 这是如果真要从根上解决 那就必须介入国家的力量 裴员心里甜甜的 站起身细心交代 嗯 我会尽快回来 一日 乔云熙不到六点就起来了 她依然是在空间睡的 不存在挑床的问题 睡眠质量很好 当她打开房门时 发现裴员已经站在门口 正满脸笑意地看着她 走 昨晚睡得怎么样 乔云熙笑弯了没 挺好的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 裴员笑着点头 进房后 帮她一起整理行李 早上七点多 吃完早餐的两人 到乌云县汽车站坐车 一个小时后 看着破旧的汽车 甩着尾气绝尘而去的影子 站在路边的乔云熙 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不远处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小路的旁边 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石块 还拎着一大一小两个包裹 她对着她温声说 走吧 南省地处南方 虽然没北省冷 但现在的温度还是很低 山里还有不少的积雪 裴员担心乔云熙身体 走得并不快 山路狭小且险峻 几乎仅供一人通过 两人想平排走都不太容易 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碰到 春寒撂翘 连虫鸣鸟叫几乎都没有 寂静地只听到两人的脚步声 走了三个多小时 才远远看到 稀稀疏疏的隐藏在山间的房屋 走在前面的裴员 眼神幽深 这里 竟然还有港哨 还真是 有意思 乔云熙青挑眉 眼里染上一丝冷光 两人对视一眼 都没有说话 顺着越来越宽阔的土路 继续前进 不多会远处走来几个男人 其中走在前面的 依然是昨天接待 宁云两人的青瘦男人 几人上下打量裴员和乔云熙 看到乔云熙时 眼神都亮了 裴员眼神闪过一丝幽冷 高大的身形往前站了站 挡住这些窥视 基于乔云熙的视线 她的态度很温和 请问 这里是麻布村吗 青瘦男人这才看向裴员 脸色有些奇怪 你们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她心里有种怪异的感觉 他们麻布村地处偏僻 平时几年也没个陌生人来 偏这两天就来了两波 而且 这个女人 好漂亮 裴员扯出一个笑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我们是来找温宇书的 请问 她住哪里 青瘦男人一愣 好一会才想起温宇书是谁 他们平时都是臭老酒温老头的叫 她眼里闪过一丝惊疑之色 她再次打量裴员 这我没问 你是她什么人 找她干嘛 裴员面上依然笑着 显得很温和 她是我一个长辈的朋友 听说她受伤了 就拖我过来看看 青瘦男人眼睛微眯 闪着危险的光芒 问 谁告诉你 她受伤了 裴员眉眼冷了几分 面上却是不解 怎么 她没受伤吗 青瘦男人冷哼 温宇书可是下放到这里的臭老酒 是来思想改造的 可不是来享福的 裴员点头 你说的对 不过 我们国家的律法 可没有那条规定下放的知识分子 没有被探望的权利 别说他们是来思想改造的 就算是被判刑的劳改犯 也有探视权 怎么 你们的权利还大的过国家的律法 青瘦男人一噎 竟不知怎么反驳 裴员看了他一眼 继续说 他是下放到你们村的 万一他有个意外 你们负得了责吗 青瘦男人眼神闪动 正要说话 他身后的一个高大男人 扯了扯他的衣服 给他递了个眼色 接收到信号的青瘦男人 扯出一个阴冷的笑 转头对着裴员说 行 你要去看就去吧 我让人带你过去 高大男人站了出来 对着裴员笑得一脸温和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过去 裴员回头和乔云熙对视一眼后 跟在高大男人身后 拐上了右边的一条分岔路 青瘦男人 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 冷笑 还真是 急着找死 他身后的一个长相 猥琐的男人 笑着附和 嘿嘿 可不是 黑牛哥你说这两天怎么了 突然就来了两拨人 孙黑牛 也就是青瘦男人摇头 谁知道呢 他娘的这个女的太漂亮了 猥琐男笑着讨好 对对 跟个天仙似的 看红温周那样子 只怕是盯上了 孙黑牛冷吃 盯上又怎么样 还不是要村里说了算 走 回去汇报情况 第280章 只怕走不了了 这边 高大男人笑着自我介绍 我叫红温周 你们叫什么 裴渊礼貌回应 我姓裴 红温周笑得一脸温和 好似不在意裴渊的冷淡 隐晦的目光 扫向乔云熙 眼里闪过一丝狂热 和势在必得 裴渊眼底 戾气一闪而过 心里已经想着 要怎么让他四肢不全了 乔云熙面上平静 铜色却是一片冰冷 红温周毫无所觉 继续问 你们是从哪来的 怎么没听温老头说过 他有什么朋友 裴渊扯了扯嘴角 没有说话 红温周内心冷笑 面上不显 问 后面那姑娘是你媳妇 裴渊上前一步 高大的身形 完全把乔云熙挡住 不打反问 还有多远 红温周心里 却已经大概知道 两人的关系 不是夫妻 就是未婚夫妻 看那女孩的样子 两人应该还没结婚 嘿嘿 那还真是便宜他红温周了 这女的太漂亮了 想想就一阵火热 红温周在前面 不急不缓地走着 心里的算盘 已经打得啪啪响 这个姓裴的 当着她的面 敢对她这么嚣张 到时候就当着她的面 把这个女的玩了 哈哈 肯定很有意思 她的嘴角里 开一个玩味的笑 快了 温老头住牛棚 就在靠近山脚下的地方 走了大概几分钟 就看到 建在山脚下的破旧房屋 红温周指着房屋介绍 这就是我麻布村的牛棚了 温老头 他们就住这里 说着话 三人就到了房屋不远处 一股不太好闻的牛粪味 扑鼻而来 红温周停住脚步 不再靠近 只大喊一声 温老头 有人找 好一会 只听哐当一声 摇摇欲坠的木门打开 从里面出来一个 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 老妇人看上去十分孱弱 骨瘦如柴 仿佛一阵风 就能将她吹倒一般 她一头白发 脸色蜡黄 脸上还有不少洞窗 嘴唇洞的发紫 穿着一身 破旧打着无数补丁 洗得发白的棉衣 然 她的身姿站的鼻挺 身在破败的牛棚 却自有一股气度 她语气平淡地问 谁找她 哐当 这时最右边的房内 走出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 老头同样瘦的 只剩皮包骨头 面色苍白 一阵寒风袭来 冷得她打了寒颤 她走到老妇人旁边 看着几个不速之客 转头看老妇人 怎么了 红温周并不理会这个男人 她指了指了裴渊 笑眯着眼问老妇人 她 你认识吗 老妇人的视线 在裴渊身上扫过 突然停在她身后的 乔云熙身上 心中一灵 眼神闪动 差点没站稳 不过她很快稳住心神 一开视线 看向红温周 说 不认识 红温周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 她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对着裴渊介绍 这位是夏泽兰 温语书的妻子 旁边的这位 也是下放到我们这里文化人 叫刘牧 说着 她话风一转 问 裴同志 你刚刚说是 你家长辈 托你来看文语书的 你家长辈叫什么 裴渊不慌不忙 我舅舅秦山旁 红温周看着夏泽兰 想从她的表情 看出什么 不过夏泽兰 表现得很淡定 红温周眯起眼睛 问 认识吗 夏泽兰摇头 不认识 我问问老温 你们等一下 她正要转身进屋 就听到屋里 传来有些虚弱的声音 我确实认识秦山旁 让她进来吧 红温周的眼睛 危险的眯起 表情似笑非笑 看着几人进了屋 她才冷吃一声 转身离开 屋内 几人都没有说话 裴渊站在门边 看着离开的红温周 面无表情 眼底的冰冷 一闪而过 房子又窄又矮 站了几个人 连转个身感觉都难 屋内的气味非常不好闻 牛粪味 潮湿的霉味 以及一股草药味 充斥着整个屋子 隔壁的牛 还不时的 某某叫两声 右边堆满了干道杆 左边是用两张残破的长板凳 外加一块木板搭起来的床 床上坐着一个 看起来七十多岁的枯膏老人 老人很瘦 就像是一层皮挂在骨架上 脸色苍白 没一丝血色 乔云熙情绪复杂 百感交集 内心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力气 这位应该就是原主的外公 温宇书 他又看向夏泽兰 原主的外婆 刘牧看着不说话的几人 他轻声问 老温 这真是你朋友家的晚辈 温宇书没有回他的话 他抬头看着乔云熙 眼里的情绪也很复杂 有欣喜 有担忧 有责怪 最后化成一声叹息 夏泽兰从进屋后 就一直盯着乔云熙看 眼眶微红 抖着声音问 你 你是小熙 你怎么那么傻跑这里来做什么 小时候的软糯团子长大了 但这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外孙女 这个世上他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死了都放心不下的孩子 乔云熙抿着唇没有说话 他看向裴渊 裴渊对着他点了点头 自从进门后 他就在观察屋内的情况 以及透过房内 前后两个小窗户 观察外面的情况 确定无人监听 乔云熙这才转头看向两位老人 轻轻N了一声 是我 几天前 我收到一封信 说是外公受伤了 我就来了 血缘关系有时候真的很神奇 看到两位老人 他之前担心的隔阂陌生 突然就消失了 自然而然就叫了出来 夏泽兰终于忍不住 哭着亮呛 上前两步抱住乔云熙 你这傻孩子 你不应该来 乔云熙再是冷心冷废 此时心里也堵得慌 他轻轻拍了拍下泽兰的背 安抚道 外婆 不用担心 我是有把握才过来的 以前他或许不想 和原主的亲人 有太多的牵扯 只想着 干掉害死原主的人 为他报仇就行了 然真正见着两位老人 他发现他错了 他成了原主 那他就有了这份因果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他愿意护他们周全 夏泽兰松开乔云熙 上下打量他 就好像要把他的样子 刻在脑海里一样 他擦了一把眼泪 摇头坚定道 你现在就走 这里不能待 温宇书叹口气 轻声说 只怕走不了了 启蚁 还会好 抽